第九十六章 车技大骗 在场众人都迷惑地看向了淋雨 不过一时间 却是没人出言询问情况 就在众人都不明所以的时候 司徒杰却是一把从副驾驶走了出来 随后扶着车门 就是一阵剧烈的呕吐 杰少 你这是什么情况 刘少他们几人呢 鲍哥从酒馆里走了出来 诧异地询问道 没事 就是为有点不舒服而已 司徒杰强壮镇定地解释道 问言 鲍哥不禁微微醋眉 心底却是不禁泛起了一丝狐疑之色 同时 他看向淋雨的目光 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就在众人都盯着司徒杰和淋雨之时 远处的山道上 终于是多出了三道车影 并缓缓地朝着这边驶来 待三辆车来到近前 众人这才发现 是刘少为首的几人 呦 刘少 你这该不会是半路上打野战去了吧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人群中一青年调侃道 只是刘少却并没有回应他的调侃 反而是将目光落在了淋雨身上 似乎还在回想 刚才淋雨那一顿的精彩操作 与此同时 后面的王少和黑色野马车青年张少 也一同将目光锁定在了淋雨的身上 哪怕刚才的惊险操作已经过去了 但他们此刻依旧还是印象深刻 不过 这里要数感受最直观的 还是司徒杰 此刻的他 看向淋雨的目光 也是变得不一样了起来 如果说之前他想要的 只是得到淋雨的身子 那么现在他更像是征服淋雨了 因为淋雨开车的技术 表现得比他厉害 所以他有一种迫切 想要征服淋雨的感觉 以此来达到他虚荣心的满足 哪怕你再优秀又能怎么样 最后却还不是被我征服 成为我的女人 所以我依旧还是最强 最出色的男人 司徒杰暗自在心底想到 又是一阵吃喝玩乐的闲谈后 眼看时间不早了 淋雨当即便提出了离开的意思 司徒杰没有意见 当即便带着淋雨驱车离开了 带到两人走后 众人这才纷纷炸开锅来 开始询问刚才赛车时的具体情况 之前因为有司徒杰在这里的缘故 所以众人都压制住了 好奇没有多问 现在司徒杰一走 众人的八卦之火 便不可抑制地熊熊燃烧起来 刘绍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被一个女人 给甩了那么远 该不会真打野战去了吧 哈哈 人群中有人不禁调侃的 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 他的技术 我敢说 绝对是我们这里最强的 没有之一 刘绍一脸严肃地沉声道 刘绍 你说的谁 司徒杰吗 又一人接过话查道 司徒杰 他有个屁的技术 我说的是他带来的那个女人 刘绍一脸郁闷地解释道 听完刘绍的解释 在场的众人 却是一阵唏嘘之色 似乎还有那么几分不敢置信 刘绍说的是真的 那个女人的技术 真的很恐怖 不信的话 我可以把行车记录仪给你们看 王绍突然走出来附和道 一时间 众人又是一阵惊恶 接下来 王绍将自己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给拆了下来 随后又投影到了大屏幕上 众人这才将信将疑地 开始观看起行车记录仪来 为了节省时间 王绍直接把画面 快进到了下山道的那一段 而林宇的惊险刺激的操作 便就此开始了 因为是一直跟随在林宇身后的缘故 所以 行车记录仪记录得很是完整 将林宇的一系列骚操作 都完美地记录了下来 看得在场的众人 都是一阵心惊肉跳 特别是在S1连环飘移超车时 所有人都不禁瞠目结舌了起来 直到最后 林宇驾驶着兰博基尼车位灯 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里 呼 看完整个视频 在场所有人 无不深吸了一口气 一是 看得太入迷给震惊的 二的 则是因为这段视频 给特们一种 看好莱坞车记大片的感觉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司徒杰下车后 会呕吐了 过了两久 人群中才有人出声道 问言 众人震惊的同时也是 露出了一抹 原来如此的表情 对于后面所发生的是 林宇此刻完全不止情 此刻的他和司徒杰 返回林宇市区 若雪 时间这么晚了 要不我帮去你酒店 开一间房吧 司徒杰突然目光 灼灼地盯着林宇道 看见司徒杰的目光 林宇顿感不妙 对于司徒杰所打的什么主意 林宇此刻也是一清二楚的 不料 你还是送我回家吧 不然我家里人该着急了 林宇婉言拒绝道 听到林宇的回答 司徒杰脸色微变 不过随即却又掩饰了下来 那好吧 你把位置告诉我 我这就送你过去 司徒杰神色平淡地说道 听到司徒杰的回答 林宇微微一惊 他没想到 司徒杰今晚 居然这么好说话 都没有一丝犹豫 便答应了下来 原本他都准备和司徒杰 斗智斗勇了 现在却是这么轻松就搞定了 不过微微惊讶后 林宇却也是 立刻爆出了一个 凌晨一中附近的小区 这样便可以不引起 司徒杰的怀疑了 半个小时后 绿色的兰博基尼 稳稳地停在了 学府小区大门口 和司徒杰打过招呼后 林宇当即便下了车 随即他便挥手 示意司徒杰可以离开了 若许 早点睡 拜拜 临走前 司徒杰突然探出头来告别道 好 我知道了 忍着恶心 林宇笑着回应道 看着兰博基尼远去的车影 林宇这才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今天一整天 他几乎都是神情高度集中的 无时无刻不再注意司徒杰的动态 而为了不暴露破绽 他几乎都是强迫自己 小心小心再小心 谨慎谨慎谨慎 好在最后 他完美地出演了这场好戏 林宇现在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司徒杰对他强烈的兴趣了 相信以司徒杰的秉性 很快便会沦陷了 到时候便就是打击他信心 完成任务的最佳时刻 为了这个狗血的任务 林宇感觉自己牺牲了很多 若非系统惩罚太变态了 林宇都想放弃这个任务了 哪怕牺牲一点魅力值也行 但这林宇也只能在心底想想而已 第97章 暴涨的魅力值 在确定司徒杰已经离开后 林宇这才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小树林旁 换下了女装 随后林宇便若无其事地返回了学校 好在他回来的还是时候 大门还没有关闭 而宿舍里孟浩也正玩着手机 哎 宇哥 你今天请假干啥去了 怎么一整天都找不到你人影 打电话你也不见 孟浩一脸疑惑地询问道 听到孟浩提起手机的事 林宇这才想起自己今天开了静音 而他和司徒杰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敢玩手机 害怕暴露身份 微微哑然 林宇从裤兜里取出了手机 打开一看 确实有好几条的未接电话 不过这里面不光有孟浩的 还有几条是童施亚打来的 嗯 难道他还有什么重要的事 找我 林宇暗自在心底迷惑道 当即 林宇便准备给童施亚回播过去 不过一想到 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 林宇顿时间又取消了这个念头 不管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当面说吧 暗自在心底有了决断后 林宇便收起了手机 随即看向了孟浩 今天我一个远方亲戚过来了 所以我请假去接待了他一下 林宇老早就想好了理由 所以此刻显得很是从容 嗯 远方亲切 你啥时候来的远方亲切 咋不告诉我一声 我也好去接待一下啊 孟浩笑着调侃道 爱信不信 林宇没好气地回应道 随即却是似乎想起了什么 突然道 对了 今天没发生什么大事吧 大事 张旭东当众跳脱衣武 被处分了算吗 孟浩不确定地说道 林宇顿时间不知道该说啥了 他没想到 黄雁红竟然真的因为这件事 处罚张旭东了 不过想来 这也正常的 毕竟光天化日之下跳脱衣武 这性质 已经算是很恶劣了 又和孟浩闲扯了两句后 林宇便去洗漱去了 洗漱完毕 林宇躺在床上 思绪却是已经飘入了系统空间里 一进入系统空间 林宇的目光 便不由自主地 飘向了魅力值一栏 而这一看 林宇顿时间又是一惊 先前的十万魅力值 此刻已经涨到了十二万了 又是足足两万多的涨幅 简直比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来得轻松 不过一想到自己的那条头条新闻 林宇顿时又释然了 再加上 今天他一整天女装的到处跑 想必也增加了不少的魅力值 看到如此之多的魅力值 林宇的心头 顿时间一阵激动 不过 当他想起系统商城里 那些奇贵无比的道具后 顿时间又变得平淡了下来 想了想 林宇最终还是觉得 先把父亲背心反伤夹给兑换出来 毕竟他现在和司徒节演戏 搞不好什么时候就暴露了 到时候 若是遇到司徒节手下的那帮标形大汉 他也有自保的实力不适 莉莉 帮我兑换父亲背心 有了决断后 林宇立马吩咐莉莉道 而莉莉在得到林宇的提示后 当即便做出了回应 随即一道光闪过 林宇的手里 就多出了一件薄如青纱般的透明背心 恭喜主人兑换父亲背心一件 穿上它 你将立于不败之地 挨打就能变强 简直就是装备打脸的必备神器 莉莉一脸调皮之色的调侃道 林宇都被他狗血的广告词 给整个无语了 莉莉 那我以后穿上它 可以反弹导弹吗 林宇颇颇为认真的询问道 啊 主人 你可以去试试 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父亲背心反伤甲 也是拥有极限承受能力的 如若超过这个数值 那么父亲背心就会损坏失效 莉莉解释道 听完解释 林宇倒没有惊讶 毕竟这样也才符合实际情况 如果这件父亲背心当真防御无敌 那就不是五万魅力值可以兑换到了 兑换完父亲背心后 林宇还剩下了近七万的魅力值 又在时装商城里逛了一圈后 林宇的目光 却是锁定在了一套近十万魅力值的时装上 相比于之前兑换的便宜时装 这一套十万魅力值的时装 做工更加精致 而且附带效果 更是在1.2倍魅力值加成上 多了一丝本身魅力值的增加 简单来说 就是可以直接增加林宇本身的魅力值 让它原本就倾国倾城的容颜 更显出众 考虑到自己现在只有两套换穿的时装 林宇便想着 再多兑换几套不同风格的 这样 它以后便能随时根据不同的场景 来选择时装的搭配了 有了想法后 林宇便没有接着往下看 她要攒够十万魅力值后 兑换时装 退出系统空间后 林宇依照惯例的翻看了一下微博的情况 现在的她的粉丝 已经突破到十八万了 而潜时光小说的连载 也到了后期 原本这就是一部中短篇言情小说 所以林宇连载了不到一个月 就差不多到了后期 估计再有十来天 也就该尾声完结了 想了想 林宇决定等 这部潜时光小说完结后 再另做打算 一夜无话 一日 林宇早早地便来了教室里 而童诗雅 一如既往地为她准备好了早餐 放在了她的书柜里 对此 林宇倒没有客气什么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不过一想到 那晚童诗雅和她拥抱时的场景 林宇心底就是一阵犯嘀咕 现在 她和童诗雅的关系很是微妙 说是情侣 却又差那么几分意思 说是朋友 却又显得过于亲密几分 这让林宇很是迷惑 不过这样倒也挺好的 林宇不用想那么多 就在林宇还是思索之际 她的QQ上 却是多出了一条信息来 林宇定睛一看 却是童诗雅 给她发送了一条消息过来 林宇打开消息后 一眼便看到了 自己中彩票上头条那张图片 而童诗雅的疑问 却也正是这个 童诗雅 这照片上的人是不是你 你昨天请假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觉得可能吗 我要是中奖了一百万 还在待在这里 那个人只是背影 有点像我而已 林宇回复解释道 看到林宇的解释 童诗雅却是不禁微微皱眉 她总感觉 林宇肯定和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不过林宇不打算说 她却也不好再问了 第98章 欲擒故纵 似乎是为了确认什么 童诗雅忽然回头深深地 盯着林宇看了一眼 见此 林宇当即便也笑了笑回应 而这一幕 却是直接落到了一旁 张旭东的眼底 看见林宇和童诗雅 眉目传情的样子 张旭东心底 就是忍不住的一阵怒火中烧 但是她却又毫无办法 哪怕是最卑鄙的告状手段 她都用了 但是最后林宇却依旧还是好好的 这让张旭东无论如何 也接受不了 而且一想到自己那天 突然就不受控地开始跳舞 张旭东心底便开始怀疑了起来 而她怀疑的第一目标 自然也就是林宇了 只是她想破脑袋 都没有想到 林宇是用什么方法来整骨她的 所以一时间 她却也不敢确定 但是 在今天看到林宇和童诗雅的亲密模样后 张旭东觉得自己 应该有必要做点什么了 她要心仇旧恨一起算 给林宇一个深刻的教训 而另一边的林宇 此刻却也感受到了 张旭东愿读的目光 只是她不想搭理而已 亮张旭东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 所以 林宇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在和童诗雅闲聊了几句后 林宇一天的闲鱼生活又开始了 而此刻黑板上标记的倒计时 也只剩下了20天不到了 再有20天 也带到了一年一度紧张刺激的高考环节了 此刻其他人都在努力地复习功课 在这种学习的氛围下 大家都隐隐透露出一抹紧张感来 但是唯独林宇和孟浩两人是个例外 而且 两人的组合也很是奇葩 一个全年级第一 另一个却是倒数第一 两个人都是第一 倒也是绝配了 只是林宇属于自信的不屑学习 而孟浩却是自知考不上大学的放弃学习 宇哥 你想好了报考那所大学了吗 孟浩突然转头看着林宇询问道 嗯 还没有考虑 不过 我应该可以随便选吧 林宇随口道 孟浩一阵无语 宇哥 再有二十天我们就该分道扬镳 各奔东西了 到时候你若是发达了 可别忘了兄弟我 孟浩突然郑重其事地调侃道 是啊 时间过得可真快 林宇顿时间也感叹了一句道 对了 你有想好以后干什么吗 林宇突然询问道 暂时还没有头绪 不过 我想我应该会先玩一阵游戏 然后再出去闯荡江湖 孟浩淡笑着道 宇哥 自从上次你教了我意识和运营后 我现在已经达到大师段位了 马上就该王者了 想想 我还是一阵激动 孟浩接着说道 嗯 这么快 林宇微微诧异 快吗 我感觉还好吧 有空我就去玩两把 等高中毕业 我就能痛痛快快地玩一段时间了 孟浩一脸兴奋地说道 小耗子 你既然如此喜欢这个游戏 那我给你只一条路 林宇突然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说道 你知道游戏带恋吧 我觉得 你可以先从这方面入手 既可以玩游戏 还能赚钱 两全其美 林宇接着道 嗯 这也行吗 可是我感觉好像没多少人带恋这款游戏吧 孟浩略显迟疑地说道 那只是现在玩家还没有那么多而已 等到后期玩家多了 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火爆了 而且 你不光可以搞带恋 还可以做游戏视频 如果有信心的话 后期转账做主播也不错 林宇将自己心底的想法一一讲解道 嗯 我怎么没想到这么多 宇哥 你这脑袋挂不愧是学霸 听完你的讲述后 我突然感觉前途一片光明了 孟浩一脸兴奋地说道 当然 这些都只是我的建议 如果你有心想要往这方面走的话 不妨就按照我给你说的去做 林宇郑重地说道 宇哥 你放心 我肯定按照你说的方法和步骤去做 就当是一次自我创业了 孟浩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见此 林宇当即也不再多说什么 孟浩如果能按照他的指导去做最好 如果没有 也没什么关系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别人无权如干涉什么 时间飞逝 不知不觉间 就来到了下午放学 就在林宇收拾好东西 准备去吃饭时 他的手机 却是突然响起了一段短信提醒 微微惊疑 林宇拿起了手机查看 却是司徒解法来的一条暧昧短信 若雪 晚上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一起吃个饭 看到这条短信后 林宇没有丝毫惊讶 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司徒解在没有得到他之前 想必每天肯定都会来找他的 而这也是林宇欲擒故纵的计策 先每天吊着司徒解的胃口 然后再逐步通过接触 来让司徒解沦陷更深 最后自然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不过就在林宇想着 该怎么回复司徒解的短信时 他的电话却是突然响了起来 来电不是别人 正是司徒解 没有犹豫 林宇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后快速编辑了一条答应的短信 发送了过去 在教室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林宇是无论如何 也不敢接电话的 所以他只好先用短信搪塞过去 而另一边 司徒解在收到林宇答应的短信后 整个人脸上 却是浮现出了一抹得意的神色 他还不信 就拿不下林若雪了 换做以前的那些女孩 司徒解通常都是半推半就 直接搞定 事后给点钱了事 哪怕性子烈一点的 司徒解威逼利诱 也没少干 只要是他看上的女孩 几乎就没有逃脱他魔掌的 但是现在他对待林宇却不一样 他准备用自身魅力 去征服林宇 哪怕付出的代价要高一点 也无所谓 而这也是司徒解 一直对林宇相敬如宾的原因 不然他早在昨晚 就直接将林宇带到酒店给强办了 在和司徒解约定好地点后 林宇当即便匆匆地开始了准备 而晚上的自习课 林宇也直接让童施亚 帮他请假了 而童施亚一听到林宇晚上 又要请假后 整个人顿时间都不好了 不过他却又无法阻止 只能是看着林宇干瞪眼了 第九十九章 再次邀约 想了想 童施亚最终 还是决定问一下原由 林宇 你又要去干嘛 你不知道 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紧张感吗 童施亚微微皱眉嘟嘴道 不是还有十多天吗 我真有事 而且就今晚一次 我保证下不为例了 林宇信誓坦坦地保证道 看见林宇那认真的表情 童施亚心底 却是不禁暗自思索了起来 但是他却又想不到林宇究竟要去干嘛 那好吧 希望你不要骗我 不然 哼 说着 童施亚娇哼一声 还用手比划了一个拧耳朵的动作 看见童施亚此刻 和以往判若两人的可爱模样 林宇都差点忍不住 想要在他水嫩的脸上捏一捏了 好在最后 还是理智战胜了上风 不知为何 林宇总感觉 今天的童施亚变得不一样了 在他面前时 好似多了几分撒娇给卖萌的性子 而在别人面前时 却又是冷若冰霜的高冷形象 这让林宇很是不解 不过此刻 他却也想不了那么多 只当是童施亚对他的好感度增强了 得到童施亚的同意后 林宇便没有多做停留 当即便快步地朝着学校外面而去 而童施亚 却是如同做贼一般 悄悄地瞄了一眼四周后 这才小心翼翼地返回了教室里 自从上一次被人拍照举报后 童施亚变得小心谨慎了许多 以防再被人得算计了 不过让童施亚感到困惑的是 他明明已经使用出自己的 无敌撒娇卖萌末术了 可是凌羽却依旧 还是一副淡然的模样 这让童施亚的自信心 很受打击 不过一想到凌羽那隐藏的女装属性 童施亚顿时便又释然了 看来这是一个艰苦 且又漫长的道路 想要掰正凌羽的三观 我还需要再努力 童施亚暗自在心底想到 此刻的他已经又变身成为了一个无敌美少女了 因为和司徒杰约定的是在学府小区门口见面的 所以凌羽便直接等在了这里 而今天的他则穿上了第二套粉蒙回忆系统时装 如果说昨天的凌羽是高贵而不可侵犯的仙子 那么今天的凌羽就是一个甜心可爱的少女形象 在等待了约莫十分钟左右 司徒杰那辆标志性的绿色蓝薄金尼 便出现在了街区的入口位置 似乎司徒杰也看到了凌羽 猛然就是一阵加速朝着凌羽所在的位置行驶了过来 兰博基尼发出一阵咆哮的轰鸣声 惊得四周的行人一阵侧目 若雪 让你久等了 带来到近前 司徒杰摇下车窗 对着凌羽露出了一抹和煦的笑容道 没有 我也刚到这里 凌羽微笑着回应道 在众人一阵羡慕和极度的目光中 司徒杰从车里拿出了一束鲜红的玫瑰花来 随后他静止地朝着凌羽而来 今天的司徒杰穿了一身价格不菲的白色休闲西服 头发也是油光蒸亮的飘逸发型 脸上更是如同抹了粉底一般的白净 显然他是精心打扮过的 在看到司徒杰今天的形象后 凌羽当即也是不免微微一惊 不过 随即凌羽又立马恢复了平静 只当司徒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白脸了 喜欢吗 这是我特意为你精心挑选的 99朵玫瑰花 司徒杰微笑着将手里的玫瑰花 送到凌羽面前道 周围路过的众人见状 却是纷纷不免泛起了羡慕之色 更有一些花痴女 已经被司徒杰表面上的浪漫主义给迷住了 哇 好浪漫啊 那个女人要是我该有多好 年少帅气又多近 这简直就是 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你们别拦我 我要去找我的白马王子了 开着兰博基尼的高富帅 我感觉我要沦陷了 哪怕只和他愉快地度过一天 我也满足了 一时间 四周的花痴女们纷纷呢喃道 不得不说 司徒杰这首浪漫主义 还是挺招女孩子喜欢的 也难怪他能抛到无数的女孩 成为情场老手了 当然 物质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的一部分 不过这样的招式对凌羽无用 因为身为男人的凌羽 当然是最懂男人的 谢谢 接过司徒杰递来的玫瑰花 凌羽淡淡地回应道 一时间 司徒杰有点微微错愕 这似乎和他之前 想的有点不一样 原本司徒杰还以为 自己的这招浪漫主义 可以俘获林若雪的芳心 再不计 也能增加好感度不是 可是现在他看凌羽的表情 却是并没有丝毫情感波动 简直就像是吃饭喝水一般 稀松平常 这让司徒杰一时间有点接受不了 毕竟他曾经可是靠着这一手 俘获了不少的女孩 简直就是百事不爽 屡战屡胜 而这也奠定了他情场 老司机的称呼 不过转念一想 司徒杰却又释然了 林若之所以吸引他 还不正是因为 这股高冷而不可泄毒的气质吗 如果这就样简单的征服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 顿时间 司徒杰一扫颓废 却是又变得斗志昂扬了起来 若雪 上车吧 今天我带你 去一家特色餐厅 保证让你流流忘返 司徒杰神秘一笑 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道 对此 林若只是微笑回应 随即便坐上了副驾驶 而那些原本还打算凑上来 勾搭司徒杰的一众花痴女们 此刻也黯然失色地 在车尾气里凌乱了 随着兰博金尼 驶离凌晨一中附近 天色也是渐渐地阴暗了下来 城市里的霓虹灯 开始了闪烁 而这也预示着 一天夜生活的开始 司徒杰驾驶着兰博金尼 一路畅通无阻 七拐八拐后 终于是停到了一家 高档的特色酒楼面前 此刻这里的停车场 已经汇聚了不少的高档豪车 显然来这里消费的 都不是一般人 待凌羽和司徒杰下车后 一旁的保安 便立刻小跑着迎了上来 脸上更是堆满了笑容 见此 司徒杰直接便将车 要是丢了那个青年保安 随后带着凌羽 便朝着酒楼内走去 一进入大厅 金碧辉煌的装饰 便映入了凌羽的眼帘 训练有素的服务员小姐们 也是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两边 仿佛是为了迎接两人的到来一般 第100章 忍辱负重 看见这个排场 凌羽都不禁 暗自在心底震惊 都说有钱人会玩 今天凌羽算是见识到了 就在两人刚步入大厅后 一身穿黑色职业西装的中年男子 却是突然迎了上来 他油光满脸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看见司徒杰 就好似看到了亲爹一般热情 杰少 早知道你过来了 我就到门口来迎接你了 油腻中年笑着羡慰道 不用 我让你准备的 你安排好了吗 司徒杰微微一笑询问道 已经准备妥当 两位请随我来 油腻中年恭敬回答道 随即带领着司徒杰和凌羽 前往了楼上的厢房 三人一路直接来到了 666号的豪华包间 而此刻 这里面已经摆放了一桌 极为丰盛的晚餐 各色山珍野味应有尽有 精致的摆盘和雕花异常的好看 浓郁的香气 更是充斥了整个房间 将司徒杰和凌羽带到后 油腻中年便悄悄地退出了房间 并关上了房门 若雪 这里的特色菜口味一直不错 快尝尝看 司徒杰在一旁提醒道 有钱人的生活还真是任性啊 看来这司徒杰还挺懂得享受生活的 看着豪华包间里奢华的装饰 以及桌面上摆放的精致大餐 凌羽不禁暗自在心底扎舌道 微微惊诧后 凌羽便直接落座了下来 而司徒杰则坐到了凌羽的对面 同时 她的手里还多出了一瓶红酒来 在为凌羽倒了半杯红酒后 司徒杰又为自己倒了一杯 随即才端起酒杯来给凌羽碰杯 若雪 能认识你 我很高兴 因为我在你身上 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特殊感觉 这种感觉让我痴迷 让我陶醉 让我无法自拔 你明白我的感受吗 司徒杰一脸情深意怯地看着凌羽道 听到司徒杰的话语 凌羽心底咯噔一声 一种不妙的感觉浮上心头 同时她也在司徒杰肉麻的话语 还感到一阵的恶心想吐 我现在脑海里充斥了你的身影 一刻见不到你 我就会感觉浑身难受 为了你 我愿意做任何事 若雪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司徒杰目光炽热地盯着凌羽 仿佛下一刻就忍不住想要吃掉凌羽一般 司徒公子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们还是边吃边聊吧 凌羽插开话题道 好吧 是我唐突了 我们边吃边聊 司徒杰神色突然放缓 微微一笑道 顿时 凌羽压力大减 刚才若非她想着系统任务 恐怕就会直接拒绝了 但想了想 凌羽决定再深入一步 这样 她可以在司徒杰心底印象更加深刻 系统任务的完成率也最高 若是贸然结束任务 凌羽害怕任务会失败 到时候 她可输不起 所以最终 她还是保守起见地选择了 再次欲擒故纵 而司徒杰在见到凌羽插开话题后 心底的臊痒 却是更加难耐了 换作以前 司徒杰恐怕早就霸王硬上弓了 但是对待凌羽 司徒杰总想要彻底地 用魅力去征服她 所以她强行压制住了自己躁动的内心 陪着凌羽相敬如兵 很快 两人便喝着红酒吃起了大餐来 而在此期间 司徒杰还不忘依依和凌羽介绍 食材的本身和出处来 这是大泥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娃娃鱼 纯叶生环境养殖的 弱雪 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司徒杰说着 便加了一块雪白细腻的鱼肉 放到了凌羽的碗里 看着司徒杰的一阵现阴情 凌羽心底 却是一阵郁闷加怒火 如果可以 他真想将这盘娃娃鱼狠狠地盖在司徒杰的脸上 吃饭就吃饭 你老给我夹菜算怎么回事 还真当我想吃你口水不成 凌羽暗自在心底赋匪道 当然 在系统任务没有完成之前 凌羽是不敢暴露自己身份的 强忍着不是 凌羽最终还是勉强吃完了这一顿大餐 不过司徒杰给他夹的菜 他却是一块胃冻 一顿鲜美的山珍野味大餐 凌羽吃的却是胃同嚼辣 享受没有一丁点 更像是在受罪 吃过晚餐后 司徒杰却是突然提议去KTV唱歌 凌羽原本是打算拒绝的 可是一想到系统任务 凌羽便又只好答应了 没有多坐停留 司徒杰直接又开车带着凌羽 来到了闹市区一家名为 帝王KTV的包房 依旧还是最豪华的待遇 司徒杰直接带着凌羽 来到了一间帝王包间里 此刻这里 已经有好几人开始在喝酒唱K了 有男有女 似乎他们此刻正玩得不亦乐乎 而司徒杰和凌羽的到来 无疑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两人身上 杰少 你怎么现在才来 兄弟几个都等你好久了 包厢里 一身穿酒红色休闲西服的青年 朗生说道 看见这个身穿酒红色西服的青年 凌羽只感觉一股闷骚之气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你们急什么 司徒杰淡笑着回应道 随即 他却是带着凌羽 静止来到了真皮沙发旁坐了下来 杰少 你带来的这位美女是 又一身穿黑色衬衫的青年 目光灼热地盯着凌羽 不解询问道 在司徒杰和凌羽进来的一瞬间 几人便已经注意到了凌羽了 顿时间几人 都不免为凌羽的清纯美丽 而感到震惊 但是碍于司徒杰的面子 所以 几人便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叫林若雪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今天带他一起过来玩玩 司徒杰笑着 向几人介绍道 看见司徒杰脸上的笑容 在场的几个青年 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当即几人脸上 都不免浮现出 一抹隐晦的笑容来 同时 这几人看向林若的目光 也是变成星号星号裸的色欲和贪婪 在介绍完林若后 司徒又开始向林若 介绍起在场的其他几个青年来 这位是王爷 王少 这位是杜涛 杜少 这位是李承 李少 司徒杰 依次为林若介绍在场的 其他三个青年男子道 问言 林若向征信地朝三人点头示意 算是打过招呼了 相互介绍了一番后 几人便又开始玩乐了起来 而他们身边的女人 更是心好心好地 开始卖弄了起来 一些大尺度的动作 也是不断出现 第101章 帝王KTV 对于这样的场面 林若倒是见怪不怪了 所以她倒也没有什么反应 这几个衣着暴露的女人 不断地和王岩几人拼酒玩游戏 更有甚者 已经坐到了对方的怀里 开始了动手动脚 不过让林若没想到的是 王岩几人的目光 却是时不时地瞄到她身上 哪怕温香软玉在怀 他们几人的目光 却依旧还是不免看向了林若 好在此刻 这里有着巨大的音响声 和闪烁的霓虹灯 所以 林若也只当作是不知道 对于自己的魅力 林若还是有那么几分自信的 虽然在场的几个女人 颜值和身材都还不错 但是比起林若来 可就差远了 也不怪王岩三人 会时不时地盯着林若了 实在林若的诱惑力太大了 他们不想注意都难 但是 林若是司徒节带来的人 他们却也只能看一看过过演艺 眼看王岩几人 都有女人陪着玩乐喝酒 司徒节时间也将目光投向了林若 同时 她的手里也多出了两罐啤酒来 若许 我们也来喝几杯吧 司徒节泛起一丝微笑道 对此 林若没有拒绝 在和司徒节碰杯后 便开始喝起啤酒来 而就在林若和司徒节喝酒的时候 黑衬衫的杜涛 却是突然站了起来 她的目光深深地看了林若一眼 随即便点了一首光辉岁月唱了起来 只是让人难受的是 她的唱功太差劲了 简直就和噪音也没有什么区别 听得众人是一阵的无语 你还是别唱了吧 别人唱歌要钱 你唱歌要命啊 一旁的王岩笑着调侃道 说得好像你比我唱得好听一样 你的水平也好不到哪去吧 杜涛不服地反驳道 顿时间几人便相互调侃了起来 而这时 那三个陪着王岩几人的陪酒女 却是突然纷纷起身站了起来 随后三人便开始了新一轮的点歌 只是他们的目光 却是挑衅似的落在了林若的身上 司徒节和王岩几人还没有察觉 但是林语却是清晰地感觉到了 其实在一开始 林语便已经察觉到他们挑衅式的目光了 但是林语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 他也犯不着和三个陪酒女计较什么 但是此刻 再一次感受到三女挑衅的目光后 林语却是不禁微微皱眉来 想了想 林语瞬间便明白 问题出在哪里了 想必是因为自己的出现 这才导致王岩几人的注意力 都被他给吸引了 三个陪酒女自然也就开始嫉妒了起来 所以最终便成为了现在挑衅式的目光 小美女 你会唱歌吗 要不我们一人来一手怎么样 三女中身穿红色轻薄纱衣的女人 轻笑着提议道 这个还是不用了 林语直接拒绝道 别骂 既然都是来玩的 不唱歌有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觉得无聊吗 红衣女子再次说道 若许 你就唱一首吧 正好我也想听听你甜美的歌声了 司徒节见状 当即也是复合道 对啊 美女 来 KTV玩 不唱歌怎么行 多少来一首呗 王岩顿时间也是双眼放光的复合道 眼看几人的目光都充满了期待之色 林语也不好推脱了 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简单地唱一首吧 林语淡淡回应道 听到林语同意 司徒节的脸上泛起了一丝期待和得意之色 在场的其他几人不了解林语的唱功如何 但是司徒节却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不是那次孝庆活动 他恐怕也没机会认识到林语了 而一旁的三个陪酒女见状 心底却是不禁冷笑了起来 虽然他们自认颜值和身材上比不过林语 但是他们有信心在唱歌上压制林语一头 哪怕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鄙视 但他们依旧还是想要在林语身上找回一点优势来 只是相比于三个陪酒女羡慕极度恨的心思 司徒节和王岩几人的目光却是完全落在了林语的身上 他们的眼里纷纷闪过了一抹贪婪之色 仿佛要将林语就地正法一般 对于几人的小心思 林语尽收眼底 不过他的目标是司徒节 所以他便没有理会王岩几人隐晦的色欲 只是一旁的司徒节 却也是注意到了王岩几人贪婪的色欲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不悦之色 就仿佛是自己的宝贝被他人觊觎了一般 这让司徒节感到很是不舒服 但他又不能多说什么 毕竟林语是他自己带过来的 眼睛长在别人身上 人家看一眼也不犯法 隐隐的 司徒节突然有点后悔 带林语来这里了 他发现 林语的魅力实在是太强了 是个男人 恐怕就抵抗不住林语的魅力 用红颜祸水来形容也不为过 一时间 包厢里几人都是各自心思不一 似乎纷纷都在计算着自己的小算盘 对此 林语但是不以为然 反正他只是来做系统任务的 任务一旦完成 到时候 他才懒得去管司徒节几人的情况 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中 三个陪酒女终于开始了唱歌 首先登场的自然是红衣女子 她演唱了一首《为情所伤》 虽然比不上专业歌手 但是在这KTV里面却也够用了 而接下来的其余两女人 也是分别各自尝唱了一首 爱火和遗失的心跳 效果倒也不错 三女唱罢后 目光一致地看向了林语 他们倒想看看 林语唱得怎么样 有没有他们唱得出色 看见三女挑衅时的目光 林语开始思索了 该唱什么歌来比较符合当下的情况 想了想 林语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最终她将目光锁定在了系统上 莉莉 系统可不可以兑换歌曲 林语当即便期待地询问道 主人 系统无所不能 兑换歌曲 当然也只是小意思了 请问主人 你要兑换什么歌曲 莉莉立马解释回应道 嗯 那就随便来点当前主流的歌曲吧 想了想 林语突然道 文言 莉莉没有迟疑 立马开始寻找了起来 只是不过两秒 莉莉便找不到了不下于白首的此类歌曲 第102章 词曲只阴天尚游 林语的目光不断扫过 最终却是停留在了梁静如的勇气这首歌上 这首可是说是比较经典的大众歌曲了 林语当即便花费了一千魅力值 将这首的曲谱和唱腔都给兑换了出来 不过正当林语准备去KTV的点歌台 寻找这首歌曲的伴奏时 他却惊恶地发发现 这里似乎并没有收录这首歌 微微惊讶 林语随即却是立马又打开了手机搜索来 但是这一搜索 林语顿时间又是一惊 因为他居然在网上丝毫搜索不到 关于这首歌的一丁点信息 顿时间 林语陷入了呆滞之中 莉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微微稳定心神 林语迷惑不解地询问道 主人 这是正常现象 你也可以理解为蝴蝶效应 因为你的出现 所以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些偏差 原本的一些诡计也发生了改变 就好比同诗亚 因为你的出现 它原本的诡计便产生了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环环相扣 莉莉耐心地解释道 听完莉莉的解释 林语却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不过对于蝴蝶效应 林语还是明白的 简单来说 就是北半球的一只蝴蝶 煽动翅膀 而它所引起的反应 却有可能是南半球的一场风暴 不要小瞧任何一个不经意的举动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举动 你的人生便会产生很多的变数 想明白了这些 林语当即便释然了 同时 她的心底 还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 如果《勇气》这首歌 现在还没有被创作出来 那岂不就是 属于我的原创歌曲 貌似现阶段的网络歌手 也才刚刚起步吧 林语暗自在心底想到 不过一旁的司徒杰几人 见到林语愣神后 却是纷纷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若雪 你怎么了 司徒杰面露担忧之色地询问道 听到司徒杰的话语 林语这才从脑海的思绪中回过神来 没 没事 我想唱的歌这里没有 所以我准备轻唱一下 唱得不好 还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林语面露歉一道 听到林语的话语 司徒杰和王妍己人皆是一愣 同时 他们也好奇了起来 林语究竟要唱什么歌 要知道这帝王 KTV可是属于高档 KTV 这里面几乎含阔了现今所有的主流音乐 林语竟然找不到自己想要演唱的歌曲 这不由的 让在场所有人都好奇了起来 不过一旁的三个 陪酒女 却是不以为然 他们纷纷面露鄙夷之色 只当是林语害怕出丑 所以才找这个借口的 对此 林语压根就没有多做什么解释 而是清了清嗓子 回忆了一下脑海里熟悉的旋律和歌词 当即便拿起话筒 准备开始清唱 虽然没有伴奏 但是林语此刻的大脑 就是他的伴奏音响 所以他完全沉浸了进去 跟随着自己脑海的节奏 开始了清唱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随着林语甜美柔和的嗓音响起 司徒杰和王妍己人 都纷纷露出了惊诧之色 而一旁的三个 陪酒女此刻也是脸色微变 他们没有想到 林语唱歌的功底竟然如此之吼 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 居然还能唱得如此动听 简直就像是经过了后期修音一般 虽然只是刚开始的前奏 但是他们便已经很湿入迷了 纷纷放下了手里的酒杯 开始仔细地聆听了起来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林语这时也终于是 唱到了高潮部分 就连他自己都似乎已经 沉浸到了这首音乐中了 不过林语不知道的是 正是因为他唱的这首歌 让一旁的司徒杰 心底却是泛起了惊涛骇浪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难道这是若雪在故意暗示我吗 司徒杰暗自在心底想到 对于司徒杰心底的想法 林语此刻不知道 若是他知道 因为的自己歪打正着 而让司徒杰产生了这么多的心理想象 林语恐怕会无语到报 伴随着最后尾声的落下 林语终于是将这首勇气 用轻唱的方式给演唱了出来 不过让林语微微惊讶的是 此刻在场的几人 都还微微闭目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 连歌曲结束了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嗨嗨 林语故作矜持地倾咳了两声 这才将司徒杰和王妍几人给唤醒了过来 而一旁的三个陪酒女 此刻早就已经被林语的歌声给震惊了 纷纷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林语 之前的羡慕极度恨 也早就消失无踪了 之前他们一直以为 林语不过也只是司徒杰的一个马子而已 凭什么摆出一副高冷尊贵的神色 大家都不过是一路货色而已 就没必要这么装高贵了 但是此刻他们才明白 林语和他们不一样 至少林语的唱功便不输专业歌手 其次 林语身上的气质也不是他们可以比拟的 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三个陪酒女自然也就熄灭了攀比的心思 对此 林语倒是不以为然 她更在意的是 任务究竟要何时才能完成 这都已经快三天了 结果她还没有用自己的十六群 将司徒杰给征服下来 这不禁让林语有点微微着急了 啪啪啪啪 就在林语愣神的这一刹那 一阵掌声却是突然响彻了整个包厢 却是司徒杰回过神来后开始了鼓掌 有了司徒杰的带头 王妍几人也纷纷一脸热切地看着林语 开始了鼓掌 若雪 这首歌简直太好听了 你的声音更让我如痴如醉 久久不可自拔 司徒杰专挑好词夸赞道 没错 若雪小姐的歌声简直太美妙了 而且 这首歌也是 我从未听过的 已经可以堪称经典了 王妍顿时也是满脸堆笑地夸赞道 若雪小姐的嗓音柔美悠扬 宛若仙音绕梁 不绝于耳 杜涛也是随即夸赞道 词曲只因天上游 人间能得几回文 李诚更是文周周地夸赞了起来 对于几人鳄鱼奉承的吹捧 林语只感觉自己的尴尬 都快犯了 鸡皮疙瘩更是掉了一地 第103章 超级解酒玩 看着此刻霓虹灯闪烁下气质清纯可人的林语 司徒杰只感觉自己心脏一阵悸动 如果说一开始 她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 那么现在的她便已经彻底沦陷了 若雪 这首歌曲为什么我从未听过 难道这是你自己原创的歌曲吗 司徒杰突然开口 面露好奇之色地询问道 嗯 算是吧 微微沉吟 林语便直接承认了下来 现在这首歌本就属于空白状态 而林语又是第一个演唱者 那么说是原创也不为过 虽然显得无耻了一点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事件了 所以 林语也没有了心理负担 而司徒杰和王妍己人 在听到这首歌 竟然是属于林语的原创歌曲后 纷纷更是露出了惊诧的神色 虽然女人只要漂亮 就会显得很有气质 但是一个学识涵养能力出众的女人 则更加讨得男人的喜欢 司徒杰无疑就是这种人 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高冷女总裁 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她有钱吗 我想不是的 虽然钱占到绝大因素 但是高冷美女自身的气质和魅力 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恰巧的是 林语此刻带给众人的 就是这种感觉 这一刻不光是司徒杰 王妍 杜涛和李诚 看向林语的目光都充满了炽热之色 眼底的抹一抹占有欲 更是不加掩饰的显露了出来 欲带王冠 必成其重 好在林语现在 已经逐步练就了一身抵抗之力 对于几人热切的目光 林语还是能做到泰然自若的 来来来 我们喝酒 察觉到气氛微微有点不对 司徒杰赶紧招呼王妍几人道 试图打断几人的念想道 小红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呢 还不快过来 陪王少 杜少和李少喝酒 司徒杰又将目光转向了三个陪酒女道 问言 三个陪酒女 这才快不来到了王妍几人身边坐下 随即又是一阵不可描述的亲密举动 但饶是如此 王妍几人的目光 却依旧还是时不时地看向林语 隐隐透露出几分深意来 而一旁的司徒杰健壮 心底却也是不舒服 林语是她带来的 怎么说 也是她的人了 可是现在 却被自己的几个兄弟给惦记上了 这让司徒杰 隐隐有种不妙的感觉 妈的 都说朋友欺不可欺呢 这三个色批 肯定想挖我墙角 司徒杰暗自在心底郁闷地想道 要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司徒杰恐怕压根 就不会带林语过来 而这时 王妍几人 已经开始端着酒杯 和林语不断地碰杯喝酒了 虽然他们的身边 还挂着陪酒女 但是他们的心思 却已经飘到了林语这里 司徒杰见状 原本想替林语挡酒的 不过她心底却是 突然多出了一抹心思来 所以 便也没有阻止 眼看林语已经好几杯啤酒 下毒了 可是她的脸色 却是没有丝毫的变化 这可把司徒杰给急坏了 如果林语不喝醉 她哪来的机会 原本她还想着 趁这个机会拿下林语的 但是现在看来 冒死她的计划 赶不上变化了 想了想 司徒杰顿时间 也加入了和林语喝酒的行列中 四人一同开始轮番上阵 林语一时间 也察觉到了四人的意图 她在心底 也是暗暗警惕了起来 虽说她的酒量还不错 但是面对四人的轮番敬酒 林语还没有自信到 可以以一敌似的地步 所以她此刻已经开始在脑海里 思索破局之法了 莉莉 有没有什么 可以防止我喝醉的道具 林语暗自沟通了系统精灵 莉莉道 主人 我为你推荐一款超级解酒药丸 有了它 你将会拥有千杯不醉的神奇能力 莉莉立马回应道 超级解酒药丸 你该不会趁火打劫吧 说说看 需要多少魅力值 林语不动神色地询问道 主人 你也太冤枉我了吧 这款超级解酒药丸 不要999 不要998 只要两千魅力值 即可兑换 林语一阵无语 她就知道 事情不简单了 虽然现在两千魅力值 对于林语来说不算多 但是 这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啊 而且 这超级解酒药丸 貌似还只是时效性的 过了时间就失效了 这让林语有种不划算的感觉 不过一想到那个坑爹的系统任务 林语便又妥协了 微微迟疑后 林语直接便花费了两千魅力值 兑换了一枚超级解酒药丸出来 随后 她趁着司徒节几人不注意的时候 便直接吞服了药丸 因为这枚超级解酒药丸的时效 有两小时的缘故 所以林语倒也不担心 被司徒节和王妍己人灌趴下了 不过 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 林语还是极力装出了一副 醉意朦胧的样子来 这样便给了司徒节和王妍己人动力 哪怕他们已经喝得有点撑了 但他们 却依旧还在强撑 虽然诧异林语的酒量 但是几人都没有多怀疑什么 脑子里竟想着灌醉林语后的场面了 喝到最后 司徒节便率先撑不住地倒在了沙发上 随即 王妍 杜涛和李成 也是相继醉得不省人士 就连三个陪酒女此刻 也是醉得倒地不起了 原本还想着灌醉林语 可是到头来 却是灌语一人 把他们给全部喝趴下了 看着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的几人 灌语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灰心的笑容 换作以往 灌语肯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但是因为司徒节 关乎到系统任务的完成 所以灌语便没有这方面的心思 微微站起身来 灌语却是感到自己的小腹 一阵胀痛 显然是酒喝太多的缘故 没有多想 灌语直接出了包厢 朝着厕所的方向便走了过去 而在灌语进入洗手间后 一道身影 却也是紧随其后地 来到了洗手间门口 不过她却并没有进去 而是站在门口 开头观望起来 嗯 刚才那个女人 貌似走进了男厕所里 看来我有必要教教她男厕所 正确地打开方式了 年轻男子露出了一抹猥琐的笑容 喃喃道 第104章 厕所遇袭 而灌语压根就没有注意到 身后跟随而来的年轻猥琐男子 此刻她只想痛痛快快地放个水 不过在路过洗手台的镜子前面时 灌语这才注意到 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 她这才发现自己 似乎犯了一个习惯性的错误 穿着女装的她 上的却是男厕所 这怎么看都怎么不对劲 不过 要是真让灌语去上女厕所 灌语也做不出来 这样毁三观的事 好在此刻 这里没有别的男人 灌语暗自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当即便也钻进了一个隔间里 并锁好了房门 而就在这时 那名尾随凌语而来的猥琐年轻男子 却也是鬼鬼祟祟的 进入到了男厕所里 猥琐男子扫视了一眼四周 最后却是将目光锁定在了 唯一紧闭的隔间上 她准备待会 趁着凌语出来时 直接便扑上去 给凌语一个惊喜 嘿嘿 这可是 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三年不亏 一年大转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 猥琐男子黑黑地笑道 虽然猥琐男子发出的动静很小 但听觉灵敏的灵语 还是察觉到了情况不对 微微思索一番后 灵语便准备直接换下女装 然后再出去 在把司徒结合 王妍己人喝趴下后 灵语便已经准备离开了 只不过因为尿急 才耽误了时间 所以她索性 也就在厕所里 保险起见地换下了女装 五分钟后 换下女装身份的灵语 打开了房门走了出去 谁知道下一刻 一年轻猥琐男子 便扑了过来 灵语神色一致 一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她的身体 在体质增强后 神经反应方面 却也是大大提高了不少 所以 在看到猥琐男子扑过来时 灵语条件反射般的 就是一脚踹出 碰 哎呦 一声闷响过后 还伴随着一道男子 凄惨的痛呼声响起 看着倒在地上的 年轻猥琐男子 灵语一时间 还没有搞清楚 是什么状况 你 你 你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个女人呢 年轻猥琐男子 回过神来后 一脸震惊地看着灵语道 这句话 应该我问你吧 你躲在门口 鬼鬼祟祟地干什么 该不会是想 做什么伤天害理 违法乱计的坏事吧 灵语似笑非笑地 盯着猥琐男子道 年轻猥琐男子 长着一副尖嘴猴猜的面容 身材更是十分的瘦弱 脸上还戴着一个黑矿眼镜 给人的感觉 就带着一抹猥琐的气息 这怎么可能 我绝对不可能看错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遇到传说中的女鬼了吗 没有理会 灵语的发问 年轻猥琐男 却是陷入了 自我否定怀疑的情绪之中 看到这个情况 灵语当即也是大致地明白了事情经过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意外事件 想到这 灵语不禁暗自佩服自己的警觉性 差点就暴露自己女装大佬的身份了 没有理会陷入自我否定和怀疑的年轻猥琐男 灵语静止地朝着外面走去 而在路过年轻猥琐男时 灵语抬腿就是一脚 将她给踹晕了过去 也算是对她的一种惩罚了 在离开了帝王KTV后 灵语直接便返回学校 不过由于时间太晚了 恐怕早已经关门了 为了方便 灵语直接便在附近找了一家宾馆住了下来 一夜时间眨眼便过 一日 灵语早早地便退了房赶回了学校 而这时童施亚也是 恰好来到学校 她的手里还提拎着一份早餐 显然就是为灵语准备的 顿时间 灵语有了那么一丝丝的感动之情 吃着童施亚带来的爱心早餐 灵语的生活别提多惬意了 原本灵语还以为司徒杰今天还会来找她的 可是一整天下来 却是没有半天动静了 一时间 灵语有点微微担心起来 她有点担心 自己的欲擒故纵数玩得太大了 到时候若是错过了机会 那么她的任务也就该失败了 看了看还剩下不到三天的任务时间 灵语突然没底了 不过她准备再静观其变 以她对司徒杰的了解 应该不至于就这样放弃的 等待的时间总是最无聊的 眼看高考时间已经不足半个月了 别人都在努力地复习资料 而灵语却是在盘算着自己的魅力值 这两天 她的魅力值又增加了不少 抛开她花掉的几千魅力值 此刻她的还剩余了近十万的魅力值 原本灵语准备再换取一套 附带加成更牛比的系统时装的 但是想了想 灵语最终还是决定先不兑换了 系统真正牛比的道具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的魅力值 若非这一次 她误打误撞地上了新闻头条 恐怕还赚不到这么多魅力值 所以她打算还是省点花 留到关键的时候再用 看过了魅力值 灵语又打开了自己的微博 查看涨粉情况 却发现自己现在已经获得了二十多万的粉丝关注 只是相比于之前的涨粉速度 现在变得缓慢了许多 顿时 灵语都有点想念编辑沐浴找水军黑她了 又随手上传了几张更新章节后 灵语便关闭了微博 登上了贴吧论坛查看情况 论坛的情况也和微博差不多 在热度退去之后 她也只剩下一些小说的粉丝们在持续追读 而魅力值的涨幅肯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网络便就是这样 有了热度什么都好 没了热度便又会回归到平常状态 对于炒作热度 灵语暂时该没有打算这么做 一来她独自一人没有工作室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炒作自己 二来她也很不喜欢这样毫无营养的推广炒作 微微思索了一番后 灵语便决定暂时先这样吧 待她完成了系统任务 以及高考之后再做打算 那时候 她便有了更加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去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下午 就在灵语正准备着和孟浩 以及同师亚一起去吃点东西时 罗军几人却是突然找了上来 他们的脸上还隐隐带着几分小人得志的神色 灵语 我们旭哥有事找你 是男人的话 就跟我们来 罗军语气傲然地说道 似乎已经忘记了那天在宿舍向灵语求饶的事了 第105章 找查 看见罗军几人的来到 孟浩和同师亚的脸色都不禁变换了一下 隐隐透露出一抹不安之色来 罗军 你们什么意思 张旭东现在没脸见人了 便派你们几个过来了 孟浩与带讥讽之意地看着几人道 虽然对方人多 但是自从上次看到灵语一人 就将罗军几人收拾得服服贴贴后 孟浩心底的胆气便大了几分 所以说话时 自然也就不带聚色了 孟浩 我劝你 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 免得到时候 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罗军神色一沉 与带威胁道 随即罗军的目光又锁定在了灵语身上 灵语 你到底敢不敢和我们走一遭 莫非是怕了不成 罗军使出了一招十分拙劣的激将法道 你们说去就去 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还是回去让张旭东自己来吧 你们还不够格 灵语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容道 你 听到灵语霸气的话语 罗军四人的神色 都是变得十分难看 想说什么 却又一时间说不出来了 换作以往 罗军几人恐怕早就动手了 但是自从那天的遭遇过后 他们便不敢了 自知不是灵语的对手 几人便也不敢妄动 只是这貌似和他们一开始想的不一样 原本罗军四人还以为只要记一下灵语 灵语便会上到了 但是他们却压根没料到 灵语根本不吃这一套了 眼看请不动灵语了 罗军四人却又无可奈何 指的是愤愤然地走了 看着罗军四人离开的身影 童诗雅脸上却是露出了一抹诧异和不解的神色 原本他还以为这四人要和灵语打起来了 但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后 却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顿时间 童诗雅不禁又对灵语产生了极大的好奇之色 上一次司徒杰带人赌门时 童诗雅便已经很是好奇 灵语究竟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而今天看到罗军四人后 童诗雅突然发现 自己似乎并不是很了解灵语 而灵语身上也仿佛有着一层神秘的迷雾 在吸引着他去揭开一般 嗨 还以为他们多牛逼呢 没想到竟然就这么走了 真让人扫兴 孟浩一脸无趣地郁闷道 嗯 那要不要我把他们叫回来 和你单独PK一下 灵语似笑非笑地打趣道 啊 这还是不用了 孟浩神色一致 立马怂了 听到两人间斗趣的话语 童诗雅却是在一旁 不禁无嘴偷笑了起来 不过也正因为童诗的笑声 四周众人的目光都聚焦了过来 纷纷都好奇地看向了三人 不为别的 实在是童诗雅的出现太过显眼了 而且 以前的童诗雅 从没出现过今天一样的笑容 这不禁让众人都微微惊诧 感受到来自四周惊诧的目光 童诗雅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立刻便停止了笑意 恢复了原本冰清玉洁的高冷气质 而灵语健壮 却在心底不停叹息 原本她还想低调一点的 可是谁知道童诗雅却非要追来 就像是一块牛皮糖一样 甩都甩不掉了 对此 灵语感到很是苦恼 先吃饭吧 想吃什么随便点 今天我买单 叹息了一声 灵语豪气地说道 听到灵语的话语 孟浩和童诗雅结实一惊 纷纷诧异地看向了灵语 语哥 你这也太扣了吧 食堂的饭菜 顶添了也才几十块 真要有诚意 不如带我们去外面吃怎么样 孟浩诡精诡精地提一道 童诗雅没有说话 但是脸上却露出了一抹 若有所思的神色来 不过就在灵语还打算再说点什么的时候 一旁却是突然出多了几道人影来 灵语 我现在过来了 敢和我们走一趟吗 张旭东一脸阴沉地看着灵语道 同时 她的目光还时不时地撇向了一旁的童诗雅 眼底更是闪过了一抹不甘的怒火 听到张旭东的话语 灵语微微诧异 她没想到 自己随口的一句话 竟然真就把张旭东给叫来了 看来你已经做好了实权的准备了 那好吧 我就跟你们走一趟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灵语淡笑着道 只是灵语的话语刚落 童诗雅便忍不住地开口制止了 你不能去 童诗雅神色坚定地说道 张旭东 你究竟什么意思 非要给我们杠上了不成 孟浩也是一脸不悦地看着张旭东道 只是张旭东 压根就没有回应孟浩的话语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灵语 仿佛是要喷发出火焰来一般 走吧 前面带路 灵语神色淡然地继续道 仿佛压根就没有将张旭东的准备当回事 灵语 你要去干什么 我不许你去 眼看灵语竟然不听自己的劝阻 童诗雅当即便急了 一把挡在了灵语面前 没事的 我去去就回 保证不会耽误晚上自习 灵语笑着安慰道 童诗雅原本还想再说点什么的 灵语却是突然朝着她露出了一抹安心的眼神 这种感觉童诗雅似沉相识 所以一时间她便也没有了劝阻 雨哥 我和你一起去 孟浩突然道 我也要去 童诗雅却也立马附和道 眼看两人都摆脱不掉 灵语当即也只好是同意了 而一旁的张旭东健壮 脸色却是阴沉的可怕 明明这一切都是因为童诗雅而引起的 可是现在 她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倒向了灵语的怀抱 这让张旭东压根就接受不了 更让张旭东气愤的是 明明想要教训一下灵语的 谁知道童诗雅竟然也要跟来 而且还要袒护灵语 这简直就比拿到刀扎张旭东的心还要疼 戴着一张阴沉似水的脸 张旭东扭头便开始朝着学校外面走去 而跟随在他身边的罗军四人 更是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跟随着张旭东 灵语三人很快便来到了 学校附近的一条小巷里 而此刻 这里已经早早地等候了好几人了 操 怎么这么慢才带回来 不知道我们赶时间吗 小巷里 一身穿黑色背心的纹身男子 不耐烦地说道 龙哥 出了点小意外 不过人我已经带来了 还希望你能帮我出一口恶解 张旭东脸上勉强挤出了一抹笑容 随即快步来到了纹身男子的面前道 远远的 灵语便觉得此人有点熟悉 在听到张旭东喊对方龙哥后 灵语心底顿时间便隐隐有了一个有趣的猜测 第106章 一场误会 因为灵语三人是走在张旭东身后的缘故 所以名叫龙哥的纹身男子 一时间都没有仔细看清楚 只是随手挥了挥 便示意一旁的几个小弟可以动手了 不过奇特的一幕 却是发生了 随着龙哥的试意下达后 一旁的几个小弟 却是根本没有任何动作 脸上更是露出了惊诧之色 仿佛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事物一般 都TM愣着干什么 赶紧打完收工了 龙哥又催促了一声 自己的一众小弟道 只是几人却依旧还是没有动静 这不禁让龙哥疑惑了起来 同时 他的心底 也隐隐泛起了一丝不妙的感觉来 龙哥微微侧头 怀着不解与迷惑的神色 看向了灵语三人 不看还好 这一看 直接吓得龙哥嘴里的烟 都直接掉地上了 没有犹豫 龙哥一把 就将挡在身前的张旭东 给推到了一边 随即快步朝着灵语的方向走去 龙哥 就是他 就是这小子欺负的我 您可一定替我出口恶气啊 张旭东眼看龙哥 都亲自出动了 当即便忍不住地呼喊道 只是龙哥压根就没有理会 张旭东的叫喊声 反而是静止地 来到了灵语的面前 童施雅见状 身子不自然地 朝着灵语身后缩了缩 同时他也暗暗 替灵语担心了起来 灵语 我们还是报警吧 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 童施雅不住地扯了 扯灵语的衣角 小心翼翼地提示道 眼看龙哥已经气势磅礴地来到了灵语面前 童施雅整个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他的小手也是不住地抓紧了灵语的衣服 就在童施雅以为龙哥要对灵语动手的时候 让众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却是突然发生了 与 与兄弟 这件事只是一个误会 还望你不要往心里去 只见龙哥突然变得卑躬屈膝了起来 一脸讨好的看着灵语的 同时呀 一时间梦了 张旭东和罗军几人也同时猛逼了 他们都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龙哥 你在干什么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屌丝啊 快动手打他 张旭东一脸猛逼地盯着龙哥大声说道 嘿嘿 虫哥是吧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还真是有缘啊 灵语笑盈盈地盯着龙哥道 虞哥 这件事真是误会 我没想到是您 这都是张旭东那小子找我来的 要是知道是您 借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来啊 龙哥一脸惶恐地接着解释道 嗯 这真的只是误会吗 我怎么感觉像是蓄谋已久了 灵语依旧还是似笑非笑地看着龙哥道 听到灵语的话语 龙哥身体不由自主一颤 随即却是立马转身朝着张旭东走了过去 龙哥 你 你干什么 你怎么不动手 他就是我要你打的人啊 张旭东此刻还是一脸猛 看见龙哥的一系列迷之操作后 他心底隐隐有了一抹不好的感觉 草泥马屁 你TM是想害死我吗 毫无征兆的 龙哥抬腿 就是一脚踹在了张旭东身上 碰 一声闷响过后 张旭东便直接应声倒地 身体攻成了一个虾米状 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但是一脚过后 龙哥 却依旧还是不解气 抬脚又是在张旭东身上踹了两脚 随后 他才如同林小姬一般 拎着张旭东的后脖梗 便来到了林语的面前 语 语哥 这都是他小子搞出来的 现在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就给他一个难忘的教训 龙哥一脸诚惶诚恐是好道 而一旁的罗军四人健壮 顿时间都傻眼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况 原本以为是靠山的龙哥 现在就是反过来 开始教训起张旭东来了 这简直就是神反转 龙哥 你 你是不是弄错什么了 我们才是受害者呀 虽然感觉不妙 但罗军还是忍不住地提示道 这不提醒还好 罗军的一提醒 却是让龙哥想起了他们几人的存在了 操 倒是忘了 你们几个小逼崽子了 去把他们也给我抓过来 龙哥立马指挥自己的几个小地道 顿时间 以小黑为首的几个小混混 便将罗军四人也给抓到了林语面前 听后发落 语哥 你看这件事 能不能就饶我一次 我保证以后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也会给张旭东一个深刻的教训的 让他以后不敢再骚扰你的生活 您看怎么样 龙哥胆怯地缓缓说道 我连饭都还没吃呢 你就把我弄这来 现在就这么算了 林语眉头微微一皱 露出了一抹不悦之色道 听了林语的话语 龙哥只感觉自己的后背冷汗直流 额头上也是开始冒出了冷汗来 语哥 这件事是我不对 我这就安排酒席给你赔罪 还希望您高抬贵手 放过我们一次吧 龙哥露出了一抹可怜兮兮的神色道 见此情景 一旁的童诗雅 却是直接惊愣住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 居然会是这种结果 看似牛逼哄哄的龙哥 竟然在见到林语后 直接便认怂了 这不禁更加让童诗雅好奇了起来 他很想知道 林语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相比于童诗雅的震惊 梦号却是显得淡定多了 毕竟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见到龙哥一行人 龙哥 我们也好久不见了 最近我可是很想你啊 梦号一脸惬意地 拍了拍龙哥的肩膀调侃道 误会 误会 都是误会 龙哥一脸陪笑地 对着梦号解释道 想让我放你们一马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你们得动手打我 打得我满意了 那我便饶过你们这一次 思索了半晌 林语突然说出了 这一段惊人的话语道 一时间 龙哥一行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童诗雅和梦号也是一脸猛 他们没想到 林语竟然会提出这样一个奇葩的要求来 简直就不是人话 于 语哥 你刚才说什么 让他们打你 我没有听错吧 梦号露出了一脸不可置信的神色询问道 林语 你在说什么 童诗雅当即也是轻轻拉了拉林语 疑惑道 第107章 求求你 给典力 面对在场众人的一致猛逼 林语却是露出了一抹神秘的笑容来 你们没有听错 现在就打我 谁要是不打 那就别走了 林语笑着朗声道 而再次听到确认的龙哥一行人 大家都面面相去 一时间竟是不知道林语在玩什么 纷纷露出了莫名其妙的神色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直接陷入了 进退两难的地步 怎么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你们不动手 那我可动手了 林语面露不悦之色的冷声道 看到林语似乎真的生气了 龙哥却是顿时间变得焦急了起来 语哥 这 真打吗 能不能换一个要求 龙哥畏畏缩缩的提议道 不行 必须打我 今天你们要是不打我 就别想走出这脸 林语一脸霸气侧漏的说道 听到林语的话语 孟浩和佟诗雅已经猛逼得无以复加了 长这么大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要这样奇葩要求的人 而张旭东一行人 此刻也是纷纷愕然地盯着林语 似乎不解林语为什么会提出这样逗逼的要求来 眼看林语不思开玩笑 龙哥顿时间便小心翼翼地来到了林语的近前 语 语哥 你要我打哪里 见到龙哥终于上到了 林语顿时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 指着自己的胸口道 诶 这对着打 微微犹豫 龙哥抬起自己的拳头 对着林语的胸口猛然打出了一拳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林语的胸口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 林语被龙哥一拳打倒在地的场景了 看见龙哥回来的拳头 林语一时间却也是激动了起来 他很快就能知道 父亲背心的实际效果如何了 只是下一刻 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 却是发声了 明明很有气势的一拳 可是到达林语胸口的时候 却是突然停滞住了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龙哥的拳头 轻轻地在林语的胸口触碰了一下 随即便收回了拳头 同时 龙哥还一脸紧张地看着林语 满怀期待的林语一阵无语 你是没吃饭吗 大典戒 林语沉声道 看到林语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龙哥一时间也意识到 自己似乎真的理解错误了 当即他便重整旗鼓 加大了一点 竟朝着林语的胸口砸来 碰 一声闷响过后 林语待在原地安然无恙 反观龙哥 却是直接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在场众人见状 却是纷纷露出了古怪的神色来 看向龙哥的目光 也是充满了复杂之色 相对于四周其他人的古怪的神色 龙哥自己脸上 却是表现了一抹惊骇的神色 仿佛是遇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事件一般 在刚才那一拳打中林语的胸口时 龙哥只感觉自己的力道石身大海 随即却又有一股相同作用的反正力突袭了出来 打了自己毫无还手之力 他没有想到 林语竟然会这么强 强到他连动手的资格都没有了 明明战力不动让他打 可是最终受伤 却反而是他自己 这已经不能用强大来形容了 已经是堪称恐怖了 一时间 龙哥看向林语的目光都变了 变得无比尊敬了起来 卧槽 龙哥这演技也太逼真了吧 我感觉可以拿奥斯卡小惊人了 梦浩一脸调侃的笑道 此刻不光梦浩是这种想法 在场的其他人也纷纷是这种想法 毕竟龙哥的体格相对林语来说 还是强健很多的 怎么可能会因为一拳 把自己给打得倒退倒地了 黑哥 我们待会是不是也要学习龙哥的做法 这样会不会显得太假了一点 几个混混中 一人小声地对着 名叫小黑的黑脸汉子询问道 哼 待会我可不会惯着他 他不是嫌自己牵奏吗 那我就给他一个痛快 名叫小黑的黑脸壮汉 一脸狠辣地说道 见状 几个混混当即便高看了小黑一眼 虽然他们也很惧怕林语 但是他们依旧觉得龙哥演戏演得太假了 隐隐有点不齿龙哥下见的行为了 对于几人的小声议论 林语都听在耳中 不过他却并没有多做理会 还是将目光锁定在了龙哥身上 嗯 还不够 力量再加大一点 林语再次说道 听到林语的话语 龙哥身形猛然一抖 如果说一开始 他还以为是林语故意在戏耍他们 那么现在龙哥就是真的害怕了 哎 还来吗 龙哥一脸紧张地看着林语到 不过林语只是目光含笑地盯着他 并没有多做言语 见此 龙哥也不再多问了 咬了咬牙 再次起身 挥拳朝着林语胸口打去 碰 又是一声闷响传出 不过这一次 龙哥却是直接到飞而回了 哎呦 我的手 倒地之后 龙哥直接捂着自己的手臂 痛呼了起来 众人见此 脸上的神色更加古怪了 不过却也对龙哥的演技 露出了一抹惊异之色 毕竟这样高难度的动作可不好做 龙哥的演技 已经可以媲美一些武打明星了 而张旭东几人脸上 却是露出了一抹鄙夷之色 他们认为这是 龙哥故意在讨好林语 所以才会像一条狗一样 在这演戏讨林语开心 站在林语身后的童诗雅 此刻 却是忍不住地无嘴偷笑了起来 他只以为 这是林语故意和龙哥在演戏呢 看着倒地的龙哥 林语的脸上 却也是浮上了一抹喜色 他没有想到 父亲背心的效果这么强大 直接便能将攻击力 给加倍反弹了 龙哥的惨状就是例子 虫哥别装死了 快起来 我们接着来 林语笑着对倒在地上的龙哥道 听到林语的话语 龙哥吓得浑身发抖 脸上更是露出了一抹惊惧之色 语哥 语大爷 你饶过我吧 再打下去 我怕我会没命的 龙哥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哭诉道 看到龙哥竟然哭了 所有人再试一惊 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结果 毕竟打别人 还能把自己给打哭了 恐怕也就龙哥 这一号人物了 第108章 国术大师 眼看龙哥确实怕了 林语心底一阵失望 不过随即 他又将目光锁定在了 龙哥的一众小弟们身上 林语的首选目标 一下就到了黑脸壮汉小黑的身上 龙哥的一众手下里 也就这个小黑的实力还不错 林语觉得他应该不会让自己失望 小黑是吧 现在该你了 记住 千万别留守 林语郑重叮嘱小黑道 黑哥 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 黑哥加油 我们看好你 一时间 其他几个混混 纷纷给小黑加油鼓劲道 对此 林语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小子 你确定要我使用全力 希望你别后悔 小黑目光冷冷地盯着林语 充满爆发性的肌肉 高高隆起 来吧 让我看看 你的力量的如何 林语淡然道 见状 小黑没有再迟疑 挥舞着拳头 朝着林语的胸口 便猛砸了过来 这一拳 可比龙哥之前的拳头 有劲多了 林语的目光 也是不由一亮 他想看看 父亲背心的极限承受能力在哪里 林语小心 童诗牙猛然惊呼道 因为他已经发觉 这一拳是来真的了 只是下一刻 让众人大跌眼镜的一幕 却是再次发生了 只见小黑的拳头 在临近林语的胸膛后 却是猛然减肃了 最后更是轻轻地 在林语的胸口一阵轻垂 哼 死鬼 小黑一脸娇羞地看着林语道 现在的气氛 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 自从上一次你大显神威后 人家可就喜欢上了你 可是找了你好久 没想到你现在才出现 可是 让我一顿好等 小黑继续咋声咋气地撒娇道 小黑这一招猝不及防地撒娇 直接将众人的脑神经 都给打得错乱了 作为当事人的林语 此刻却也是猛逼的 看着小黑那娇羞的鸡老模样 林语差点就将自己的隔夜饭 都给吐出来了 妖孽 闭嘴 我让你打我 你没有听到吗 林语微微含怒道 哼 小拳拳捶你胸口 小黑的一双大拳头 又在林语的胸口 一阵轻垂道 事先谁能想到 这样一个虎背熊腰的黑脸汉子 竟然会做出这样伤风败俗的事情来 这简直刷新了众人的三观 黑哥 你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说好的深刻教训呢 黑哥 你太令兄弟们失望了 几个混混纷纷露出了 极度难以接受的神色道 躺在地上的龙哥 也是一脸惊诧地看向小黑 他似乎也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一幕来 而童诗亚和孟浩 则被惊得目瞪口呆 纷纷看着此刻的小黑 一阵无语 说好的肌肉猛难呢 说好的深刻教训呢 结果就完这一出 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强忍着恶心 凌语直接一把将小黑给推到了一边 随即目光看向了剩余的几个混混 你们一起上吧 免得说我欺负你们 凌语淡笑道 听到凌语的话语后 几个混混们 当即便露出了一抹愤怒之色来 虽然他们的老大龙哥 都已经服软了 但是他们 却并不想就此罢休 哪怕凌语的实力再变态 他们也不相信 凌语可以一人单挑他们所有人 顿时间 剩余的几个小混混 纷纷朝着凌语包围袭来 他们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很辣之色 只是下一刻 戏剧性的荧幕 却是再次发生了 围拢而来的几个小混混 在沾染到凌语的衣角后 直接便倒飞而出 他们的动作更加夸张 身体还在地上翻滚了两圈 那模样相比龙哥的惨状 有过之而无不及 眼看凌语站立在原地不动分毫 而靠近他的人出手后 却是纷纷倒飞而出 这不禁让孟浩想起了网络上的某些国术大师来 相同的套路 同样的配方 只是凌语这个 显得更加浮夸了那么一点 你们难道就 这点实力 给我挠痒痒吗 凌语语出惊人道 只是这时 倒地的几人 再也没有人敢小看凌语了 他们看向凌语的目光里 都充满了恐惧之色 他们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老大龙哥会演得那么逼真了 因为这TM压根就不是演戏 而是实打实地被谈飞啊 语哥 你这就有点过分了 能不能让他们都走点心 这演得也太假了吧 孟浩在一旁接着调侃道 童诗雅也是一阵无语 不过他却又有点忍不住想笑 对于童诗雅和孟浩的误解 凌语却并没有多解释什么 毕竟父亲背心的存在太变态了 他也没法解释 只能是装作若无其事的高手风范了 眼看此刻只剩下张旭东几人了 凌语的主意又打到了他们身上 张旭东 你不是一直想要找我麻烦吗 现在我给你这个机会 你们一起上吧 凌语目光冷冷地注视着张旭东一行人道 听到凌语的话语 张旭东压制已久的怒火 再也忍不住了 之前若非龙哥一行人 将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他早就想对凌语动手了 现在凌语竟然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 张旭东当即便不准备错过了 哼 凌语 这可是你自找的 冷哼了一声后 张旭东便带领着罗军几人 朝着凌语袭来 不过让人无语的是 自信满满的张旭东几人 在拳头刚触碰到凌语的身体时 直接便如龙哥一行人一样的倒飞而回了 啊 啊 一脸五声惨叫 张旭东几人遍布了龙哥的后尘 童诗雅和孟浩此刻 已经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了 他们只是眼神复杂地盯着凌语 好似在询问凌语 究竟是怎么让这些人配合他演出的 哎 真没劲 擅着让你们打 你们居然都打不动我 太让我失望了 凌语做事颇为郁闷地说道 听到凌语的话语 龙哥和张旭东一行人 直接差点一口老血喷出了 这明明就是你太强了好吧 什么叫我们打不动 只是这样话 他们也只能在心底想想了 不敢当着凌语的面说出来 看着一脸云淡风轻的凌语 龙哥却是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凌语会鼓舞术 不然怎么可能会这么强 一想到那些小说里鼓舞术的厉害之处 龙哥心底就是猛然一颤 他差点就原地去世了 这难道就是大师的威能吗 太可怕了 我竟然还想与他为敌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龙哥在心底暗自惊骇道 第109章 男女通吃 相比于龙哥的惊骇 张旭东此刻也好不到哪去 先前他还想偷摸着找凌语麻烦呢 但是现在却是直接熄灭了 就连龙哥都被凌语给玩弄于鼓掌之间 他又拿什么和凌语斗 而且凌语的功夫如此厉害 他也都不管 凌语不知道 龙哥和张旭东 都已经把他想象成了鼓舞高手 一代宗师了 行了 都别装死了 赶紧起来 我们再来一次 凌语笑着催促龙哥和张旭东几人道 看见凌语的笑容 龙哥和张旭东一行人 都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他们就仿佛是看见了一个魔鬼一般 死命地 把头摇成了一个波浪鼓 语哥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我们再也不敢了 龙哥率先求饶道 此刻他的手 现在还是隐隐作痛 那还敢再陪凌语玩 凌语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 张旭东也是赶紧求饶道 一想到之前 自己莫名地 开始跳脱衣物 再结合现在凌语神秘莫测的恐怖实力 张旭东彻底地怕了 嗨 一次 就一次 只要你们在一起打我一次 我就心满意足了 凌语和他俩讨价还价道 知道的人此刻惊论无比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几人在谈什么大买卖呢 这么见的要求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雨哥不会是雨哥 果然还是我的楷模 梦浩一脸崇拜地看着凌语背影道 童诗雅则已经被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给惊愣得没有表情了 此刻的他只想知道 凌语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毕竟张旭东和龙哥几人 可是摆明了要找茬的 但是现在却纷纷痛哭流涕地求饶了起来 更是童诗雅无语的是 凌语解决此事的方法 竟然就是让别人打他 一开始 童诗雅也以为龙哥几人在配合凌语演戏 但是后面轮到张旭东的时候 童诗雅便已经反应了过来 这压根就不是什么演戏 而是真的本色出演 一阵讨价还价之后 龙哥和张旭东一行人 终于是在凌语的威逼利诱之下 决定再出手一次 对此 凌语感到很是满意 像我这样做到以德夫人 以德抱怨的人不多了 你们应该感到庆幸 凌语脸上泛起了一抹笑容道 听到凌语的话语 龙哥只感觉自己心头憋们着一口怨气 却又一时间释放不出来 但他还不得不承认凌语说的没错 毕竟是他们先找茬的 可是凌语非但没有和他们计较 反而还让他们一起打他 这难道不是以德夫人吗 这难道不是以德抱怨吗 没有多做迟疑 龙哥一行人和张旭东几人便站起了身来 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后 便狠狠一咬牙 朝着凌语冲了过去 砰砰砰 一时间又是一阵闷响传出 凌语呆立在原地 没有动弹分厚 而龙哥和张旭东一帮子人 全部都倒飞了出去 这一次他们摔得更惨 一时间 痛呼声 心号心号声 哀嚎声响成一片 在这静谧的小巷里 显得格外刺耳 啊 这就是华夏功夫吗 太可怕了 我要找妈妈 人堆中 有人忍不住地哭嚎道 凌语 童诗雅和孟浩三人 皆是一阵无语 目光扫射了一圈后 凌语发现 似乎只有小黑 那个鸡老没有遭殃 这倒是 让他逃过了一截 不过好好一汉子 却竟然是一个隐藏的 鸡老人格 凌语感觉自己 似乎罪孽深重啊 不知不觉间 他就变成了一个 男女通杀的一类了 语歌 你难道不要人家吗 我真的很喜欢你 就在凌语感叹的时候 小黑又已经凑了上来 还准备去抱凌语的手臂 顿时间 凌语只感觉自己的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浑身更是忍不住了 颤抖了一下 你说吧 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我改还不行吗 凌语一把挡住了小黑 强忍着不是赶到 我喜欢你的霸道 我喜欢你 够了 你别说了 其实我也喜欢你一点 还不容小黑说完 凌语便直接一把给他打断了 啊 哪一点 小黑猛然一惊 哑然道 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说完 凌语带着童诗雅和孟浩 便离开了小巷 只留下小黑在风中凌乱 看来你还挺受人喜欢的嘛 男人都摆脱不了你的魅力 出了小巷后 童诗雅无嘴偷笑 调侃凌语道 只是说完这句话后 童诗雅便后悔了 因为她想起了那天 凌语女装和她一起赶走 那个搭讪男的事了 这次是个意外 凌语神色古怪的 看了童诗雅一眼道 两人间的小秘密 都彼此心照不宣 出了小巷后 凌语看了一眼时间 这才发现 早已经错过了晚自习的上课时间了 童诗雅这时 也才恍然醒悟过来 顿时间她变得焦躁了起来 完了 完了 今天我算是逃课了 童诗雅一脸愁容的喃喃道 不就是旷课一次吗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看我每天都旷课 不也挺好的吗 孟浩一脸没心没肺地说道 这不一样 现在距离高考不远了 而且黄老师说不定还要去查人数 到时候 我要是不在的话 那肯定会有影响的 童诗雅不安地解释道 放心吧 我保证这件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既然你没有逃过课 那我今天带你体验一下 凌诗雅神秘一笑 安慰道 看到凌诗雅那股神秘而自信的笑容 童诗雅原本紧张不安的心情 瞬间便平静了很多 这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 可是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童诗雅弱弱地说道 放宽些 就当是临近高考前给自己放松一下压力 凌语一脸轻松阳光地盯着童诗雅道 而且我们不是还没有吃饭吗 正好我带你们去吃大餐去 凌语接着说道 听到吃大餐 一旁孟浩的眼睛却是突然亮了 卧槽 我就说 有什么事想不起来 原来就是吃大餐 看来今晚有口福了 孟浩一脸兴奋地说道 说道吃 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无动于衷 就连此刻童诗雅的目光 也是不由一亮 今晚我请客 地点随你们挑 凌语一脸豪气地说道 刚赚了一百万 凌语还没想好 该怎么花你 现在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去吃大餐去 第110章 吃大餐 眼看凌语和孟浩都提议去吃大餐 童诗雅当即便也同意了 不过她的心底 还是有一点忐忑的 毕竟这可是上课时间呢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非常不错的饭店 要不我们去试试 孟浩眼珠子转了转 主动提议道 因为知道凌语之前呱呱乐中奖的事 所以孟浩倒也不担心凌语没钱 那行吧 你带路 凌语当即同意道 童诗雅没有说话 算是默认了孟浩的提议 没有多言 一行三人在孟浩的带领下 朝着最近的一条餐饮接而去 不多时 三人便来到了一家 古色古香的特色餐厅前 餐厅的装饰 主要以一只鲜红的大龙虾为主 显然就是一家主打小龙虾的特色餐厅 此刻这里已经汇聚了不少人 生意显得异常火爆 这里的小龙虾味道非常正宗 绝对让你们大饱口福 怎么样 要不要试试 孟浩一脸期待的征询意见道 嗯 我觉得还不错 班长你呢 凌羽将目光投向了童诗雅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选这里吧 童诗雅奄然一笑同意道 眼看大家都一致同意了 三人当即便直接步入了这家餐厅里面 在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后 孟浩一人直接占据了对面的两个座位 逼着凌羽和童诗雅坐在了一起 对于孟浩这点小心思 凌羽又怎能不明白 只是她做得这么明显 童诗雅此刻也是心知肚明的 落座后 童诗雅的面色微微有点羞红 不过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凌羽则没想那么多 她依旧还是奉行自己的随缘主意 落座后开始点菜 本着要大吃特吃 狠载凌羽一顿的原则 孟浩直接便点了一份288元的大份油闷大虾 而童诗雅在接过菜谱后 眉头却是不禁皱了皱 她似乎没有想到这里的配菜价格都如此之贵 略微迟疑后 童诗雅便直接点了几道相对便宜的配菜 看见童诗雅专挑便宜的配菜点 坐在旁边的凌羽又怎么猜不到她的心思 心中微微动容的同时 凌羽又不禁对她小可爱的举动而好感大增 虽然嘴上说着要吃大餐 可是孟浩和童诗雅都没有真正要铺张浪费的意思 反而是精简搭配 对此 凌羽也没有多说什么 在接过菜谱后 凌羽直接便又点了好几道特色菜 什么纸上烤鱼 铁板鱿鱿等 这几道菜价格都不便宜 孟浩和童诗雅刚才都是重点关注后 却没有点 而凌羽则直接替他们点了 虽然两人都想着替凌羽省钱 但是凌羽觉得 自己现在真的不需要过分省钱了 毕竟她的卡里还有一百万呢 只是孟浩和童诗雅都不知道而已 凌羽 我们点的会不会太多了一点 待会吃不完怎么办 童诗雅委婉地提示道 宇哥 就我们三个人而已 真没必要点这么多 孟浩当即也是小心提示道 他俩都以为是凌羽摸不开面子 这才点这么多菜的 却不知道凌羽压根就没有在乎钱的事 没事 都说了吃大餐 怎么能让你们失望 你们放开肚皮吃就是了 凌羽微微一笑道 对于两人替自己着想的心思 凌羽又何尝不明白 只是她现在真的不缺钱 可她又不能直说出来 所以只能是表演在了菜谱上了 见到凌羽的豁达 孟浩和童诗雅当即也不再多说什么 而是耐心地等待上菜了 而趁着这段时间 凌羽又去直接要了一打扎皮 然后给童诗雅买了果汁 随着菜品不断上桌后 三人也是直接动手开吃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里的麻辣小龙虾味道确实不错 孟浩和童诗雅都双手齐上阵 吃得好不热闹 不多时 两人的桌面上便摆满了一大腿的虾壳了 原本端庄优雅的童诗雅 此刻的形象却直接变成了一个馋嘴的小猫咪了 虽然吃得很热闹 但这也却给童诗雅增加了几分俏皮的小可爱 宛如一个退去仙气跌入凡尘的林家女孩 见此 林语终于明白 气质这东西也得分时候的 而且还得分人像童诗雅这样的美女 不管什么时候 透露出来的都是别具一番美感 似乎是注意到了林语打量自己的的目光 童诗雅翘脸微微泛红 手上的动作也是不由地放缓了几分 不过就在这时 童诗雅却是突然微微痛呼了一声 呀 我的手 童诗雅一脸委屈地捂着手指 表情显得很是我见有脸 怎么了 林语立马放下筷子询问道 我的手好像被小龙虾给扎了 童诗雅眉头微皱 不好意思地小声开口道 林语听完一阵无语 不过 他依旧还是抓过了童诗雅的小手查看情况 一查看 林语这才明白 原来是小龙虾身上的一根尖刺 刺破了童诗雅的食指 再加上红油的侵入 这才让童诗雅痛呼出声 见此 林语不禁微微醋眉 而童诗雅此刻却是早已经满脸羞红了 他似乎也没有想到 林语居然会直接抓过他的小手查看情况 此刻他只感觉自己的心砰砰直跳 宛如小鹿乱撞一般 我没事的 童诗雅羞红着脸 弱弱解释道 不过童诗雅不解释还好 这一解释 就让林语进退两难了 林语原本还打算带童诗雅去清洗手指的 但是现在看来 貌似这样做 很不绅士 所以微微犹豫后 林语直接用嘴含住了童诗雅柔弱无骨的手指 随后开始心耗心耗了起来 呀 童诗雅不由地惊呼出声 他是万万没想到 林语会直接吸住他的手指的 所以一时间满脸惊愣地看着林语 羞涩 茫然无措的表情汇聚在了一起 此刻 四周的其他人 在听到童诗雅的惊呼声后 纷纷不由地探头看了过来 而当众人看到童诗雅的清诚的容貌 以及林语的动作后 所有人心底却是暗暗咒骂了起来 草 好白菜都让猪拱了 卧槽 放开那女孩 让我来 我觉得这样的宝藏女孩 应该属于我 那个禽兽 快放开我的女人 一时间 四周如狼四虎一般的目光 都聚焦到了林语这一块 这让正在胡吃海塞的梦号 都感觉极为不适应 作者题外话 推荐一本朋友的书 震惊 我变成了女神家的不偶猫 有兴趣 书有可以看看 第111章 不当舔狗 察觉到四周那些羡慕 极度恨的目光 林语感觉很是无语 她心好心好着童诗雅的手指 然后茫然地看向了四周 就好似一个正在抱着 奶瓶喝奶的孩子一般 莫名其妙 林语心中暗自嘀咕道 不就是替美女吸一下手指而已吗 用得着这么这么大惊小怪 不过 不得不说 童诗雅的手指 味道还不错 带着麻辣小龙虾口味的方向 林语一时间都忍不住 用舌头舔了舔 察觉到指尖上传来的异样感 童诗雅的脸蛋更加羞红了 所以 她只好是低下了翘脸 避开了四周那些 恶狼般心好心好裸的目光 嘿嘿 现在没人跟我抢小龙虾了 我要大吃特吃 一旁的孟浩突然不怀好意地盯着林语和童诗雅两人道 对此 童诗雅只想狠狠地吐槽孟浩一句 活该你单身了 一点都不绅士 不过她却没想到 自己也是单身一枚啊 在星号星号了一阵后 林语终于是将童诗雅葱白细嫩的手指给处理完毕了 而在林语放开了自己的手指后 童诗雅却是突然感觉 好似丢失了什么一般 她都不禁 有点怀念刚才那种感觉了 只是她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 所以 指的是避开了林语的目光 看向了一旁 在经过了这么一件事后 林语和童诗雅之前 似乎多了一抹轻腻的气氛 只是两人都没有表现出来 没有多想 林语举杯 又和孟浩喝了起来 一打扎皮 两人此刻已经消灭了大半了 不过一旁的童诗雅 童诗雅却是一脸委屈地看着林语 因为手指受伤的缘故 所以 她没办法继续包小龙虾了 只得是眼馋地 看着孟浩大口吃肉 见此 林语一阵头疼 她都不知道 童诗雅是不是故意的了 露出这么一抹我见游脸的表情来 让人无法拒绝她的任何要求 弱弱地喝了一口果汁 童诗雅扫了一眼小龙虾 随即又不禁 看向了林语 那表情好似在说 我想吃小龙虾 受不了她这个表情 林语直接包了一只小龙虾 递到了童诗雅的嘴边 看着近在咫尺的小龙虾肉 童诗雅一时间却是迟疑了起来 她没想到 林语为她包了一个小龙虾 而且还亲自喂她 这似乎是只有情侣之间 才会出现的暧昧动作 所以 童诗雅害羞了 她都不敢直视林语的眼睛了 不过下一刻 童诗雅却直接傻眼了 见童诗雅半天不吃 林语也没有犹豫 直接自己一口吃掉了 对面的孟浩 一时间也是看傻了 哈哈 愣了片刻后 孟浩才突然笑出声来了 童诗雅原本还羞涩的翘脸 此刻却是直接涨红了 她小嘴一撅 满脸羞愤地盯着林语 那眼神好似要将林语 狠狠地蹂躏一般 而那些原本重点关注 这里的单亲狗们 此刻却也是炸开锅了 卧槽 这小子的脾气 我喜欢 干得漂亮 哈哈 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我好想打她一拳了 不知道她会不会 阴阴地哭 年轻人 有骨气 我被永不当舔狗 舔狗 舔狗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 就该这样干 一时间 四周的一众单身狗们 拍手叫好 实则却是他们酸了 看见童诗雅幽怨的小表情 林语直接启动了自己 气定神闲的功夫 这才不为外力所干扰 又包了一个小龙虾后 林语依旧还是递到了 童诗雅的嘴边 原本林语还想着童诗雅生闷气 应该不会吃了 谁知道下一刻 童诗雅直接就是一口吃进了嘴里 唉 唉 唉 你咬到我手了 林语立马惊呼道 不知道童诗雅是不是故意的 咬着林语的手指不松口了 还恶狠狠地瞪了林语一眼 那表情像极了一只野性十足的小野猫 一旁的梦后 此刻却是再也笑不出来了 手里的小龙虾也不香了 有的只是大把大把的狗粮往嘴里灌 你俩这样当着我的面秀恩爱 真的好吗 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胆受 梦后暗自在心底覆菲道 而四周的那些单身狗们 此刻也傻眼了 纷纷气愤不已 猝不及防的一波狗粮 直接将它们喂的饱饱的 连点的饭菜都吃不下了 再来喂了几次同食雅后 两人之间亲密的气氛 却是越来越浓了 而一旁的梦后 只能是拿着小龙虾狠狠泄愤 她的目光 不时在凌羽和童施雅身上扫过 仿佛是拥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又和梦后喝了几杯啤酒后 凌羽只感觉自己的腹部一阵胀痛感 所以她当即便前往了洗手间 而当凌羽放水归来时 她的座位上 却是多出了一个男人来 此人一身朝牌 头发更是烫成了一个金色鸡窝 脸上更是抹了一层白粉 身上很是飘出一抹淡淡的古龙香水味来 典型的就是一个渣男形象 梦后此刻正怒目原瞪的和此人理论 但是这个青年 却压根不理会梦后的话语 只顾着和童施雅搭讪了 看到你 我怕触电 看不到你 我需要充电 如果没有你 我想我会断电 爱你是我的职业 想你是我的事业 抱你是我的特长 闻你是我的专业 这就是我见到你后 心底唯一剩下的感觉 青年一脸认真的盯着童施雅说道 这样的情话 若是换做其他女孩 恐怕早就被忽悠的 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但是童施雅不一样 此刻她面无表情 只是冷冷地 注视这个渣男青年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请你立刻离开这里 这个位置有人了 童施雅目光冷冷地说道 美女 何必这样呢 就当是交了朋友不好吗 而且 喜欢一个人 难道有错吗 说着 渣男青年装作无意地 把钥匙扣放到了桌上 随即拿着最新款的水果手机 就想和童施雅交换联系方式 看着摆在桌面上 那钥匙扣里的宝马车钥匙 灵雨无语了 这TM搭讪的方式 还真直接啊 按得不行 就直接摆明的了 彰显自己的财力 开始炫富了 喜欢一个人 确实没错 但是你错就错在 坐在了 我的位置上 还请让一让 不等童施雅说话 灵雨却是已经率先开口了 第112章 渣男装逼 而童施雅在看到灵雨回来后 当即脸上便浮现出了一抹欣喜的神色 雨哥 他好烦呀 一直缠着 我要联系方式 童施雅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故作撒娇撞到 这一刻 不光灵雨无语了 一旁的孟浩也无语了 他们何曾想到 一向冷艳优雅的童施雅 竟然也会当着别人的面撒娇 这简直就是天大新闻 若是让学校里的童施雅 那帮爱慕者们看见 恐怕只会惊掉下巴 不过渣男青年 在看到童施雅的撒娇后 心底却是痒痒了 若是可以 他恨不得此刻 就将童施雅给就地正法了 不为别的 实在是童施雅撒娇时的动作和神情 太勾人心魄了 只要是个正常男人 恐怕都受不了 渣男青年 冷冷地撇了淋雨一眼 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屑的神色 你的位置 说吧 你要多少钱 才会离开这个女孩 渣男青年 一脸讥讽地冷笑道 他就是要通过砸钱的方式 来让童施雅 看清淋雨的真实面目 到时候 他再趁虚而入 岂不就是水到渠成了 你很有钱吗 淋雨突然神色古怪地 看着渣男青年道 呵呵 不就是钱吗 你开个架 只要你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接近这个女孩就行了 渣男青年 一脸淡然地笑道 不过此刻她的心底 却是暗暗高兴了起来 因为她压根 就没有想要真正用钱打发淋雨 而是通过砸钱的方式 来击溃两人的感情 如果淋雨一旦开架了 那么到时候 她就可以说 是用这样的方法来 检验淋雨对童施雅的感情 只是做一个实验而已 到时候 不用渣男青年出手 淋雨和童施雅之间的感情 就注定会破灭的 而在渣男青年 说出这段话后 童施雅当即 也是一脸紧张地 看向了淋雨 虽然她明知道 两人间还没有捅破窗户纸 但是 她还是不可避免地 想要知道淋雨的选择 不得不说 渣男青年 还是很有心机和算计的 但是可惜的是 她遇到的是后世而来的淋雨 对于她这样的小套路 小把戏 淋雨早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既然如此 那你不如先帮我们结个账 表示一下诚意如何 反正你也不缺钱 应该不在乎这个吧 淋雨笑着开口道 渣男青年一听 当即神色便微微一僵 不过却又立马恢复了过来 你开个价 到时候 不就有的是钱了吗 渣男青年面色一冷 不悦道 不是 我只是寻思着 你这宝马打火机哪买的 做工怎么这么惊险 淋雨说着 直接将渣男青年 摆在桌面上的宝马车钥匙 拿了起来 随即他啪哒 一声按了下去 下一刻 一串火苗 直接从宝马车钥匙上 冒了出来 一时间 气氛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 谁都没有料到 这个宝马车钥匙 竟然是一个打火机 呼呼的火苗 简直亮下了所有人的双眼 卧槽 我还以为他真是富二代呢 没想到 TM的搞了一个假的车钥匙 简直就是人渣败类 操 还以为他真的很有钱 很牛逼呢 没想到 竟然是个装逼货 浪费老子表情 宝马打火机 长见识了 原来泡妞还能这样玩 我现在严重怀疑 他一身的潮牌 该不会是A货吧 一时间 四周围观了不少人 纷纷指着渣男青年 开始议论了起来 看到灵羽 居然识破了自己的小把戏 渣男青年 顿时间脸色黑如锅底 同时却也恼羞成怒了 谁TM让你动我的东西了 渣男青年目光冷冷地 瞪着灵羽道 大有一言不合 就动手地架势了 我见过嚣张的 但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你这么嚣张的 你是第一个 灵羽依旧还是一脸 云淡风轻地说道 看见灵羽淡然的表情 再一想到 四周众人对自己的指指点点 渣男青年当即便怒了 他抬手就是一拳 朝着灵羽的面门打去 隐隐有着偷袭的嫌疑 灵羽 小心 童诗雅急忙惊呼道 虽然之前 他们已经将龙哥一行人 给收拾了一顿 灵羽也表现出了 一股诡异的实力 但是童诗雅 还是忍不住地替灵羽担心 面对渣男青年的突然攻击 灵羽却没有丝毫慌乱 他脑袋一偏 便躲过了渣男青年的一拳 渣男青年 眼看自己的拳头极限逼近灵羽 可是最后却落空了 当即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错愕之色 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一般 不过灵羽可不会给他反应的机会 抬手就是一记勾拳 打在了渣男青年的脸上 碰 一声闷响过后 渣男青年直接被灵羽一拳给打翻在地 半天都不带爬起来的 而这还只是灵羽收力 只收用了不到五成的力量 打出的结果 若是灵羽全力一拳 恐怕这渣男青年早就晕厥了过去 你泡妞就算了 还恼羞成怒地打人 这让我很看不起你了 灵羽对着地上的渣男青年 鄙夷说道 一旁的孟浩 早就看这个渣男青年不顺眼了 此刻看到要动手 他当即也是立马来到了灵羽的身边站定 而就在这时 几个和渣男青年打扮得差不多的青年 却也是冲了过来 他们纷纷一脸怒容地盯着灵羽和孟浩 抄起一旁的啤酒瓶 便朝着两人砸来 对方有着三个人 怎么看灵羽和孟浩 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关键时刻 灵羽直接开启了父亲背心 迎着三人砸来的啤酒瓶 便冲了过去 眼看啤酒瓶 就要砸到灵羽的头上了 不可思议的一幕 却是突然发生了 只见灵羽抬手 就是分金错鼓手的三指点出 然后三个青年的啤酒瓶 便直接脱手了 随后 灵羽凌空抓住了一个啤酒瓶 对着一个青年的头顶 就是一劲猛砸 啤 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响起后 被砸的青年捂着自己的脑袋 便开始惨叫了起来 啊 其他两个青年健壮后 灰拳就朝着灵羽的胸膛打来 随后更加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两个青年的拳头 才刚接触到灵羽的胸口 随后便直接倒飞而出了 就好似拍电影特效一般 第113章 误以为拍戏 周围的众人一时间都看傻了 而正在一旁准备帮忙的孟浩 也是愣住了 他原本还撸起袖子 准备动手了 谁知道不到分钟的时间 灵羽便已经解决战斗了 而且更让孟浩吃惊的是 灵羽压根就没有碰到那两个青年男子 结果那两人却反倒飞而出了 简直不可思议 再结合之前龙哥和张旭东等人的遭遇 孟浩这才幡然醒悟过来 之前那个压根就不是什么演戏 而是被灵羽诡异莫测的手段给打的 卧槽 这是那个剧组在拍戏 怎么都没有提前说明一下 嗯 我觉得应该是翻拍都市修仙类小说的吧 不然不会做这样的特效出来 那个女孩就是女一号吗 感觉好漂亮啊 我觉得这个男一号不行 那种高手的风范 没有表现出来 还不如让我来 一时间 四周吃饭的客人们 都平头论足地讨论了起来 餐厅的服务人员也是一脸猛逼 原本他们还想着去阻止灵羽的 结果没想到 这么快就结束战斗了 就在灵羽霸气撤漏地 将两个青年男子震飞后 四周围观的众人 却是纷纷拍起照来 对准灵羽和童诗亚 就是一阵咔咔连拍 眼看这顿饭是不能继续吃下去了 灵羽当即便招来服务员截了账 随后带着童诗亚和孟浩 便离开了这家餐厅 至于被打翻在地的四人 灵羽也不担心 他们会报警什么的 毕竟这件事 就是他们先动手的 灵羽顶多也就算是自慰而已 好在他们的一顿饭都吃到了尾声 所以 此刻四人也算是大饱口服了一餐 眼看时间已经不早了 灵羽便打算 先送童诗亚回家 然后再返回学校 而孟浩这小子 刚才便被喂了狗粮 此刻说什么也不当电灯泡了 匆匆和灵羽 以及童诗亚告别后 便率先离开了 对此 灵羽知道 孟浩这小子 实际就是游戏饮饭了 只不定待会便去网吧打游戏去了 随着孟浩的离开 灵羽和童诗亚两人间的气氛 便变得暧昧了起来 有了那才吃饭时发生的那一切 童诗亚此刻 显得很是腼腆 不过他却也发现 自己似乎歪打正着了 之前他便一直在想 该怎么把灵羽的三观给纠正过来 今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后 童诗亚发现自己 似乎已经入戏太深了 而灵羽的心态 童诗亚一时间还琢磨不透 所以此刻 他显得很是纠结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灵羽 两人肩并肩 安静地走在大街上 一时间却是彼此都沉默无言 但不知为何 童诗亚却很喜欢这种感觉 对于灵羽 他也是越来越看不透了 灵羽总会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刻 做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来 但是效果往往却是出奇的好 这不禁让童诗亚想到了一句俗话 天才总是与众不同的 很是很难被常人所理解的 难道灵羽就是一个隐藏的天才吗 不然 为什么他的学习成绩会突然飙升起来 童诗亚暗自在心底想到 对于童诗亚心底所想 灵羽不知道 此刻他正在想着 自己那个任务 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时间眼看就已经过去大半了 他不着急都不行了 灵羽明明感觉自己现在和司徒节的关系 已经很暧昧 走得很近了 但是司徒节却并没有下一步的行动了 这让灵羽感觉很是不对劲 不过就在灵羽思索这个问题时 童诗亚却是突然开口了 灵羽 你有想好大学报考那所学校吗 童诗亚亲生询问道 什么 田志愿吗 我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你准备报考的哪一所大学 灵羽微微一愣 随即反问道 我想报考东海大学 童诗亚脸上露出了一抹向往的神色道 为什么是东海大学 以你的成绩 燕京大学 水墓大学 还不是随意挑选吗 灵羽不解道 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东海大学 因为我一直想要去那边看看 燕京和水墓虽然好 但是我觉得 挑选自己喜欢的地方最重要 童诗亚亲生解释道 随即又立马将目光锁定在了灵羽脸上 以你现在的成绩 燕京和水墓应该都不是问题 你难道没有特别想去的大学吗 童诗亚接着道 相对于名校 我更希望去一所自由一点的大学 这样 我便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的事了 灵羽微微一探道 文言 童诗亚的神色却是不经一亮 一个想法隐隐在她的心中 开始了徘徊 那不如我们报考同一所大学吧 童诗亚一脸期待地提议道 听到童诗亚的话语 灵羽顿时间将目光看向了她 脸上露出了一抹诧异的神色 她没有想到童诗亚竟然会突然提出这个提议来 而童诗亚在说完这句话后 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微微泛红 却又紧张无比地期待着灵羽的回答 好啊 反正我也没有好的选择 到时候一起去东海大学也有一个照应 灵羽笑着说道 听到灵羽的话语 童诗亚整个人如释重负 紧张的内心也是变得喜悦了起来 那好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到时候一起去东海大学 童诗亚笑颜如花地看着灵羽道 察觉到童诗亚前后心境上的情绪变化 灵羽的心底五味杂陈 只是她在拥有系统后 她也不确定童诗亚能否接受她的改变 所以她才一直没有和童诗亚正式确定关系 不过对此 灵羽一直是奉行随缘主义的 所以她暂时也没有要捅破的打算 暂时就先这样保持下去吧 两人一路漫步享受难得的二人时光 不知不觉间就到了学校附近 眼看时间不早了 不行宋童诗亚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灵羽直接便招来了一辆出租车 随后宋童诗亚上了车 两人挥手告别 随后出租车消失在了黑暗中 目送童诗亚离开后 灵羽这才朝着学校返回 而孟浩此刻已经不知道 钻到那个网吧里玩游戏去了 灵羽也就懒得去找她了 第114章 保持暧昧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灵羽却是询问起系统精灵莉莉来 莉莉 这个系统任务究竟要怎么样才算完成 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完成这个任务吗 灵羽不解地询问道 主人 你要抓住这个任务的重点 只要能够打击到司徒杰的内心 那么你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莉莉解释道 打击内心 也就是说 必须要给她一个深刻的印象 然后击溃她的自信心 灵羽似懂非懂的南南道 没错 主人你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加油 我相信 你肯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 莉莉一脸萌哒哒的鼓励灵羽道 好吧 那我尽力 灵羽颓然道 主人 你不是要尽力 而是要全力以赴 毕竟任务失败的惩罚 可是很严重的哦 莉莉警示灵羽道 一听到系统惩罚几个字 顿时间灵羽的头都大了 可又不得不去面对 想了想 灵羽最终下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 如果司徒杰再不有所行动 她就要去主动勾引司徒杰了 哪怕牺牲一点色相 也在所不惜 昨天晚上很抱歉 因为有急事 所以我就先离开了 你昨晚没事吧 想了想 最终灵羽还是编辑了一条短信 发给了司徒杰 而另一边 此刻的司徒还在冥思苦想 该怎么去追求灵羽呢 这突然一条短信过来 只给便给了司徒杰无限的动力和信心了 没想到 弱雪还挺关心我的 看来我必须要把握机会了 看到短信后 司徒杰暗自窃喜道 没有犹豫 司徒杰直接便拨打了电话过去 灵羽发短信 原本只是想试探一下司徒杰的 她没想到 司徒杰居然这么快 直接打电话过来了 这让灵羽十分的诧异 不过一想到系统任务的重点 灵羽便直接接通了电话 弱雪 明天你有时间吗 电话一接通 司徒杰便迫不及待地询问道 嗯 明天我有时间 你想干嘛 虽然隐隐猜到了什么 但灵羽还是装傻地询问道 那好 明天我来找你 司徒杰的语气 显得更是高兴地说道 听到司徒杰的话语 灵羽一时间 隐隐有了几分猜测 不过她却也不敢确定 毕竟司徒杰的想法 没人知道 明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灵羽继续旁敲侧击道 没事 难道找你玩还不行吗 司徒杰笑着调侃道 顿时间 灵羽心底的疑惑更大了 不过司徒杰不说 她却也问不出什么来 在和司徒杰聊了一阵后 两人间的话语 充满了暧昧气息 司徒杰也会刻意地 开几个小玩笑 来试探灵羽的反应 好在都被灵羽 给完美地应付了过去 一个电话打下来 两人间的关系 却是愈发拉近了一些 盈盈已经有着 包电话周的感觉了 而对于明天司徒杰 过来找自己 灵羽一时间也搞不清楚 司徒杰在玩什么把戏 所以她准备到时候 随机应变 一日 灵羽早早地变起了床 不过今天灵羽 怎么有去锻炼 而是在思索 气氛搞得暧昧一点 可又怕适得其反 而若是 继续这样不温不火地 保持下去 灵羽又不甘心 所以再三思考后 灵羽决定 可以适当地勾引一下司徒杰 哪怕只是一个眼神也可以 打定主意后 灵羽便不再多想 静静地等待着司徒杰来找她 在焦急的等待中 司徒杰临近中午时分 才给灵羽来个一条短信 约她在学校门口见面 为此 灵羽直接在上午第三节课时 便逃课了 她直接来到了学校外面 开始准备 依旧还是那片小树林 灵羽成功地将自己换装 成为了一个女人 今天的她 穿了一套全新的系统时装 名叫夏末之恋 淡蓝色的长裙 宛如蔚蓝的天空 将灵羽脱俗的气质 给衬托了出来 白色蕾丝花边的树腰 更是将灵羽 盈盈一窝的柳腰 给展现了出来 更加突出 灵羽熬人的S曲线 此刻的灵羽 透露着一抹成熟的知性美 为了这套系统时装 灵羽可是花费了近十万魅力值 才兑换下来的 而这套系统时装的特殊加成更强大 在拥有1.3倍魅力值加成的属性下 还附带了一个魅惑的特殊能力 灵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去选择魅惑的对象 而一旦被魅惑 那么此人心底便会不由自主地 产生出一抹爱慕之意来 而这也是这套系统时装名称的由来 灵羽也是在看到这套系统时装的 特殊效果后才兑换出来的 唯一不能让他满意的 就是这个魅惑效果并不是很强大 仅仅只是让人产生爱慕之意而已 并没有传说中苏打几那种魅惑众生的力量 不过这效果对于目前的灵羽来说 却也是够了 稍稍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一下仪容后 灵羽便朝着学校门口去 他倒想看看司徒节究竟要干什么 只是当灵羽来到学校门口时 却并没有发现司徒节的身影 隐隐的 灵羽有种自己被戏耍的感觉 不过灵羽还是决定再等等看 没准司徒节来晚了也说不定 就在灵羽等待的这段时间里 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男子 却是突然走上前来 请你你是灵若雪小姐吗 西服男子一上来便恭敬地询问道 嗯 我是灵若雪 你是谁 灵羽不解地反问道 灵若雪小姐你好 我是司徒少爷派来这里接你的人 还请我跟你来 西服男子一脸恭敬地说道 随即却是在前面带路 朝着灵城一中里面而去 看见黑色西服男子竟然走向了学校里面 灵羽心底顿时间更加好奇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司徒节要在学校里面等他 这似乎很不符合常理 虽然怀疑 但是灵羽却依旧还是迈步跟随了上去 跟随着西服男子 灵羽一路直接来到了学校的广场前 只是此刻他依旧还是没有见到司徒节的身影 虽然没有见到司徒节 但是由于他的到来 却引起了众多男生们的注意 第115章 当众表白 虽然今天的灵羽已经变换了自己的装束 以及打扮 但是很多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咦 快看 那不是灵若雪吗 人群里有男生惊呼道 好像还真是他 不过今天的他 貌似更漂亮 我差点都没有认出来 又一人附和道 听说灵若雪和佟诗亚是闺蜜 难道他今天是过来找佟诗亚的吗 灵若雪 我的女神 我终于又见到他了 他难道是在等我吗 一时间 众多男生们开始骚动了起来 所有人都在幻想 自己有一天会屌丝逆袭 博得女神的青睐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哪怕明知道 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这还是挡不住 他们想看美女的心 虽然没机会 但是凑凑热闹还是可以的 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就在众人都惊疑淋雨的出现时 不远处却是传来了一阵 隐情的巨大轰鸣声 随后在众人的注视下 一辆粉色系的兰博基尼跑车 却是缓缓地行驶了过来 此刻这辆车上被装饰得极为喜庆 一副用玫瑰花点缀的爱心图像 摆放在车头上 给人一种婚车的感觉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这是哪家的富家子弟迎亲婚车呢 凌羽的目光 也是瞬间被这辆粉色的兰博基尼吸引 她的心底 隐隐有了一丝猜测 却也不敢确定 带到兰博基尼来到近前 凌羽这才愕然发现 坐在车里的竟然是司徒杰 兰博基尼缓缓地停在了凌羽面前 随后一身白色西装的司徒杰 手捧一大树鲜红的玫瑰花 从车里走了下来 她就宛如一个 从童话世界里走出的白马王子 让女人看见她都不由地怦然心动 哇 好帅啊 我快受不了了 司徒杰 我的男神 我爱你 为什么我的小杰 没有来向我表白 呜 一时间四周围观的女生们 都疯狂了起来 司徒杰此刻 就是妥妥的高富帅 很多花痴女生 压根就抵挡不住诱惑 纷纷开始高声呼喊了起来 相比于男生对淋雨的爱慕 花痴女们表达爱慕的方法 则更加直接 看着四周那些女生们 对自己的狂热追求 司徒杰嘴角不由地微微上扬 若非为了林若雪 她只要随便勾勾手指 便有很多花痴女们 便会爬上她的床 看着正一步一步 朝着自己走来的司徒杰 淋雨终于明白 司徒杰的目的是什么了 一时间 淋雨也变得激动了起来 脸上很是不由地浮现出了一抹潮红之色 她等待这一刻 已经很久了 看见淋雨脸上的激动之色 司徒杰心底更是稳操胜券了 为了今天的这一切安排 她昨晚可是煞费苦心 又是该跑车颜色 又是订玫瑰花 几乎一晚上全用来安排今天的排场了 这样的大手笔 司徒杰以前从来没有动用过 她也有信心 通过这样的浪漫的主意 博得淋雨的芳心 若雪 让你久等了 走到镜前 司徒杰柔情地缓声说道 嗯嗯 我等了你好久 淋雨立马也是一脸激动地回应道 为了系统任务 淋雨这几天几乎吃不饱 睡不着 每天都生活在演技的世界里 她等这一刻 已经等得花嘟谢了 所以 此刻能不激动吗 听到淋雨的回答 司徒杰只感觉自己的心 都怦怦直跳了起来 之前她还一直在担心 淋雨对她没有好感度 所以她迟迟没有敢表白 但是听完淋雨的回答后 她真想狠狠地给自己一个巴掌 早知道如此 她就直接行动了 何必要等这么久才安排起来 若雪 从第一眼看到你时 我便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 我知道 也许我的爱会显得很突然 但是我想我以后都不会再有心动的感觉了 因为我的心 只为你而动 做我女朋友好吗 在万众瞩目之下 司徒杰深情款款地 说出了这番话 一时间 整个学校都炸了 在司徒杰开着跑车进入学校时 便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此刻的表白仪式 直接便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这样的明场面 别说大家 没有见过了 就是听也没有听过呀 像这么明目张胆的 在学校里大张旗鼓表白的 恐怕也就司徒杰一人做得出来了 而随着司徒杰的表白 围观的女生们 却是纷纷疯狂地羡慕 极度恨了起来 他们多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这样高富帅的男朋友 用这种宣告所有人的方式 向他们告白 这几乎是 每个女生都想要的浪漫主意 只是很可惜 他们的男神表白的 却是另一个女生 啊 为什么司徒男神表白的不是我 我也想到一个这样浪漫的表白 哇 好浪漫呀 我好喜欢 如果有一天 我遇到一个这样的白马王子 那我一定奋不顾身地嫁给他 小杰 我愿意 我愿意做你女朋友 一时间 四周的一众花痴们 开始了铺天盖地的热议 而一众男生们 却是想记无言 不过却也有淋雨的爱慕者们酸了 哼 司徒杰不就是仗着家里有钱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安裤子第一个 我TM要是有钱 我绝对比司徒杰弄得还要浪漫一点 这样才能配得上我的弱血女神 操 司徒杰这个色批 又把主意打到了弱血女神身上 我好像去揭穿 她的虚伪的真实面目 弱血女神 你可千万不要被司徒杰这个色批给骗了 不然我们会伤心死的 一时间 男生们的议论声也是响彻了起来 虽然很多人都眼红了 酸了 但是他们的话语 却也不无道理 众人的目光 都紧紧地聚焦到了灵羽身上 他们都想知道 灵羽究竟会不会答应司徒杰的表白 而在这时 童诗亚也是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她不禁也是走到了走廊边 探头看向了下面操场上发生的一切 当童诗亚看到站立在场中的灵羽后 她整个人都如遭雷击 瞬间便震惊异常 对于灵羽的女装 童诗亚可以说是最为了解的 所以 她第一眼便认出了灵羽的真实身份来 只是童诗亚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灵羽竟然会和司徒杰搞到了一起 这不禁让她又想起了灵羽的特殊癖好来 第116章 挫败打击 一时间 童诗亚只感觉自己的心底 微微泛起了酸涩的感觉 就连她自己都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难道灵羽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还是说她一直留隐藏了一个这样的人格 我该怎么办 童诗亚不禁暗自在心底怀疑了起来 不过 童诗亚此刻更在意的还是 灵羽究竟会不会答应司徒杰的表白 这才是她最紧张关注的问题 不知不觉间 童诗亚的心都狠狠地揪在了一起 她的呼吸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只因为灵羽的一个决定 万众瞩目之下 灵羽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随即她缓缓开口了 司徒杰 非常抱歉 我不能答应的你的表白 灵羽一脸淡然地看着司徒杰平静到 刹那间原本还一脸喜悦之色的司徒杰神色一致 似乎一时间还没有从灵羽拒绝的话里反应过来 呆愣了片刻 司徒杰这才猛然回过神来 随即一脸错愕地看着灵羽 手里鲜红的玫瑰花也是瞬间掉落在了地上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司徒杰神情激愤地看着灵羽错愕道 没有为什么 你是一个好人 但我对你没感觉 所以 我们不合适 灵羽再次平静地解释道 听到灵羽干脆利落拒绝的话语 司徒杰只感觉自己心底猛然一通 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响起 刚才表白的话语 司徒杰虽然夸大了一点 但却也是她的真情流露 她是针对灵羽动心了 一开始 她是抱着玩玩的心态的 可是一番接触下来 司徒杰却是在灵羽身上 找到了一抹不曾有过的奇妙感觉 所以她才搞出了今天这么一出 原本司徒杰以为灵羽会像以前的那些女生一样 被爱情一冲昏头脑就答应了 谁知道 灵羽却压根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将她的计划 给无情地打破了 若雪 你再和我开玩笑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对我没好感 你一定是害羞了对不对 司徒杰强行找出了几个理由 来自欺欺人道 只是灵羽此刻 压根就没有开玩笑意思 她的目光冷冷地盯着司徒杰 一言不发 便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这一刻 司徒杰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这就好比一个 从来没有经历过困苦磨难的小白 在遭受到巨大的打击后 整个人都陷入了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怪圈里 而周围围观的众人见状 却是纷纷不禁唏嘘不已 这简直就是抱了一个大乌龙 司徒杰的脸面 恐怕也在此刻丢尽了 哈哈 若雪女神干得漂亮 我喜欢 我果然没有看错若雪女神 就应该狠狠地打击司徒杰 让她这个色批 也常常被人抛弃的滋味 若雪女神 不愧是我的女神 在如此阵仗面前 也能倚然不动 断然拒绝表白 这份魄力 就不是别人能拥有的 一时间 众多悲观的男生们 却是纷纷为凌羽的行为举止点赞了起来 这样的结果 是他们最乐意看到的 只要能狠狠地打脸司徒杰 他们便很开心 就这一波 凌羽瞬间又圈粉无数 魅力值也是花花地往上涨 而那些花痴女们 则直接同情起了司徒杰来 他们仇视凌羽的同时 却也在庆幸凌羽的拒绝 这样 他们的心里会好受很多 司徒男神 我愿意做你女朋友 你快来表白我 司徒男神 我要为你生猴子 你快来带走我吧 林若雪这个坏女人 司徒男神 怎么就看上她了 她哪一点有我好 不行 我必须要去安慰司徒男神 一时间 花痴们纷纷开始了声援司徒杰 更有甚者 已经做好趁虚而入的准备了 另一边 走廊上的童诗雅 在看到林语拒绝了司徒杰的表白后 心底的那抹紧张感 也是瞬间松弛了下来 如果林语真的答应了司徒杰的表白 童诗雅恐怕都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办了 好在她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而林语对此倒没有过多关注 此刻她只关心自己的系统任务完成情况 不过让林语疑惑的是 她明明已经成功地打击到司徒杰了 但是系统任务却并没有完成的提示音 这让林语不禁微微皱眉 她所做的这一切可都是为了系统任务的 若是这样都完成不了任务 那么林语可就真的崩溃了 而在林语刚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 莉莉的声音便在林语的脑海里响了起来 恭喜主人成功地完成了系统任务 现在奖励一万魅力值 听到系统任务完成的提示后 林语整个人顿时间都松了一口气 她还真怕这样都完成不了任务 到时候她就真的完蛋了 好在最后关头 她还是完成了系统任务 不过就在林语为系统任务完成了 而感到欣慰时 司徒节却是已经目光变得阴沉了下来 阴阴有一种由爱转恨的感觉浮现出来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凭什么拒绝我 司徒节沉声道 司徒节 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 你摸着你自己的良心想想 你真的爱过吗 还是说 你压根就是在玩弄别人的感情 压抑着郁闷的心情 林语当即反驳道 若雪 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的话语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可以对天发誓 司徒节再次无比郑重地说道 不用了 我承受不了你的爱 以后还请你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就这样吧 林语直接回绝道 一时间 现场的气氛变得凝重了起来 再也没有了一开始浪漫主义的氛围 林若雪 你确定要说得这么绝吗 还是你觉得我司徒节很好欺负 不敢动你 司徒节面色彻底地阴冷了下来 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威胁到 林语原本以为司徒节受挫后 会心灰意冷地离开的 谁知道他既然表白不成 就直接威胁了 你这是在威胁我 林语眉头微皱 面露冰冷之色 第117章 十连抽 看见林语脸上的冰寒之色 司徒节心底却是愈发不爽了 你可以这样理解 在凌晨 还没有我司徒节玩不到的女人 你若乖乖听话 我保你一事无忧 你若执迷不悟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司徒节面露阴毒之色道 似乎害怕周围的其他人听见 司徒节刻意压低了声音 对此 林语却是突然笑了 嗯 你笑什么 司徒节不明所以地质问道 没什么 只是突然觉得 你很可笑 追不到女孩便威逼利诱 你就这点手段吗 还真是让我失望 林语面露讥讽之色道 丝毫没有因为司徒节的威胁 而妥协什么 惧怕什么 呵呵 林若雪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我很欣赏你这种圣洁 而不可侵犯的高傲气质 但这却也恰恰是 你的致命缺点 希望你以后还能这般高 而不是跪舔我的脚趾 司徒节阴冷一笑 全然没有了一开始的绅士风度 那好 我们走着瞧 冷冷抛下一句话 林语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留下一脸阴沉的司徒节 尴尬收场 一场浪漫的表白 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乌龙闹剧 一时间成为了无数人 茶余饭后的笑谈 而司徒节丢尽脸面的事 也被传播了开来 引起了无数人的拍手称快 不为别的 实在是司徒节仗着家世 做了太多天怒人怨的坏事 离开学校后 林语直接找到了一处偏僻无人的小巷 换下了女装 随即林语却是直接沟通了莉莉 开始查看苍蝇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没错 在刚才离开的时候 林语便已经悄然地兑换了一架苍蝇摄像头 然后她让这架苍蝇摄像头 跟踪拍摄司徒节的情况 这架苍蝇摄像头 林语足足花费了近一万魅力值 才兑换出来 虽然价格贵 但是效果却也是惊人的 苍蝇摄像头体型小巧 酷似一只苍蝇 而她更是采用了太阳能作为动力员 所以可以48小时不间断跟踪拍摄 只要有阳光 那么苍蝇摄像头便可以持续不停机工作 而准备这一切 林语是打算看看 能不能拍摄到司徒节的一些隐秘 从而掌握司徒的把柄 林语原本还不打算对司徒节动手的 但是司徒节最后的威胁却是激怒了林语 为了不至于毫无准备 所以林语便决定先下守围墙 因为苍蝇摄像头是直接连接系统的缘故 所以林语可以直接在脑海内 查看她拍到的实时画面 此刻的司徒节正开着车行进在路上 她全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一架苍蝇摄像头给盯上了 在遭遇到林语的拒绝后 司徒节心底便憋着一团火 此刻她迫切需要找人来谢谢火 所以直接便赶往了最近的一家酒店 而林语眼看暂时没有什么进展后 便不再关注苍蝇摄像头了 继而朝着学校方向返回 回到学校 此刻依旧还有不少人在议论刚才发生的事 热度不减反增了 而当林语回到教室后 童诗亚怪异的目光却是直接落到了她身上 有审视 也有疑惑 更有一抹隐隐的担忧之色 刚才林语想着司徒节和系统任务的事了 她倒是把童诗亚给忘记了 一看到童诗亚复杂而怪异的目光 林语哪能还不明白 她发现了自己女装的事 不过对此 林语却是不怎么担心 毕竟童诗亚和她有过约定 对她男扮女装的事 肯定已经知道了 恐怕童诗亚 也是唯一一个知道她秘密的人 目光和童诗亚 微微对视了一眼后 两人便各自插开了目光 似乎隐隐有那么一丝小尴尬 不过 林语更担心童诗亚会误会自己 恐怕到时候 她就是说什么 对方也不会相信她了 没有多想 林语直接又开始了咸鱼模式 不过她的思绪 却是已经进入到系统空间中 直接看向了魅力值一栏 由于刚完成任务 后边兑换了一架苍蝇摄像头 所以 任务奖励算是白拿了 不过让林语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魅力值 此刻又已经涨到了两万了 涨幅惊人 不过微微一想 林语顿时便也明白了 今天她和司徒杰 闹出这么大动静来 吸引一波众人的关注 掌掌魅力值也是正常的 有了魅力值 林语的心头 却是不禁痒痒了起来 她想要靠抽奖 来搏一搏运气 没准又能抽到什么好东西呢 打定了主意 林语直接便开始了系统抽奖 这一次 林语直接选择了十连抽 因为这样比较划算 系统会直接赠送她一次抽奖机会 简直就和游戏里的十连抽差不多 恭喜主人获得菠菜大力丸一美 恭喜主人获得菠菜大力丸一美 一连开头两次 林语都抽到了菠菜大力丸 换做以前 林语或许还会高兴一下 但是现在 林语却是压根高兴不起来 现在的菠菜大力丸 对林语来说压根就没有多大用处 虽然花一千魅力值 抽到了价值三千的道具 但是系统又不可以回购 所以林语算是亏了 恭喜主人 什么也没有抽到 恭喜主人 获得记忆消除卡一张 听到记忆消除卡 林语顿时便来了兴趣 好歹又是一种全新的道具卡不是 恭喜主人 获得魅力卡一张 又是几次历历的播报提示后 林语花费一万魅力值 抽奖十一次 最终她抽空两次 获得菠菜大力丸五枚 记忆消除卡一张 魅力卡一张 厄运不带一个 体能要完一枚 看了看自己的收获 林语总有一种吃亏了的感觉 特别是这个菠菜大力丸 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了 没用垫底货了 五枚菠菜大力丸的力量加成 对于体能大增的林语来说 一点用处都没有 而且效果还不能叠加 更是只时效性的道具 林语想想都来切 不过对于记忆消除卡和魅力卡 林语却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历历 这个记忆消除卡和魅力卡 具体使用作用是什么 林语直接询问道 主人 记忆消除卡 当然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了 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的一段记忆 进行清除 而魅力卡则是增加本身魅力的 每一张增加十点魅力值 最多叠加十张魅力卡 莉莉详细解释道 第118章 晋升男神 听完莉莉的解释 林语总算是明白这两张 新出现道具卡的作用了 总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能力 只是一万魅力值 就抽到了这么两样东西 林语还是觉得一阵肉疼 特别是五个菠菜大力丸 简直就是废品 不过事已至此 林语也无可奈何 想也没想 林语直接当即 就把魅力卡给使用了 这种辅助加强的道具卡 留着也没什么用处 倒不如使用了看一下效果如何 只是使用完魅力卡后 林语却并没有觉得 自己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貌似什么改变都没有 嗯 难道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毕竟要女装才有用 林语暗自在心底想到 半天没见动静后 林语便对这个魅力卡 失去了期待感 从而将目光投向了厄运布袋上 上一次的厄运布袋 开出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恶搞道具 林语希望 这一次也能出一个新奇的玩意出来 没有犹豫 林语直接开启了厄运布袋 恭喜主人获得了梅运卡一张 使用后可导致对方厄运连 莉莉的播报提示音响起道 听到梅运卡的介绍 林语的眼睛顿时间变亮了 早在开出幸运卡的时候 林语便已经猜想到了 与之对应的梅运卡了 只是她没想到 这么快就抽到了 有了这梅运卡 林语感觉自己 似乎就拥有了诅咒之力 谁要是再敢来找查 到时候 她把梅运卡一丢 保准让对方没得怀疑人生 得到了梅运卡 林语郁闷的心情好上了那么几分 不过却依旧还是有 那么一丝丝肉疼之色 至于记忆消除卡 林语对这个倒是颇为看着 她准备留到以后关键的时刻再用 没准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而体能药丸 林语没有任何迟疑的 便直接吞浮了 有了上一次体能药丸的增幅 林语此刻已经是很轻车熟路了 不过她却也在期待 这一次体能药丸的增幅效果如何 不过让林语失望的是 这一次体能药丸的效果 大大削弱了 连最开始增幅效果的三分之一 都没有达到 之前林语的一拳之力 可以达到200斤左右 而现在林语吞浮体能药丸后 也只仅仅增加了不到60斤左右 加起来也才260斤的全力 不过 想想这体能药丸的介绍 林语便也释然了 毕竟连菠菜大削弯的效果都不可以叠加 体能药丸的效果已经算是不错了 聊胜于无吧 如果药效可以无限叠加 林语恐怕直接嗑药 嗑成超人一般强大了 这样便直接打破了这个世界规则 显然系统是不会留下这么一个逆天bug的 做完了这一切 林语没有多想 直接回宿舍睡觉去了 一夜无话 一日 林语早起洗漱时恶然发现 自己的脸似乎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原本她还算清秀的面容 此刻却是变得更加俊朗了几分 如同刀削般的凌厉弧度 勾勒出一抹异样的冷俊之色来 整体的五官更是体现出了一股男人的阳刚之气 让人不由自主带去进去 更让林语没想到的是她的眼睛 此刻她的双眼瞳孔 已经变成了幽蓝而深邃的样子 好似一轮漩涡 可以将人的灵魂都给吸入其中 让人不自觉地便会沉沦进去 看着自己身上的变化 林语不由地想到了 昨晚使用的魅力卡 也只有魅力卡才能说明 她现在所发生了一切改变 略微惊诧了一番后 林语也没有多想 洗漱完毕便朝着教室赶去 只是让林语没想到的是 当她走在操场上时 路过的几个女生 却是对她频频侧目 好似她的身上 有着什么吸引她们目光的东西一般 更有一些女生在看到林语后 激动地朝着 自己身旁的同伴窃窃窃私语 就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而当林语看向这些窃窃私语的女生时 她们便会脸颊羞红地埋下头去 似乎不敢和林语对视一般 这让林语感到很是莫名其妙 就在林语疑惑不解的时候 已经有一位大胆的女生 朝着林语迎面走来了 同学你好 我闺蜜想要你的联系方式 方便交换一下吗 女生一头齐而短发 婴儿肥的脸上还戴着一副圆圆的大眼镜 虽然微微有几分雀斑 但颜值依旧还是算不错的 冷不丁地有人前来要联系方式 林语这还是头一走 顿时间 林语都不禁微微一愣 随即才反应过来 听说是她闺蜜要联系方式 林语的目光不由地投向了一旁 和她同行的两个女生 而对方在注意到林语投来的目光时 却是纷纷害羞的脸蛋微红 避开了林语的目光 好吧 那我们加个QQ吧 林语微微一笑 回应眼镜女还道 看到林语温暖和煦的笑容 眼镜女声不由地泛起了花痴 愣了一下 方才反应过来 啊 好 我叫圆圆 眼镜女声脸蛋微红 自我介绍道 林语 林语也淡笑着回应道 相互交换了QQ后 林语便直接快步朝着教室赶去 这操场 她是不敢做多停留了 谁知道 下一刻会不会还有其他女生上来要联系方式的 想了想 林语最终把原因归结在了魅力卡上 虽然之前她的风头很盛 但是却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认识她的 大家无非就是 当个热闹厅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女生慕名而来的 找她要联系方式 所以 林语很简单 就推测出了原油来 回到教室 此刻已经有不少人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对于林语的到来 大家并没有什么过多关注的 只是当他们某些人 眼睛不经意地扫过林语时 表情瞬间变得惊讶了起来 不过最先注意到 林语身上变化的 还是童诗雅 在林语进门的一瞬间 童诗雅便已经察觉到了 林语身上那抹特别的气质 而当她看向林语的面容后 整个人却是更加惊讶了 之前的林语 虽然面容清秀 但只是略微小帅一点 压根就不算是什么校草级别的帅哥 但是现在的林语却直接脱变了 原本稚嫩的面容 多了几分成熟的韵味 身上的阳刚之气 更是平添了几分刚毅气质 越看 越让人沉迷其中 第119章 相互报复 明明林语的衣着打扮 和平时没什么区别 但是此刻林语的身上 就是有着一抹独特的气质围绕 察觉到童诗雅 久久盯着自己的目光 林语不禁与之对视了起来 而童诗雅 在看到林语的瞳孔后 整个人微微停顿了片刻 方才回过神来 随即童诗雅 翘脸微红地撇过了头去 不敢再盯着林语看了 见此 林语不禁微微苦笑 摇头叹息 打开书柜 里面已经有一份温热的早餐了 林语不用想 也知道是童诗雅为她准备的了 不过让林语没想到的是 今天的早餐 貌似和往日的不同 是一份皮蛋瘦肉粥 外加一个煎蛋 只是这粥的颜色貌似不对 煎蛋也是焦黄一片 怎么看貌似 都像是失败品 虽然微微诧异 但林语也没有多想 拿起粥和煎蛋 便吃了起来 只是这一口下去 林语差点就直接生天了 明明是皮蛋瘦肉粥 却偏偏是甜味的 其中更夹杂着 其他几股特殊的味道 简直就是五味杂陈 而煎蛋 一股焦糊味扑面而来 入口更是咸到蛋疼 林语只是尝了一小口 便再也咽不下去了 一时间 林语都不禁怀疑 这是不是童诗雅 故意整骨自己的了 不然怎么会这么难吃 正当林语准备 吐掉口中的食物时 却发现 不知何时 童诗雅已经转身目光 紧紧地看着她 她的目光中 隐隐带着一抹忐忑 和期待的神色 似乎林语的一举一动 都能牵扯到她的心神一般 看到这 林语又哪能不明白 这早餐 肯定就是童诗雅自己做的 看着童诗雅那期待的小眼神 林语一时间 不好意思伤她的心了 所以林语咬了咬牙 忍着怪味 一口一口地 将所有早餐给吃得一点不剩了 而童诗雅 在看到林语 居然大口大口地 吃着自己做的早餐后 她整个人心情都不禁变得愉悦了起来 仿佛看林语吃饭 也是一种享受一般 就在林语刚吃完童诗雅做的早餐后 孟浩却也是来到了教室里 看到林语一副作呕的样子 孟浩却是露出了一抹惊恶的神色来 宇哥 不是吧 你们这速度也忒快了吧 这样就有了 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孟浩一脸坏笑地打去道 小浩子 你过来 我帮你练葵花宝典 林语不怀好意地冷笑着道 顿时间 孟浩只感觉自己裤装一凉 一抹恶寒感 油然而生 别 宇哥 我就开个玩笑 别当真 我还不想进攻 孟浩急忙解释道 又和孟浩闲扯了一会后 林语这才将心底那股反胃感给压制了下去 随着上课时间的到来 林语一天的闲鱼生活也开始了 她依旧还是照例地打开了微博查看情况 原本18万的粉丝 现在已经增长到了20万粉丝了 而她小说的热度也在逐步攀升中 盈盈已经成为了热门推荐 评论区几乎都是女粉丝们在谈论剧情的 又随手上传了几张更新后 林语这才发现这本小说已经到了最后的结尾阶段了 不知不觉中 她就将一部近50万字的现代言情小说给连载完成了 为了巩固自己的人设和粉丝 林语这一次直接发了三组九张自己的女装自拍照上去 算是她为了庆祝小说完结的福利了 做完这一切后 林语没有急着去开新书 反而是闲置了下来 她准备等高考过后再做定夺 现在她只需要每天上传一点自己的生活照 维持住微博热度就行了 这就是林语网红计划的第一步 正明切 养号 弄完这一切后 林语便退出了微博 继而直接进入到了系统空间中 苍蝇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还在继续 而林语则直接开始翻看起前面的记录来 这不看还好 一看却是让林语差点惊掉了下巴 画面里 司徒杰正和两个妩媚多姿的女人 在酒店的大床上做着不雅的动作 三人的花样摆出 简直刷新了林语对此的认知 更不可思议的是 昨晚司徒杰还在和两个女人玩双飞 结果今天 她就已经又和一个学妹勾搭了起来 还是同样的配方 一样的套路 司徒杰哄骗女孩和她上了床 玩弄对方的感情和身体 最后丢下了一坨钱 直接一脚踹开了那个女孩 这样的操作 司徒杰一气呵成 不知道 以前做过多少类似的事件 有多少无知的女人被她玩弄过 似乎只要一天不和女人做那事 司徒就一天也活不了一般 用色中恶魔来形容也不为过 默默地看完了这两天的视频记录后 林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原本她还不想置司徒杰于死地的 但是看到她如此的人渣 再加上之前对自己的威胁 林语决定给司徒杰一个难忘的教训 将这些视频导入了下来后 林语直接便开始在同城论坛上 发布了起来 为了营造更大的轰动 林语更是直接将这些资料 都给散布到了QQ群聊和学校论坛上 当然 林语事先已经打马 处理了关键部位 只留有司徒杰的清晰图像出来 而就在林语这边 忙着对付司徒杰的时候 另一边的司徒杰 此刻 却也是同样在想办法整治林语 怎么 还是没有找到林若雪那个贱人吗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找个人都找不到 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一群饭桶 司徒杰目光冷立地扫过在场的一众人 怒声道训斥道 杰少 我们真的已经翻遍了整个林诚 都没有找到你所说的那个林若雪 他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客厅里 黑脸汉子一脸认真且委屈地回答道 而在他的身后 还跟随着七八个五大三粗的男子 俨然就是上一次 就学校门口蹲点淋雨时的那帮人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我只想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再去给我查 查不到就别回来了 司徒杰再次怒声呵斥道 一时间 光头男子不禁和身后的众人面面相去 不过他们 却也不敢懈怠司徒杰的命令 立马退出了房间 又开始了新一轮追查林若雪 第120章 人设崩塌 而就在司徒杰的一众打手们 还是满世界地找林若雪的时候 林语匿名发布的几条曝光视频 却是已经火热了起来 凌晨的圈子说大不大 但是说小却也不小 短短的半个小时内 司徒的视频 便开始被人疯狂地转载了起来 QQ空间和群聊 更是炸开了锅 以前司徒杰虽然也有东窗事发的时候 但是那些都是某个别被司徒杰欺骗的女孩在闹 最后直接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今天的这个可不一样 林语的苍蝇摄像头 不光有拍摄的功能 它还有实时录音的功能 司徒杰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被录制了下来 简直就是铁证如山 不由得别人不相信 而那些原本还追随爱慕司徒杰的一众花痴女们 在看到这段视频后 直接便崩溃了 她们是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司徒杰竟然会是一个这样的人 她们心中 昔日那个白马王子的形象 瞬间崩塌了 随着视频的不断传播 那些曾经被司徒杰威逼又玩弄过的女人们 纷纷开始了发声 她们开始用自己的言论 去讲述司徒杰最真实最丑恶的一面 强导众人推 就是这么个道理 在之前没人敢于和司徒杰硬碰硬的时候 大家都选择了无言的沉默 哪怕那些受到迫害的女孩 都没有选择反抗 不是她们不想 而是不敢 只因为司徒杰家大师大 普通人没法跟她玩 也玩不起 淋雨的出现 就是一个契机 众人挤压依旧的仇怨 此刻都通通地发泄了出来 不过发生的这一切 身在酒店里 正和美女 心好心好的司徒杰 却压根不知晓 直到一个小弟打电话 给司徒杰通知了过后 司徒杰这才慌了神 不过 当司徒杰反应过来 开始做防御时 已经为时过晚了 学校里几乎大半的学生 都知道了司徒杰的为人 不知道 人也道听途说的 知道了司徒杰的丑事 司徒杰原本白马王子的人设 瞬间崩塌 所有的女生都在骂他人渣败类 男生则齐齐拍手称快 宇哥 你快看 司徒杰这小子 名声彻底臭了 哈哈 他真是罪有应得呀 孟浩拿着手机 对着凌羽兴奋的大声说道 嗯 他早就该臭了 现在被人曝光出来 也是正常的 凌羽扬装出一抹激动的神色道 嘿嘿 也不知道 是哪位大神这妖牛逼 直接把视频 都给弄出来了 若是见到他 我定然要顶领膜拜他 孟浩接着说道 凌羽无语了 他真想告诉孟浩 这一切 其实就是我做的 而在教室的另一边 张旭东正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凌羽 自从上次的事件发生后 张旭东变得低调了很多 也不敢再去出凌羽的眉头了 只是他无论如何 也没有想到 司徒杰竟然也这么快 被人给下黑手了 不由的 张旭东便想到了凌羽 因为他也知道 司徒杰和凌羽闹矛盾的事 张旭东心底有一个直觉在告诉他 司徒杰这件事 绝对和凌羽脱不了干系 一想到凌羽那些神秘莫测的手段 张旭东心底就是一阵发寒 而这用来解释司徒杰事件 也是完全行得通的 凌羽 凌若雪 两个都姓凌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张旭东暗自在心底 开始琢磨了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在曝光视频流传了约莫两个小时后 各大平台终于是做出了反应 几乎一瞬间 所有的视频都被删除干净 网上的言论也是一瞬间封禁无数 更有大批量的水军开始活动了起来 他们为了混淆视听 开始了无休止的骂战与影战 更有不少水军已经开始为司徒杰洗地了 声称曝光视频里并不是司徒杰 而是别人刻意抹黑的而已 对于网络上发生的一切 凌鱼早就已经有所预料了 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 有钱可以操纵一切 不过凌鱼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所以她倒也不着急 为了掌握司徒杰的更多证据 凌鱼并没有收回苍蝇摄像头 她一直不间断地监视着司徒杰的一举一动 而这 凌鱼是计划着有备无患的 如若有一天司徒杰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凌鱼到时候肯定要给她沉痛一击 时间飞逝 一眨眼就来到了晚自习下课时间 趁着人都走光了 童诗亚这才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凌鱼的身边站定 早上的早餐好吃吗 微微羞涩 童诗亚开口询问道 凌鱼还以为童诗亚要跟自己说什么事 没想到 竟然就是这件事 顿时间 凌鱼的脸色都不禁微微一变 她很想说不好吃 饭又怕伤到了童诗亚的自尊心 嗯 味道非常不错 和老八蜜汁小汉堡有的一片 凌鱼含糊其词地回应道 嗯 什么蜜汁小汉堡 凌鱼 你在说什么 童诗亚露出了一抹不解的神色道 我的意思就是非常好吃 味道好极了 凌鱼汉颜违心地称赞道 之所以用老八蜜汁小汉堡 凌鱼也料到 童诗亚肯定不明白什么意思 毕竟 她可没有来自未来的知识 真的吗 那我明天再给你做 童诗亚神色仔一喜 立马雀跃道 别 别 别 我觉得 你还是不要做了 凌鱼一听就急了 立马就制止道 为什么 你在骗我对不对 我做的压根就不好吃对不对 童诗亚脸上泛起了浓浓的失落之色 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我怕影响你学习 凌鱼立马解释道 哦 那好吧 童诗亚乖巧地点了点头 认同了凌鱼的说法 只是让凌鱼感到不妙的是 童诗亚此刻就这样定定地看着她 双眼中更是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来 凌鱼 为什么今天的你 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童诗亚疑惑地询问道 嗨嗨 我这不是每天都一样吗 哪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凌鱼故作糊涂地说道 不 今天的你很不一样 说着话 童诗亚的身子竟然渐渐凑到了凌鱼的近前 她就仿佛彻底被吸引了一般 目光紧紧地盯着凌鱼的眼睛 一眨不眨 第121章 一起逛街 看着越靠越近的童诗亚 凌鱼心头却是不禁微微动容 难道她想对我用强不强 凌鱼暗自在心底想到 只是片刻后 童诗亚一脸颓然地露出了一抹失落之色 她没想到自己都这样主动了 可是凌鱼依旧还是无动于衷 这让童诗亚不禁怀疑起自己魅力来了 再想到司徒节对凌鱼的告白 一抹紧张感油然而生 童诗亚开始怀疑 凌鱼的女装痞是不是病情加重了 而是还隐有着朝新号新号链方向发展的趋势 不行 我一定要阻止她的病情恶化 把她变回重新的那个阳光南海 童诗亚暗自在心底下定决心道 原本童诗亚还打算询问一下 关于司徒节的事 不过此刻她却是明误了几分 凌鱼的身上总拢罩着一层迷雾 让人想要去拨云见雾 虽然司徒节的事 看似和凌鱼没有多少联系 但是童诗亚心底有一种直觉告诉她 这件事很有可能就是凌鱼做的 心下有了猜测 童诗亚却并没有多询问什么 一来怕凌鱼嫌自己烦人 二来则是 她已经渐渐开始习惯凌鱼所带来的惊讶了 貌似不管发生什么多么惊奇的事 只要能和凌鱼联系起来 那么便不显得有多少惊奇度了 又和童诗亚闲聊了几句后 两人便一同离开了教室 转眼间 时间又到了周末 因为暂时没有什么新的系统任务出现 凌鱼倒也乐了一个清闲 至于发传单的业务 凌鱼也暂时不打算去做了 不过就在凌鱼想着 今天该干点啥的时候 她的手机铃声 却是突然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一看 竟然是童诗亚打来的电话 这让凌鱼很是惊意不定 微微诧异 但凌鱼还是很快地接通了电话 凌鱼 今天我想去逛街 你陪我一起好不好 电话里传来童诗亚软糯甜美的嗓音 隐隐还带着一抹撒娇的意味 听到童诗亚的话语后 凌鱼不禁暗自苦笑 最近她越来越感觉 童诗亚不正常了 特别是发现她女装大佬的身份后 童诗亚整个人都变得不正经了起来 时不时诱惑一下她 撒娇俨然已经成为了常态 明明说好的假闺蜜 现在已经假戏真做了 难道她真的是一个百合吗 一时间 凌鱼又不禁在心底思索了起来 想想以前关于童诗亚的事迹 貌似她还从来没有 和一个男人走过这么近 更没有听说过她 交往什么男朋友 就连绯闻也没有 这不禁让凌鱼 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猜测 嗯 你难道不应该在家好好复习吗 怎么还有时间出来逛街 凌鱼疑惑地问道 学习要劳逸结合 我也不能天天高强度地学习不是 适当地放松一下 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高考 童诗亚语气轻松愉悦地解释道 哼 你是不是在找借口 是不是不愿意陪我一起逛街 童诗亚似乎刚反应过来 顿时间便交哼了起来 凌鱼还真是那么想的 只是她没说而已 只是她没想到 童诗亚竟然如此冰雪聪明 一下就想到了她的心思 就在凌鱼犹豫着 该怎么回答童诗亚的时候 莉莉的提示音 却是突然响彻在了凌鱼的脑海里 主人 你有新的系统任务出现 请及时查收 莉莉的罗莉音 更是俏皮地播报道 凌鱼一时间梦了 她之所以没有外出 就是怕这个系统任务 会随机刷新 到时候 没准又给她刷新了 什么变态任务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 系统任务的刷新 压根就不讲道理的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系统任务的黑锅 林语是悲定了 微微压制住自己郁闷的心情 林语很是不情愿地 查看起新的系统任务来 今日任务 化身女装大佬 用闺蜜的身份 陪同诗亚逛街 任务完成 奖励一千魅力值 任务失败 宿主彻底沦为女装大佬 看完任务 林语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就连系统竟然都是 帮着童诗亚说话的 林语很是蛋疼 不就是逛街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女装就女装 老子已经习惯了 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林语在心底暗自付费道 不过由于林语久久没有回复 电话另一头的童诗亚 却是急了 林语 你干嘛不说话了 难道你就这么讨厌我 童诗亚的语气 显得很是低落 一想到自己好歹也是笑花一枚 可是林语这个大混蛋 却对自己爱搭不理的 童诗亚心底就是一阵郁闷 若是换做其他人 恐怕早就排着队 想要和他一起逛街了 没 没有 不就是逛街吗 你把位置给我 我马上就过来 林语话风一转 立马回应道 听到林语竟然答应了自己的邀约 童诗亚低落郁闷的心情 瞬间反转过来 脸上也是不自觉地浮上了一抹喜悦的笑容 那好 我在天华路等你过来 童诗亚笑着回应道 挂断了电话后 林语深吸了一口气 随即才不情愿地离开了宿舍 朝着学校外面走去 来到一处偏偏角落后 林语直接便换上了夏末之恋时装 随即又在路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童诗亚所在的位置赶去 约某20分钟左右 林语终于是见到了 正在路边等候自己的童诗亚 今天的童诗亚 似乎精心打扮过 和上一次 两人在街星公园相遇时相比 今天的童诗亚 更显一抹青春少女风 少了几分高冷的气质 一身粉红的长裙 衬托出童诗亚的少女心 胸口傲人的弧度 却又让人流连忘返 精致的脸淡水嫩的吹弹可破 急腰的长发随风飘动 给人一种灵动的美感 打量了一番童诗亚后 林语不得不承认 童诗亚的魅力是浑然天成的 和自己这个经过系统精心打扮的 冒牌美女不分伯众 没有犹豫 林语迈步 便朝着童诗亚走了过去 此刻童诗亚正在左顾右盼 看着经过的车辆 并没有注意到 女装的林语 朝着她靠近 直到林语已经站到她身旁时 童诗亚这才回过神来 开始打量起林语 第12章 游乐园 看着自己面前突然出现的美女 童诗亚足足愣了两秒后方 才反应过来 林 林语 童诗亚惊呼出声 嗯 是我 林语淡淡一笑 回应道 看着一身女装的林语 童诗亚是万万没想到的 原本她以为 林语会很正常地陪她逛街 可是她却没想到 林语竟然是穿着女装 来陪她逛街的 这让童诗亚 一时间有点错愕 很难以接受 林语 你 你为什么又穿成这个样子出来 戴着一抹错愕之色 童诗亚惊疑不定地询问道 不过 林语一时间 却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看着林语一时间哑口无言 童诗亚 童诗亚却是更加肯定了 自己之前的猜测 不过 她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林语见此 也不想多说什么 早在一开始 她便想到 可能会被童诗亚误解了 不过 这也是没得办法的事 今天我们的目的 不是逛街吗 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林语故意避重就轻 岔开话题道 好吧 虽然感觉有点怪怪的 但是我想 待会肯定很有趣 童诗亚当即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脸上露出了一抹古灵精怪的神色道 见此 林语心底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同时她也发现 童诗亚貌似已经开始逐步适应她的改变了 没有了以往想要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没有过多停留 两人直接开始了逛街闲聊 不过这逛街的主力 当然还是童诗亚 林语虽然此刻是美女 但是她却并没有女人那种 见啥都想买的欲望 反而是童诗亚拉着林语 一个店铺一个店铺的闲逛 只是让林语哭笑不得的是 童诗亚几乎都是只看不买 哪怕一个很喜欢的东西 童诗亚也只是多看一阵 随后便拉着林语离开了 到了此刻 林语终于是明白 女人们为什么都喜欢逛街了 而且还是那种 一逛就是几个小时 不带喘口气的 或许她们压根 就不是刻意来买东西的 而是注重逛街时的那种体验 那种感觉 而是就算是买东西 她们也会精挑细选 更有甚者是和老板讨价还价 换作林语自己的性子 她来逛街的目的 就是为了买东西 一旦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林语会直接就买了 压根不会什么货比三家 哪怕她明知道更远的地方 有一家更便宜的 但是林语还是不愿意去费这个劲 这或许就是男人逛街 和女人逛街时的差别了 不过 虽然陪着童诗亚逛逛很苦逼 但是林语却也不后悔 因为这一路走来 他俩的回头率简直不要太高 林语的魅力值也是花花的往上涨 而且更让林语没想到的是 童诗亚直接假戏真做的 把她当作了闺蜜 小手紧紧地挽着她的手臂 两人宛如一对姐妹花一般亲密 感受着来自童诗亚身上的柔软和芳香 林语的思绪都不禁胡思乱想了起来 不过她还是很勉强地控制住了自己躁动的内心 对于童诗亚的玩火行为 林语感到很是无语 不过她对此却也无可奈何 用一句话来形容 林语此刻就是痛病快乐着 是呀 你都逛了这么久了 难道就没有自己想买的东西吗 又是逛了几家女装店后 林语忍不住地发问道 看一下就好了 为什么非要买 难道你以为我逛街就是为了买买买 那你可就想错了 童诗亚一脸俏皮地回答道 好吧 你们的思维我是真的猜不透 林语妥协道 看见林语吃瘪的样子 童诗亚忽然觉得 林语女装的样子倒也蛮可爱的 有几分天然呆的感觉 不由分说的 童诗亚直接挽住了林语的手臂 两人就好似一对亲密无间的好闺蜜 又沿着步行街走了一阵后 两人直接来到了另一片街区 而他们的不远处 就有一家正在营业的游乐园 而当童诗亚看到游乐园的标志后 整个人目光都不由地亮了起来 更有一抹西击之色一闪而过 只是一瞬后 童诗亚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就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般 想去里面玩一下吗 林语目光紧紧地盯着童诗亚询问道 不用了 里面都是小孩子玩的东西 我们去恐怕不合适吧 童诗亚与其略显失落 显然她的内心深处 是极度渴望进入游乐园的 谁说游乐园只能让小孩子玩 今天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 不由分说的 林语直接抓住了童诗亚的小手 带着她便朝着游乐园方向走去 林语 童诗亚原本还想再多说点什么的 可是林语完全不给她这个机会 直接带着她来到了游乐园入口处 两人没有多坐停留 立刻迈步进入到了游乐园里面 一进入到游乐园里 童诗亚的目光便开始四处扫视了起来 她就好似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般 对什么都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来 此刻的她就仿佛是回归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显得很是天真无邪 林语没有打搅她 让她自己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过了许久 童诗亚这才回过神来 随即她便看向了身边的林语 脸上露出了一抹甜蜜的笑容 林语 谢谢你 童诗亚一脸认真的说道 谢我干什么 我只是带你来这里玩的 今天我们只求玩得开心就好 其他的不要多想 林语笑着回应道 童诗亚随即也是和林语相视一笑 明眸的双眼 好似闪烁的星辰 令人着迷 没有多想 林语直接便打算带着童诗亚 先去体验一下海盗船 不过 就在两人准备去买票时 童诗亚的目光 却是被旁边的一个小摊贩的铺面给吸引了 林语转头看去 这才发现 原本这是一个打气球的娱乐活动 而吸引童诗亚目光的 不是打气球这个项目 而是挂在气球墙上的一个毛绒公仔 两位美女 喜欢她的话就玩一下吧 没准就能打下来奖品来 中年摊主眼看有声音上门了 立马开口懒嗑道 林语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把目光聚焦在了童诗亚身上 她想看看童诗亚的反应 第123章 打气球 那是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粉色小兔子公仔 挂在墙上的位置 却也是最刁钻的 上当悬挂的气球 很是小的可怜 想要打破气球的概率极低 眼看同事的目光久久无法移开 林语当即便决定 为她把这个兔子公仔给打下来 老板 给我来一百发子弹 没有迟疑 林语直接朝着中年摊主说道 一听到林语 竟然直接买了一百发子弹 中年摊主高兴坏了 立马将摆在一旁的一把玩具步枪 递给了林语 并且还附上了110发BB弹 美女 多送你十发子弹 打破对应的气球 下面挂着的玩具 就是你的了 中年摊主一脸陪笑地解释规则 而童诗亚看到林语 竟然一次性买了十块的子弹打气球完 顿时间她也是惊恶了片刻 随即才反应过来 林语 你没必要一次性买这么多的 上面的气球根本打不破的 童诗亚小心地提示道 只是童诗亚话音刚落 林语便已经扣动了扳机 碰 一声闷响过后 墙上的一个气球应声而爆 而且还伴随着一个小挂件装饰品 掉落在了地上 呦 美女 枪法不错呀 第一发就打中了一个奖品 中年摊主微微惊讶地奉承道 童诗亚当即也是一惊 她没想到 林语竟然这么厉害 第一发子弹 就打破了一个气球 不过林语却是没有理会 中年摊主的话语 反而是子弹上膛 接着朝下一个气球开始射击 碰 又是一声闷响 随即气球爆炸 一个奖品再次掉落在了地上 这一次中年摊主没有多言 全当林语运气不错了 但是一旁的童诗亚 却并不这样看 虽然她也惊诧于林语射击的枪法 但是她更觉得这又是林语的一个特长 一时间 童诗亚看向林语的目光 又是一彩连连 碰 又是一声枪响过后 又一个奖品掉落在了地上 这次中年摊主的脸色变了 她也不再认为这是运气可以解释了 虽然十米的距离不远 但她可是 知道自己的气球和弯锯枪都动了手脚的 一般人别说打破气球了 就连打中气球都费劲 但是林语一连三枪全中 如果没有点实力 肯定是办不到的 中年摊主一时间有点后悔了 她真害怕林语 直接把她的奖品都给引走了 到时候 那她可就赔死了 不过一想到越到后面难度越大 中年摊主一时间又平静了下来 她不相信 林语可以一直这么厉害地连破气球 不过 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林语接下来的时间 直接给中年摊主狠狠地上了一课 砰砰砰 接下来的时间里 林语直接连瞄准都省去了 上堂开枪 一气呵成 速度快地让人惊起 伴随着一阵枪声的不断响起 挂在墙上的气球 却是一个接一个的爆炸 下方的小玩具 更是已经掉落了一地 童诗亚在一旁都看呆了 她虽然已经料想到林语的厉害了 但是 她依旧还是低估了林语的实力 林语的身上就好似拥有魔力一般 不管什么情况 林语貌似都可以创造奇迹 饶氏同诗亚已经适应得很快了 但她依旧还是忍不住地对林语好奇无比 到了此刻 中年摊主再也坐不住了 她的脸上更是一片心疼纠结之色 哎 美女 你能不能停一停 我把现在 你得到的奖品 全部都给你 你别打行不行 中年摊主一脸苦逼的 同林语商议道 为什么不让打 我可是花了钱的 你难道想要反悔不成 林语神色一领 质问道 美女 你别误会 我没有反悔的意思 只是你再这么打下去 我这生意 可就做不下去了 能不能手下留情 中年摊主继续哀求道 哦 没有反悔就好 我打完了就自然不打了 你别着急 林语淡淡一笑道 闻言 中年摊主差点气晕过去 不过她却也无法阻止林语 只能是干瞪眼地看着林语 一枪一枪将自己的奖品引走 一整面墙 足足有着近五十个气球 林语只用了不到两分钟 就已经打空了所有的气球 唯有最后那个最大的毛绒兔子 还没有打下来 到了此刻 中年摊主已经心灰意冷了 她不过才收了林语二十块 原本以为今天赚到了 现在才发现 是自己想多了 这简直就是一场血亏局 亏得血本乌龟那种 林语用二十块打下的小礼品 足足都有几百块之多了 而最大那个毛绒兔子公仔 则一个就值一百块 看着掉落满地的小礼品 中年摊主脸上浮现出一抹肉疼的神色 此刻她只祈祷林语 不要打下最大的那只毛绒兔 这样她还能挽回一点损失 只是她的祈祷注定要落空 林语已经开始了 对着毛绒兔发起了进攻 尝试了打了一枪后 毛绒兔上面的气球 却并没有破 一时间 林语开始仔细思索了起来 刚才她之所以百发百中 则是靠着天眼通提升后的敏锐视觉 以及自身体质增强后的作用 但是现在 这个毛绒兔子 却并没有那么容易了 因为毛绒兔公仔上 足足有着近五个气球的缘故 所以林语必须要一一打破才行 而中年摊主 为了防止有人打下这个毛绒兔公仔 她的每个气球 都是采用了胶皮比较厚的气球 而且还没有打满气体 让人根本就无法打破 林语早在一开始就看透了这一点 所以此刻 她在思索 该怎么破这个局 想了想 林语却是突然想到了 自己的天眼通技能 虽然透视没啥用 但是天眼通可以提升视力啊 看得清晰了 林语觉得 还是很有机会的 没有犹豫 林语立马开启了天眼通技能 瞬间 林语只感觉自己周遭都变得清晰了起来 就连旁人最细微的动作 都逃不过林语的眼睛 而当林语看向那些气球时 她这才发现这些气球 并不是无懈可击 每个气球 都会有一个瘴气后薄弱的地点 林语目光一扫 就看清了 所以气球的破绽之处 第124章 遭遇调戏 又填充好子弹上膛后 林语瞄准了 其中一个气球的薄弱点射击了 砰 一声闷响过后 气球却并没有炸裂 林语微微讶异 却是直接又开始了第二强 依旧还是之前的那个薄弱点 但是气球 却依旧还是完好如初 看到林语终于失败后 中年摊主如释重负 刚才她的心都悬了起来 就怕林语一如既往地 把兔子公仔也给引走了 好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不过就在中年摊主刚松口气 还没来得及高兴时 林语的第三枪 却是已经打破了 其中一个气球了 瞬间 中年摊主如坠冰枯 整个人都傻了 她没想到 自己动了小手段的气球 也被林语给打破了 这简直就是不讲道理 而打破了一个气球的林语 此刻却是已经掌握到了诀窍点 她找准一个薄弱点 不断地射击就行了 这些气球虽然结实 但依旧还是耐不住 轮翻一个点的攻击 所以 林语的计划很是成功 五分钟后 林语终于是将最后一只 毛绒兔子公仔给打了下来 而中年摊主 此刻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她只是呆呆地望着林语 就好似丢了魂一般 没有理会中年摊主的神情 林语自顾自地来到了奖品墙下 开始打扫自己的战果来 在同时呀 惊疑不定的目光中 林语直接抱着那只半人高的毛绒兔子 来到了她的面前站定 我看你很喜欢这个公仔 所以现在他就是你的了 林语一脸和煦笑容地 将毛绒兔子递到了童诗雅面前 听到林语竟然是为了自己 才去打气球的 童诗雅一时间 心底微微有了一抹感动之情 更有一抹甜蜜之意诞生而出 谢谢 谢谢你林语 童诗雅神色激动地感激道 谢我干啥 你喜欢就好 林语笑着回应道 听到两人间的对话 一旁的中年摊主 却是神色复杂了起来 她要是早知道如此 就直接让林语带走这只毛绒兔子公仔了 还省得亏损了全部的奖品 不过中年摊主 却也为林语和童诗雅之间的闺蜜情深 而感到惊讶 这似乎已经不是感情深就能说明的问题了 看着堆积如山的其他奖品 林语却是没有了什么兴趣 所以她也没有去动 而是将目光锁定在了中年摊主身上 看在你时生的份上 剩下的这些东西 我都不要了 林语淡淡开口道 听到林语的话语 中年摊主一愣 随即才猛然反应过来 真的吗 那实在是太感谢了 感谢两位美女的慈悲心肠 中年摊主喜极而泣地感谢道 东西太多了 我又不是开两元店来进货的 拿回去也没用 林语接着解释道 又随意交谈了两句后 林语便拉着童诗雅 离开了打气球的区域 两人直奔海盗船而去 看着离开的两人 中年摊主一时间却是感慨万千 买了两张门票后 林语便带着童诗雅 便坐上了海盗船 坐上海盗船后 童诗雅显得微微有点紧张 整个人都不由地贴近了林语几分 小手更是紧紧地抱着林语的手臂 别害怕 就当是寻求刺激了 林语轻声安慰道 嗯嗯 童诗雅小声地回应道 很快 海盗船便启动了起来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摇晃后 整个船身都开始飞跃了起来 而且速度还越来快 越来越高 饶氏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童诗雅 依旧还是忍不住地轻声尖叫了起来 同时 他整个人更是往林语怀里靠了靠 而林语见状 则顺势轻轻轻地搂住了童诗雅的 谦谦洗腰 顿时间 一股迷人的芳香 直接钻入了林语的心肺 林语一时间 微微有点陶醉了 童诗雅虽然也察觉到了此刻的暧昧姿势 但是他却并无法拒绝 而看到林语此刻的女装打扮后 童诗雅却又释然了 同时 他的心底还隐隐有着一模一样的感觉 就好似真的和自己的闺蜜 搂抱在一起 一般 坐满了海盗船 林语又带着童诗雅 去体验过山车项目 随后是青蛙跳最后 是摩天轮 一个下午的时间 林语几乎带着童诗雅 玩遍了整个游乐园所有的有趣项目 而童诗雅也终于放开了心境 陪着林语一起疯狂 脸上的笑容更是没有间断过 为了纪念这一刻 林语和童诗雅一起拍了许多的合照 最后 童诗雅更是给林语单独拍摄了好多的照片 两人此刻就像是真正的闺蜜一般 童诗雅都快忘记林语的真实性别了 不过 就在林语和童诗雅 两人玩得尽兴的时候 一旁确实有几个脾里脾气的青年男子 盯上了两人 三人时不时地用贪婪的目光 盯着两人看都不停 见此 童诗雅的脸色不免得微微一变 不过 她却也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林语在她身边的缘故 所以 她有一股强烈的安全感 两位美女 能交个朋友吗 三个脾气男子笑盈盈地走上前搭讪道 对不起 我们不交朋友 林语直接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听到林语的话语后 三个男子则是一愣 随即脸上却是浮现出了一抹细血的笑容来 两位美女 第一次来这边玩吗 大家彼此交个朋友也没什么关系吧 三人中 为首的黄毛青年沉生道 只是此刻林语已经懒得搭理她了 所以 倒是显得她有点尴尬了 呵呵 看来两位美女 都有点不待见 我们三兄弟啊 既然如此 那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黄毛青年说着话 便已经朝着林语走来了 同时 她的手也是朝着林语的胸口抓去 哈哈 让我来帮你检验一下真伪吧 这么大 别是硅胶做的 黄毛青年迎笑着道 一时间 其余两个混混 也是围拢了过来 三人皆是露出了一抹淫秽的色欲之象 童诗亚哪里见过这个阵仗 所以 她立刻便紧张地抱紧了林语的手臂 同时 身体也是忍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你 你们想干什么 别过来 再过来 我可就报警了 童诗亚边说 还边拉着林语后退 俩然已经忘记了林语还是个男人的事实 第125章 英雄救美 看到童诗亚脸上的惶恐之色 三个男子笑得更加淫荡了 哈哈 干什么 还报警 那你倒是快点报警啊 我们就想和你交个朋友而已 难道这样也犯法吗 黄毛青年肆无忌惮地大笑道 由于林语和童诗亚 此刻的位置比较偏僻 所以四周压根就没人注意到这里发生的情况 三个混混之前一直变尾随了 林语发现了 但没有在意 只是林语没有想到 他们的胆子居然如此之大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行如此龌龊之事 眼看黄毛青年的贤猪手就要抓到林语的胸口时 一声爆喝声却是突然响彻了起来 住手 你们三个贼子鬼鬼祟祟的 想要干什么 莫不是想要非礼良家妇女不成 突然传来的爆喝声 令三个混混都惊愣了片刻 随即他们才把目光投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林语当即也是寻声看去 却见不远处正有一个青年副手而立 一身格子衬衫搭配牛仔裤 倒是显得屌丝气十足 小子 你是谁 想要英雄救美 我劝你 还是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 黄毛青年神色不善地盯着那个屌丝青年道 贼子 休得猖狂 还不束手就擒 屌丝青年一声怒喝 随即身行朝着淋浴和童诗雅而来 两位姑娘莫怕 我这就来救你们二人 说着话 屌丝青年竟然随身从背后抽出了一块红色板砖来 对着黄毛青年三人便冲了过去 三个混混 眼看屌丝青年竟然掏出了板砖 当即也是一惊 随即 他们却是直接摸出了一柄折叠刀出来 眼看红色板砖 就要砸中黄毛青年了 一把小刀却是直接横在了屌丝青年的脖梗上 小子 你TM是不是傻 还妄想英雄救美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 黄毛青年不屑地盯着屌丝青年道 大 大哥 有话咱好好说 别动不动就拿刀 这个真会出人命的 感受着脖梗上的寒忙 屌丝青年立马就怂了 这一幕不光黄毛三人猛逼了 就连凌羽和童诗雅 也是一时间无语了 你这边的也太快了吧 说好的英雄救美呢 凌羽暗自在心底赋匪道 小子 看来你很识趣嘛 这么快就怂了 我还以为 你要宁死不屈呢 黄毛青年痴笑一声 随即直接夺过了屌丝青年手里的板砖 后面两个混混 当即便上前 一把抓住了屌丝青年 然后直接把他给按在了地上 你们干什么 快放开我 剧情不是这样的 你们应该被我一板砖一个料到才对 屌丝青年愤怒地说道 哈哈哈哈 小子 毛都没长齐 就想学着别人英雄救美了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 黄毛青年忍不住地哈哈大笑道 其余两个混混 当即也是笑了起来 凌羽和童诗雅 在听到屌丝青年的话语后 当即也是忍不住地轻笑了起来 你们笑什么 若非不是你有刀 我早就把你们给通通干趴下了 有种咱俩单打独斗 屌丝青年一脸愤愤不平的模样说道 你以为我像你那么傻吗 有着优势不去利用 简直就是煞笔行径 黄毛青年接着嘲讽道 随即 他的目光又终于是聚焦到了 凌羽和童诗雅身上 两位美女 现在我看看 还有谁能救得了你们 黄毛青年一步步逼近 脸上的淫荡之色 也是愈发强烈 谁说我们需要靠别人救了 有我就足够了 凌羽淡然一笑 随即分金错骨手猛然展开 对着黄毛青年伸来的手臂 便发起了攻势 咔吧 一声脆响过后 黄毛青年伸来的手臂 直接被凌羽给扭脱救了 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弧度来 让人看了都感觉一阵发寒 啊 我的手 黄毛青年惨叫一声 捂着自己的手臂 便踉抢着跌坐到了地上 这一刻 所有人都呆住了 似乎都没有想到 凌羽一个弱女子 竟然如此厉害 一招就将黄毛青年的手臂 给扭断了 现场除了黄毛青年的惨叫声外 一时间鸦雀无声 足足愣了两秒后 其余两个混混 方才反应过来 随即他们 直接放开了屌丝青年 一起朝着凌羽围攻了过来 小妞 看来 你性子还挺烈的嘛 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还真以为 我们不敢办了你吗 说着话 其中一个混混 便张开双臂 朝着凌羽合抱而来 意图直接先抱住凌羽的身体 而另一人则从侧面 去控制凌羽的双手 见此情况 童施亚在一旁显得十分焦急 可他却又想不到 什么能够帮助凌羽的办法 只能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急得团团转 由于太过紧急 童施亚却是连凌羽 会功夫的事都给忘记了 不过两个混混来得快 去得也快 凌羽抬腿 就是一脚直接将正面的混混 给踹翻在地 随即凌羽连头都没有回 一记肘击 直接击打在了侧面 混混的下巴之上 直接是将这个混混牙齿 都给打飞了出来 只是短短的一个呼吸间 凌羽便已经解决战斗了 一旁刚想上前帮凌羽解围的童施亚 直接愣在了原地 半天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而一旁的吊丝青年 此刻也已经站起了身来 他的手里还抄着一块板砖 不过却是已经呆立原厂了 看了看倒在地上的三个混混 吊丝青年露出了一抹 难以置信的惊恶神色 似乎到了此刻都没有明白 凌羽究竟是怎么打倒三人的 不过事实摆在面前 也由不得吊丝青年不相信了 而且三个混混此刻凄惨无比 一人手臂被卸掉在惨叫 一人捂着胸口不断痛苦的心号心号 另一个则直接嘴角溢血捧着牙齿在痛哭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吊丝青年露出了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喃喃道 随即他看向凌羽的目光 却是变得激动热切了起来 姑娘 你的身手真不错 我叫唐斌 你叫什么 吊丝青年满眼小猩猩一般的 看着凌羽道 凌若雪 凌羽淡淡地回应道 凌羽没想到 这样也能收获小谜第一枚 他都已经无力吐槽这个唐斌的智商了 第126章 闯入鬼屋 反应过来的童诗雅 却是在一旁偷笑 他也没想到 凌羽竟然又被人给爱慕上了 下一次英雄救美前 记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 实在不行 可以先报警再救人 别再傻乎乎地拎着板砖往上凑 你这不是英雄救美 你这是落井下石 凌羽颇为无语地对唐斌告诫道 听到凌羽的话语后 唐斌顿时间变得十分尴尬了起来 原本好好一场英雄救美的好戏 结果愣是让他弄成了一个绝世女神 大杀四方的玄幻剧了 下次我一定注意 唐斌一脸诚恳地回应道 凌羽无语了 英雄救美的桥段 现在很流行吗 居然还有下次 对了 弱雪姑娘 他们三个怎么处理 唐斌一指地上的三个混混道 随你吧 我们先走了 凌羽随口答道 然后带着童狮雅 便快步离开了 唉 这次便宜 你们三个了 下次我一定报警抓你们 唐斌一脸愤恨说道 随即却是抬腿 一连在三人身上踹了一脚 方才解恨 唉 两位仙女 你们等等 回过神来后 唐斌急步朝着凌羽和童狮雅追来 不好 那小子又缠上来了 我们快走 凌羽脸色一黑 拉着童狮雅的小手 便快步地朝着的另一个方向走去 看到凌羽不胜其烦的样子 童狮雅却是忍不住 无嘴咯咯笑了起来 想想以前自己 被追求者们骚扰的日子 童狮雅此刻 却是突然想要放声大笑了 凌羽的遭遇 简直就是她的翻版 不过饶是凌羽带着童狮雅 不断往人多的地方闪避 可那个堂兵 还是始终紧随在身后 这让凌羽有点烦恼 就在凌羽一筹莫展之际 前方却是突然出现了一间 装扮诡异的屋子 是鬼屋 凌羽微微压抑道 随即却是大喜过望 走 我们进鬼屋 甩掉那小子 凌羽不由分说地 拉着童狮雅 前往鬼屋 不过童狮雅一时间 却是微微犹豫了起来 毕竟那个女孩子 不怕神神鬼鬼的 虽然明知道 这个鬼屋里的东西 都是道具 但是童狮雅 还是忍不住害怕 不过越是害怕 童狮雅却也越是好奇 以前她不敢去鬼屋玩 但是今天不一样 有凌羽在身边 童狮雅感觉很有安全感 所以 她便没有拒绝凌羽的提议 两人来到鬼屋门前买了票 随即便马不停蹄地 钻入了鬼屋里 而就在凌羽和童狮雅 刚进入鬼屋 唐兵却也是追了过来 她疑惑地四处打量了一下 随即却是将目光 投向了鬼屋 脸上更是浮现出了 一抹猥琐的笑容来 一想到 凌羽和童狮雅 两人很有可能进了鬼屋 唐兵一时间 就是忍不住的一阵激动 毕竟女孩子都怕鬼 到时候 她进入半鬼吓唬两人 最后再来一个抱得美人归 想想都是无比的 心号心号刺激 而且还是左用右抱 两个角色美人 虽然很是怀疑 但是唐兵 还是向鬼屋的工作人员打听了一下 在得到凌羽和童狮雅 已经进入鬼屋的行踪后 唐兵便也买了票 立刻进入到了鬼屋里 一进去鬼屋 一抹阴森的冷意 便席卷而来 让人不自觉地 带入到了这种阴森诡异的氛围中 凌羽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四周 却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 反倒是童狮雅害怕得不行 双手紧紧地 抱着凌羽的手臂 胸口的柔软 更是挤压的凌羽 一阵神魂颠倒 不过一想到自己是正人君子 不能趁机占便宜 所以凌羽直接伸出手 揽住了童狮雅的牵牵细腰 差点就将童狮雅 给整个搂进了怀里了 嗯 我们是闺蜜 这没什么关系 凌羽暗自理所当然地想到 感受到自己腰间强有力的手臂 童狮雅翘脸微红 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而心底 更是浮现出了一抹甜蜜之意 明明凌羽此刻是女人的模样 可是童狮雅 却没有以往的异样感觉 反而是在心底 滋生出了一抹别样的情趣来 没有多想 凌羽搂着童狮雅 便朝着鬼屋深处走去 因为这个鬼屋是房古寺建筑 所以此刻这里面 显得很是阴森恐怖 各种造型古朴的破败家具 平添了几分诡异的氛围 墙面上老旧的大红贴纸 此刻也是残破腐烂 地面上更是散布了许多的白色纸钱 让人忍不住地想到了 死人出病时的场景 鬼屋里的隔音效果 似乎非常好 此刻这里寂静无声 安静地让人心慌 只有凌羽和童狮雅的脚步声 哒哒地回应在空旷的房间里 显得更是沉闷孤寂 滴答 一道极为细微的滴答声 自房间深处传来 就好似有水滴滴落在了地面上 在这昏暗孤寂的老宅里 显得更是刺耳 凌羽拉着童狮雅小心地 推开了一扇木门 嘎吱 木门发出一阵 令人牙根痒痒的嘎吱声 忧远而绵长 在这老宅里久久回荡 打开了木门后 童狮雅整个人都不禁颤了颤 手心更是已经出汗了 凌羽用手轻轻地安抚了一下她 随即才打开了手机上的照明功能 对着房间内一通查看 这是一间厢房 空间不是很大 只摆放了一架老式的木桌和木柜 地面上狼藉一片 墙面上更是用鲜红的液体浸染过 歪歪扭扭的几个字 也是触目惊心 在看到墙面上鲜红的手抓印后 童狮雅不禁一颤 身子也是不由地朝着凌羽 怀里缩近了几分 凌 凌羽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 童狮雅小声地对凌羽而语道 见此 凌羽也没有迟疑 拉着童狮雅 便朝着古宅的行狼走去 行狼里很是破败 地面上满是碎石和瓦片 墙上更是血痕无数 好似被什么东西抓到过一般 而在这时 一阵凄凉的戏曲声 却是自身处传来 女生凄冷而诡异 久久地回荡在这古宅里 让人忍不住的遍体声寒 凌羽和童狮雅都不禁微微惊讶 毕竟这诡异的戏曲声 出现得太突然了 而且 唱戏曲的诡异女生 就好似回响在耳边一般 童狮雅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的 双手只是紧紧地 拽着凌羽的手臂 不敢松开分喉 第127章 鬼屋惊魂 微微犹豫 凌羽带着童狮雅 直接循着声音走了过去 带两人靠近一间木门紧闭的房间后 戏曲声却是突然消失了 看着这扇双开木门上的黄色符绿 以及白色窗纸上的血红手印 凌羽不禁微惊叹工作人员的细心了 这样的效果和布置 绝对是一个合格的恐怖鬼屋 只是此刻凌羽却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 到底进不进这间屋子 似乎一切的线索都在这间屋子 凌羽 我们还是不要进去了吧 童狮雅弱弱地说道 难道你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吗 凌羽笑着反问道 不 不想 这里面肯定有吓人的东西 童狮雅满脸惊恐地紧张道 没事 都是道具而已 我们就进入看一眼 随后马上就出来 凌羽轻声安慰道 可是我还是害怕 要不我们出去吧 童狮雅依旧还是十分惊恐地说道 要不我自己一个人进去看看 你就留下这里等我 凌羽提议道 不 不行 我要和你在一起 童狮雅警惕地描了描四周 阴森黑暗的环境道 那好吧 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 凌羽给了童狮雅一个摸头杀安慰 随即却是上前一把推开了两扇破旧的木门 随着两扇木门的开启 一道鲜红的影子却是自房间里一闪而过 凌羽看得真切 童狮雅却也是看到了 顿时间 童狮雅便差点失声尖叫了起来 好在凌羽及时地捂住了她的嘴巴 这才没让童狮雅惊呼出声 在确定红色影子消失后 凌羽这才踏入了房间里查看情况 却见这是一间书房 入门处便就摆放了一张书桌 而在另一边 则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木床 鲜红的绸缎 更像是女人的闺房一般 而在凌羽打量整个房间时 童狮雅却是捂着小嘴 身体颤抖不止 凌羽察觉到了异样 立马循着童狮雅的目光看去 却见书桌旁的书架后 正有一道红色的身影在晃来晃去 由于书架的隔断 所以显得很是诡异莫测 凌羽微微惊讶 拉着童狮雅 缓步走了过去 在绕过了书架后 凌羽这才发现 原来这道红色的影子 是一个女人的形象 鲜红的汉服异常扎眼 她的脖梗被吊在了房梁上 满头的乌黑长发披散下来 连同她的五官都给掩盖住了 童狮雅瞳孔放大 努力捂着自己的小嘴 不尖叫出声 但她的身体却是颤抖不已 仿佛正遭遇什么 异常恐怖的事件一般 别怕 只是一个人形道具而已 凌羽不以为然地安慰 童狮雅道 而在这时 之前消失了许久的戏曲声 却是回荡在了房间里 突然想起的戏曲声 吓了童狮雅一跳 不过凌羽已经紧紧地 搂住了童狮雅 所以倒也没让她 做出什么惊慌失措的举动来 恐怖的环境 再配上诡异的戏曲声 这里的布置倒也算是一个 合格的鬼屋了 凌羽目光不断扫过房间 最终她在一个书架上 发现了一个小喇叭 显然戏曲声 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为了让童狮雅消除恐惧感 凌羽直接点明了几个破绽点出来 随后她又撩开了 女鬼身上的模型道具 这才让童狮雅 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诡异环境 又扫尸了一圈后 眼看没什么稀奇的 凌羽便带着童狮雅 退出了这个房间 而接下来 凌羽则又带着童狮雅 开始了冒险 因为这间古宅是回廊式的结构 所以拥有很多的房间 而且两边都能互通的缘故 所以凌羽可以直接带着童狮雅 从另一边的行狼达到入口位置 又前行了一阵后 行狼到了一个转折点 四周的墙面上更加破败不堪了 充斥了无数的血手印 就在凌羽带着童狮雅转过行狼之时 他们的面前 却是突然多出了一道白色鬼影来 白色鬼影两只空洞无神的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两人 嘴角更是溢出了鲜血来 显得异常的阴森恐怖 因为出现得太过突然 童狮雅险些栽倒 回过神来 才是一阵惊惧害怕 不过凌羽对此 却是不以为然 因为这道白色鬼影 压根就是一个纸糊的模型 只是贴在了墙上 显得很是逼真 再加上放在转角的位置 猛然看到 还真的会被吓一跳 看清楚了缘由后 凌羽直接让童狮雅查探了起来 以此来消除童狮雅心底的恐怖之意 而在意识到 只是一个指人后 童狮雅紧张的心情 也是放松了下来 不过 她还是紧紧地依偎着凌羽 绕过白色指人后 凌羽和童狮雅此刻轻松了许多 虽然幽暗深邃的行狼 依旧很是恐怖 但是相比于刚进来的时候 童狮雅却是已经开始适应了 不过就在凌羽和童狮雅 准备进入旁边的一个房间时 不远处却是有一道鬼影一闪而过 这道鬼影鬼鬼祟祟地在四周徘徊 好似在寻找着什么一般 凌羽的眉头不经一皱 因为她感觉这道鬼影 貌似有点熟悉 而且 从这道鬼影的动作来看 貌似她并不是道具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因为离得很远 凌羽也是大致看见 而童狮雅则完全没有看到 为了不让童狮雅多心 凌羽便也没有说 前面有鬼影在晃悠 只是又重新了 打开了一道房间的木门 不过这一次一打开房门 一张血红色的面孔 却是猛然出现在了凌羽的面前 争鸣扭曲的裂纹面容 再配上她空洞无神雪白的瞳孔 显得异常的可怖 饶势凌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可是她却依旧 还是被面前这个道具女鬼 给吓愣了片刻 不为别的 实在是这个女鬼的布置 便就在房间的木门上 一旦有人打开房门 那么女鬼便会直接与之对视 当真是防不胜防 让人不惊吓都不行 好在童狮雅在凌羽的身后 所以她并没有看到 这恐怖的一幕 绕开门口挂着的女鬼 凌羽的目光扫视了一眼房间 却是并没有发现 其他人有趣的布置 当即凌羽便拉着童狮雅 继续朝前走 而这时他们距离 那道鬼鬼祟祟的人影 也是越来越近了 第128章 人下人 似乎是看到了凌羽和童狮雅 两人的接近 这道鬼影开始闪躲了起来 她的身影在行廊上一闪而过 显得很是诡异 童狮雅这时也发现了 前方一闪而过的黑影 当即她便猛然一惊 小手不自觉地抱紧了凌羽 啊 前 前方好像有东西 童狮雅惊呼一声 胆怯地细语道 嗯 别害怕 只是有人在装神弄鬼罢了 凌羽轻轻一笑 拍了拍童狮雅的手背安慰道 听到凌羽的解释 童狮雅这才微微安定了下来 不过在这种诡异的环境和氛围中 她依旧还是很入戏 没有理会前面那道鬼鬼祟祟的黑影 凌羽带着童狮雅 静直朝着前方走去 因为这是一个仿古式建筑的缘故 所以 此刻这房间里有一处空地 用来仿造花园 通过花园 可以直接连通两边的长廊 自由地穿梭在这间鬼屋里 前方的黑影 时不时地在凌羽和童狮雅身边一会儿过 还不断地搞出各种动静 来吸引两人的注意 刻意营造出一种阴森诡异的恐怖氛围来 只是凌羽带着童狮雅 压根就不理会这些动静 他俩此刻就像是逛街一般的闲庭信部 全然已经抛开还在鬼屋的事实了 嗯 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俩不害怕 难道是我演的有问题吗 可是 我看恐怖电影里都是这么拍的啊 一座假山后面 唐斌一脸疑惑地自我怀疑到 此刻他的身上穿着鬼屋里特制的道具 一身破旧的长袍 加上一副骷髅头面具 再配上满头的邋遢长发 倒也显得十分鬼气森森 只是还不等他继续装神弄鬼 这才猛然发现 凌羽和童狮雅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嗯 人呢 怎么突然就消失了 难道他们又进了一个房间 唐斌暗自地胡一道 就在唐斌准备潜藏身影 摸过去看看情况时 他的背后 却是猛然想起了一道 甘涩沙哑的说话声 姐姐 你在找我吗 听到这诡异阴森无比的声音 唐斌的身形猛然一顿 随即才无比艰难地 慢慢回头查看情况 不看还好 这一看 直接将唐斌给吓得亮呛着 倒退了好几步 妈呀 有鬼啊 唐斌惊呼一声 当即便想着 转头逃跑了 只是下一刻 又一道红色鬼影 猛然出现在了唐斌的身后 血红的长裙随风飘动 满头的长发遮盖了面门 显得异常的圣人 啊 你们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唐斌直接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满脸惊恐地盯着 一前一后两道鬼影 下一刻 一红一百两道鬼影 便朝着唐斌扑了过去 眼看两道鬼影扑来 唐斌吓得立刻在地上一阵爬行 随即撒鸭子地朝着一边的长狼跑去 看着唐斌被吓破胆的狼狈样 一红一白两道鬼影 却是相视一笑 没错 这两人 就是凌羽和佟施雅假扮的 在看到唐斌装神弄鬼 吓唬自己和佟施雅后 凌羽心底便突生一击 既然唐斌可以吓唬他们 那他们 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 打定了主意后 凌羽直接扒下了一套红衣女鬼的服装 让佟施雅换上 随即凌羽自己 则是将那个贴在墙上的白色纸扎人 给贴在了自己身前 然后他又把自己的长发给披散了下来 那模样 倒是比道具还要逼真几分了 看着被吓跑的唐斌 凌羽和佟施雅 都不禁暗自发笑 不过他们 可不打算 就这么放过这个残忍的小子 所以他们又齐齐 追了过去 而在另一边 唐斌眼看已经摆脱了两道鬼影的追击 这才靠在墙边喘口气 同时 他还神色紧张地扫视着四周 生怕有什么鬼物出现一般 凌羽和佟施雅 已经又朝着他逼近了 就在唐斌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的时候 一道红色鬼影 从他侧面一闪而过 消失在了黑暗中 而这时 长廊里却又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 显得很有节奏和规律 而由于长廊是半圆形结构 所以此刻回声很是诡异 就好似这脚步声 永远随在你的身后一般 唐斌紧张地看了一眼四周 他不敢再停留了 看准了一间屋子 便小心翼翼地靠近了过去 他准备先进屋躲躲 眼看唐斌一步步地按照自己的预测走 凌羽的嘴脸 不自觉地勾勒出一抹糊涂来 之前 凌羽便察觉到了 这个长廊回音的诡异 所以 此刻他只需要刻意去踏出脚步声 就能营造诡异恐怖的氛围了 而在唐斌打开了一个房间躲进去后 他先扫视了一眼四周 在确定没有危险后 方才出了一口长气 但那种哒哒哒的脚步声 却并没有消失 反而是愈发强烈了起来 怀着忐忑的心情 唐斌透过雕花木门上的白色窗纸 往外面看 却是猛然发现 一双血红如水般的眼眸 也正透过小孔朝他看 啊 唐斌又是一惊 猛然地退回到了屋子里 他双目紧紧地盯着房门 似乎生怕下一刻 门外那个鬼物 就冲进了屋子里一般 节节节节 一阵音笑声从门外传来 随即鬼影一晃 便消失无踪了 看到鬼影消失 唐斌如释重负 整个人都瘫坐在了地面上 然而就在这时 一阵戏曲声 却是突然在房间里响起 吓得唐斌猛然又是一惊 唐斌猛然寻声看去 却见镂空的书架后 正有两道鬼影在晃动 其中一道 还是吊在房梁上的 啊 有鬼啊 救命 唐斌又是一阵惊恐之急的惊呼 随即屁滚尿流地 朝着房间外面跑 明明一开始 还是他在吓唬别人 可是现在 俨然已经反转了过来 看着唐斌被吓得到处躲藏逃命 凌羽和佟施雅 总算是出了心底的那口恶气 哥哥哥 我还以为他不怕鬼呢 没想到 居然如此胆小 佟施雅捂着肚子笑道 人吓人 吓死人 他不害怕才怪了 凌羽当即也是附和道 眼看唐斌已经被吓破胆了 凌羽和佟施雅 也失去了兴趣 当即两人便换下了衣服 离开了鬼屋 而在鬼屋里 久久没见动静的唐斌 这才小心翼翼地 开始摸索了起来 而当他看到凌羽和佟施雅 换下的道具服时 这才猛然反应了过来 感情刚才的两道鬼影 都是人假扮的 而他还傻乎乎地 信以为真了 一想到明明自己 才是半鬼吓唬人的那个 却反倒 被两个女人半鬼 给戏耍吓唬了一番 唐斌心底 就是一阵郁闷加懊恼 而当他追出鬼屋后 哪里还有林若雪 和佟施雅的身影 早就将他给甩开了 作者提外话 我不提醒 你们是不是把票票都忘了 投票不吃亏 投票不上当 投完报更安排上 奥利给 第129章 看电影 鬼屋出来后 林若便直接带着佟施雅 离开了游乐园 今天 他们整整在游乐园里 玩了一个下午 除了在鬼屋的时候 佟施雅脸上的笑容 就没有间断过 他就仿佛回到了 自己童年的时候 笑得很是天真可爱 谢谢你 林语 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一些还记得 上一次来游乐园时 我才六岁 佟施雅眼底 浮现出了一抹追忆之色道 谢我干什么 开心就好 林语笑着回应道 同时 他却是在心底微微叹息 别看佟施雅 平时气质清冷孤傲 实则那只是他多年 养成伪装的面具而已 因为没有人去 真正的了解他 久而久之 他便对谁都是一副高冷的气质 在外人眼里 他是有着笑话之称的女神 学习成绩 也是众人的榜样 大家都羡慕 他所拥有的一切名誉 但是抛开这一切 实则同时雅的成长经历 却是孤寂而坎坷的 很平常的一件事 却往往能引起同时雅的笑点 那是因为他之前的缺失所造成的 一个只剩下学习 没有了其他一切快乐的人 他的生活 注定是单调乏味的 这便是同时雅最真实的写照 这段时间的接触下来 凌羽基本上已经了解到了 童诗雅的情况 在他一切的光环的背后 实则却是一颗少女 最为纯真的心灵 在看清一切后 凌羽的心情微微有点压抑 他怕自己什么时候一不小心 就伤害到了童诗雅弱小的心灵 此刻的他 俨然已经走进了 童诗雅的内心世界 不然童诗雅 也不会在他面前 表露出最真实的自己来 两人走在路上 童诗雅显得很是开心 不停地和凌羽诉说 刚才在鬼屋时的情景 快乐地向他小女孩 与此同时 童诗雅也是自然而然地 挽住了凌羽的手臂 似乎早已经忘记 凌羽还是一个男人的事实 而凌羽却是一只手 替童诗雅 拿着他的那个兔子公仔 一只手拉着童诗雅的小手 两人有说有笑地一路前行 走在路上 两人的回头率 简直就是百分百 众人都以为 两人是一对姐妹花 纷纷投来了爱慕的目光 凌羽不禁感叹 两个女人亲密无见 可以是闺蜜 可以是姐妹 旁人只会羡煞无比 一男一女亲密无比 那是情侣 只会羡煞单身狗 而若是两个男人手拉手 恐怕早就被异样的目光 给逼退了 我们去吃饭吧 眼看天色不早了 凌羽当即提议道 因为一下午都在玩 所以此刻 两人的肚子里 都是空空如也 好呀 我想吃炸鸡汉堡 童诗雅立马去月地说道 没有犹豫 凌羽直接带着童诗雅 来到了附近的一家肯德基 两人点了一份情侣套餐 便开始吃了起来 一切似乎都显得那么自然 一顿晚餐 凌羽只用一个炸鸡和汉堡 就将童诗雅给满足了 虽然不是很豪华 但是童诗雅却非常开心 吃过了晚餐 时间还不算晚 童诗雅的兴致显然很高 拉着凌羽 还要在周围逛一下 而这时 旁边的电影院的投影 却是吸引了童诗雅的目光 凌羽 你能陪我去看一场电影吗 童诗雅的眼底 露出了一抹西迹之色 当然可以 走 我们现在就去 凌羽微微一笑 拉着童诗雅 便朝着电影院的方向走去 两人一路坐电梯 来到了商城三层的电影院 得知今晚上映的是一场青春爱情剧后 凌羽便买下了两张观影券 在进入放映厅的时候 凌羽又买了一大桶爆米花和可乐 随后才带着童诗雅来到了对应的位置坐下 等待电影的开始 或许是因为电影题材的缘故 所以此时在看电影的 多是以一些年轻的小情侣为主 几乎都是成双成对的坐在一起 似乎受到了氛围的感染 童诗雅的小脸红扑扑的 时不时的偷描凌羽一眼 犹如坐贼心虚一般 对此 凌羽倒没有什么反应 她只想着 能够让童诗雅开心快乐一点就好 其他的她都没有多想 毕竟她现在是闺蜜的身份 很快 电影院里便坐满了人 不时便有情侣间相互打闹的斗剧声响起 显得很是活跃 相信此时来这里看电影的 没有一个是单身狗 毕竟这种氛围真熬不住 分分钟 就能喂满一大口的狗粮 只有凌羽和童诗雅是个例外 不过因为她俩气质和颜值出众的缘故 倒是有不少男人注意到了两人 不时有贪婪的目光在两人身上扫过 很是惹人注目 隐隐地 凌羽和童诗雅成为了全场男人的焦点 哪怕他们的身旁就坐着自己的女朋友 但他们依旧还是管不住自己的眼睛 哎呦呦 疼 疼 你快放开我的二耳朵 就在众人心照不驯地欣赏凌羽和童诗雅美色的时候 人群里却是传来了一声痛呼声 却是一个男人偷看凌羽和童诗雅的时候 被自己的女朋友抓个现行 当场就被自己的女朋友给凝住了耳朵 一时间 现场众人都哄笑了起来 童诗雅也是忍不住的无嘴偷笑 同时 她的目光也是落到了凌羽身上 露出了一抹忧怨的神色 看到童诗雅古怪的神色 凌羽一时间却是梦了 她都不知道自己干啥了 怎么就能躺着中枪了 而在有了这个被揪耳朵的男人例子后 众多星号星号看向凌羽和童诗雅的目光 变得隐晦了许多 似乎生怕被自家女朋友给发现了 哼 男人 明明吃着碗里的 却想着锅里的 童诗雅有意无意看了凌羽一眼 娇哼道 看我干啥 我是女人 再说了 我还没吃到锅里好吧 凌羽颇颇为无辜地解释道 童诗雅一时间无语了 如果可以 她真想用自己的小拳拳捶凌羽的胸口 只是当她看到凌羽那部书 自己的傲人山峰后 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 好在这时 电影终于开始放映了 众人的目光 一时间都聚焦在了电影荧幕上 对于青春爱情剧 凌羽是真的提不起什么兴趣来 不为别的 实在是她太了解了 对于这些电影的套路 凌羽已经不知看透了多少了 完全已经免疫了 而且 青春爱情剧也不是她的菜 若非为了童诗雅 她才不会来看这种毫无营养的电影 第130章 经典桥段 虽然凌羽没有兴趣 但是童诗雅 却是看得津津有味 更是将自己 也给带入到了剧情中去了 电影的前期 依旧还是老套的情节 怎么虐恋怎么来 似乎恨不得观众的智商都是零 编剧完全就是为了虐恋 而强行凑剧情 明明很简单的一件事 电影里却非要复杂化 制造那种说不清到不明的 暧昧环节 这种将智商按在地上 狠狠摩擦的电影 凌羽都已经无力吐槽了 而到了中期部分 虐恋才算是完全铺开 什么遭遇小三横刀夺爱 意外怀孕 不让男主知道 偶然发生车祸 最后导致流产 简直就是剧毒无比 看到了这里 凌羽已经快毒发身亡了 反观童诗雅 却是已经被虐哭了 那眼泪就跟自来水一般 哗哗地流个不停 见此 凌羽抽出了一张纸巾 递给童诗雅 童诗雅接过纸巾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随后目光深深地看了凌羽一眼 这才发现 凌羽竟然毫无反应 我 这么感动的剧情 你为什么不哭 童诗雅微微有点不解地看着凌羽道 我比较抗夺 想了想 凌羽无奈地胡周道 好在童诗雅没有多问 而且继续开始观看起电影来 凌羽则是自顾自地吃着的爆米花 喝着可乐 犹如一副与我无关的模样 而在电影院的其他位置 几乎都有啜泣声传来 想必其他的女人也被剧情给毒哭了 纷纷开始了哭泣 这倒是让那些男人们捡了便宜 纷纷借机开始安慰占便宜 凌羽对此更是不迟 不过她却也注意到了童诗雅的情况 眼见童诗雅的似乎真的入戏太深了 凌羽拿起一个爆米花递到了她的嘴边 别光顾着哭了 来 吃点爆米花缓解一下沉重的心情 凌羽嘻笑着说道 谁知下一刻 童诗雅忧愿地看了凌羽一眼 随即一口就将凌羽的手指头也给咬住了 哎 哎 你咬我手了 凌羽惊呼道 哼 让你笑我 童诗雅冷哼一声道 此刻凌羽只想感叹一声 为小女子难养也 就在凌羽和童诗雅嘻嘻打闹的气候 四周众多星号星号的目光 却是齐齐聚焦了过来 他们的眼睛里露出了无尽的淫欲之色 似乎恨不得马上出现在凌羽和童诗雅的身边一般 这样 他们便能近距离地感受两个美女的斗去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猫抓一般的心痒难难 而伴随着电影后期高潮的来临 令人心旷神医的吻戏 终于是来了 虐恋大剧 也终于开始了爽闻 伴随着一切误会的解开 男主和女主 终于是开始了重新和好 不可避免的吻戏便开始了 到了此刻 开始被虐哭的那些女人们 纷纷开始恢复了过来 更是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趁着这个机会 很多男人借机发挥 也开始了和电影里一样的桥段 一时间 电影院里不时有情侣间的阴鸣声响起 一切似乎都是显得那般自然 一眼望去 那画面是如此的相似 和电影的风格 竟然没有一丝违和感 凌羽颇为感兴趣地看了看四周 一副看大戏的表情 童诗雅却是被羞红了脸 毕竟她可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一时间也不知道咋办 只能是尴尬地伸手去抓爆米花压压惊 而凌羽也和她想到一块去了 两人几乎同时伸手进入了爆米花里 一时间 画面定格了 凌羽只感觉自己 抓住了一只嫩滑无比的小手 这种感觉 完全和之前不一样 童诗雅小嘴微张 一时间竟不知该咋办 只能是翘脸羞红地看着凌羽 双目中 盈盈已经透露出了迷离的征兆 凌羽也同时看向了童诗雅 一时间她松手不适 不松手也不是 当真是进退两难 虽然此刻自己是女人的身份 但是凌羽还是感觉自己的男性荷尔蒙 已经开始爆发了 而在这时 凌羽和童诗雅所在的后座上 却是已经有一对情侣 开始裸抱在了一起 女人发出的声音 直接刺激的童诗雅 脸蛋更加飞红了 就像是快要滴出水的水蜜桃一般 诱人无比 凌羽也感觉自己浑身燥热无比 手上不自觉地 开始抹扎着童诗雅的小手 不知不觉间 两人的距离越靠越近 下一刻 凌羽终于是和童诗雅 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看着近在咫尺的粉嫩阴唇 凌羽没有犹豫 直接便浮身了下去 童诗雅不由地瞪大了美眸 她只感觉自己的心跳急速加快 就像蹦出来一般 同时 她也感觉自己的身体浑身发软 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 看着凌羽越来越近的绝美面容 童诗雅紧张地闭上了美眸 长长的睫毛还在微微颤抖 彰显出她内心的不平静 一声阴静后 童诗雅彻底地沦陷了 没人知道她此刻的复杂心情 她的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由于童诗雅的姿势太过僵硬 凌羽的手臂微微调整 直接将童诗雅给整个搂进了自己的怀里 甜蜜的滋味在两人间蔓延 那种奇妙的感觉让凌羽和童诗雅都欲罢不能 时间在这一刻似乎都是静止的 唯有画面的显得很是生动 这一刻没有注意到凌羽和童诗雅的动作 因为大家都是如此 一开始童诗雅还身体紧绷很是紧张 可是在凌羽温柔的攻势下 她很快便放松了下来 更是直接沉浸其中 由开始的被动转为了主动 一番云语过后 童诗雅美眸迷离了 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凌羽的脖梗 整个人都融入到了凌羽的怀里 雄伟的山峰直接压得凌羽快喘不过气来了 两久 春分 童诗雅脸上一阵星号星号之色 美眸寒春地看着凌羽 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 而凌羽一时间则是感觉身心一阵舒爽 看向童诗雅的目光也是变得热切了起来 正准备接着继续 可是童诗雅却已经羞红地抵住了她的下巴 哼 坏蛋 就知道欺负我 童诗雅美眸寒春地娇称道 第131章 清诚之恋 听到童诗雅的称怪 凌羽却是笑而不语 她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 不过 看到童诗雅并没有因为自己女装而抗拒自己 凌羽心底却是不禁暗自活络了起来 难道她真的喜欢这样吗 还是说 这里面有什么隐情 看来 我下次必须要用原本的身份去试探一下了 凌羽暗自在心底打定竹一道 不过就在这时 四周却是投来了异样的目光 却是众人已经从吻戏里恢复了过来 纷纷发现了凌羽和童诗雅的行为举止 一时间 众多星号星号们纷纷痛心疾首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两个角色美人竟然是这样的关系 这简直就是抱天天物 要知道 现在有多少的单身狗 找不到女朋友吗 结果美女们还在内部消化 这对单身狗们很不公平 为了以后的幸福 我们要坚决抵制这样行为 要让每个女人都受到关怀 而不是内部消耗 放映厅里 也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 顿时间众人的神色都变得古怪了起来 当然 也有人不是这么想的 草 一个 就一个 刚才我要是和他们中其中一个就够了 哪怕马上要我死 我也愿意 如果愿望可以实现 我愿意花五十年的寿命 博得美女一吻 如此角色美人居然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能征服他们其中一个 那我岂不是直接就能得到两个角色美人了 想想 还真是刺激 一时间 在场的众多色批们心怀鬼胎 纷纷打起了凌羽和童诗亚的主意 看着四周那些男人们色欲贪婪的目光 童诗亚只感觉浑身好似蚂蚁再爬一般 很是不适应 而且 她到此刻也才意识到 自己和凌羽的行为多么荒唐 也不怪众人的目光诧异了 一时间 童诗亚脸蛋羞红地低下了头去 不敢再看四周的星号星号 都怪你 现在好了 我俩被人当作异类了 童诗亚的小手伸到凌羽的腰间 准备拧一下凌羽的软肉 只是下一刻 凌羽直接捉住了她的小手 让童诗亚水嫩的脸蛋又是一红 而四周的星号星号们 看到童诗亚娇羞的模样后 哈达子都快流出来了 就差直接扑上去了 凌羽和童诗亚不知道的是 他俩的一举一动都会够人夺破 让别人沉沦其中 眼看电影也已经到了尾声 已经有不少的人开始陆续离场了 但是凌羽和童诗亚还没有动 四周的星号星号们也按兵不动 他们都在等待机会 在喝完最后一口可乐 吃完最后一颗爆米花后 凌羽终于是动了 他直接一手抱着兔子公仔 一手拉着童诗亚准备离开了 只是还不容凌羽和童诗亚离开放映厅 一大波星号星号们便已经伺机而动了 纷纷起身朝着两人走来 不过他们都只是有贼心没贼胆 一些已经有女朋友的 也只能是干看着 只有少数几个男人跃跃欲试 终于 在凌羽和童诗亚即将离开放映厅的时候 一个穿着还算得体的年轻男子走了上来 他一脸微笑地看着凌羽和童诗亚开口道 两位小姐姐 可否认识一下 看到年轻男子的搭讪 四周那些原本打算离开的人 纷纷驻足观看 他们想要看看这个男生的结果如何 究竟能不能聊到两个美女 不好意思 小老爹 我们不和陌生人认识 凌羽一口回绝道 干脆利落 没有丝毫地拖泥带水 现在凌羽已经逐步掌握到精髓了 面对追求者 一定不要星号星号和回旋余地 不然他会认为是你还对他有意思 然后他便会坚持不懈地来追求你 让人不胜其烦 倒不如直接一口回绝 这样大家此刻都不会有什么念想了 也不会误人子弟 而年轻男子自认为自己还是有几分帅气的 原本他还以为很轻松 便能结识两位美女 却没想到一开口就被无情地拒绝了 这让他微微有点难以接受的错愣 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明明他是追求时尚前沿的叫法 小姐姐 可是凌羽的小老弟称呼 直接把他给整得无比尴尬 关键的是 他还不能反驳凌羽的小老弟叫法有错 毕竟是他先叫别人小姐姐的 加个QQ也行啊 年轻男子不甘地说道 我没有QQ 凌羽头也不回地说道 在这个时代 貌似微信还没有流行起来 QQ才是主流的交友软件 凌羽一开始也有点不适应 而四周的众多星号星号们 看到年轻男子吃饼 当即便也熄灭了追求凌羽和童狮雅的想法 毕竟天鹅肉不是谁都能吃的 凌羽和童狮雅虽然没有刻意地表现出什么来 但是他们身上就是有着一股特有的气质 让人自残行贿 看着凌羽直接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一个追求者 童狮雅显得很是有趣 他突然发现 凌羽女装貌似没什么不好的 至少这样时 他就可以解放出来了 不需要为那些烦人的追求者而烦恼了 一切都有凌羽为他挡着 既是闺蜜又是情侣 貌似关系有点复杂了 离开了电影院 天色已经渐渐深沉了 想到明天还要上课 而且距离高考也不到十天了 凌羽当即便招了一辆出租车 他准备先送童狮雅回家 童狮雅也没有拒绝 任由凌羽拉着他坐到了后排 出租车司机是一个中年大叔 看到凌羽和童狮雅两个角色美女后 眼睛也是不由的一亮 哟 两位美女 要去哪 中年司机转头看着凌羽和童狮雅询问道 去红云小区 童狮雅主动爆出了小区道 中年司机听到地址后 也没有迟疑 立马开车朝着红云小区驶去 看着车窗外不断晃过的灯红酒绿 童狮雅第一次觉得如此的安心 他不由地将脑袋枕在了凌羽的肩头上 身体也是朝着凌羽靠了靠 选择了一个很舒适的姿势躺下 对此 凌羽只是微微哑然 并没有多说什么 现在他俩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 特别是在发生了今晚的事件后 凌羽不敢想象他们以后会怎么样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第132章 诡异的司机一路无话 出租车很快便来到了红云小区 因为自己马上也要回学校的缘故 所以凌羽让中年司机等自己一下 随即他才送童狮雅 进入到了红云小区里 这是凌羽第二次来童诗雅家住的地方了 所以 两人倒也显得很是轻车熟路 只是当凌羽拉着童诗雅 来到他家楼下时 迎面却是走来了一个年龄稍长的女人 而童诗雅在看到这个女人后 顿时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就仿佛是做了错事的小孩子 被大人抓了一个现行一般 诗雅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和你爸都急死了 打电话你也不接 女人在看到童诗雅后 当即便焦急地说道 妈 童诗雅一时间不知该怎么解释了 一想到自己身边的凌羽 她的心底就是一阵惶恐 原来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童诗雅的母亲许如 凌羽实在没想到 这个女人会是童诗雅的母亲 而且她更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遇见 不过好在她是女装在身 所以并没有什么尴尬的 微微惊讶后 凌羽这才仔细地打量起 童诗雅的母亲许如来 总体来说 童诗雅的母亲许如显得很是年轻 若非童诗雅喊她一声妈 凌羽都不会想到 这个女人会是童诗雅的母亲 而且 她的身材和容貌保持得非常好 让人丝毫看不出来 她是一个女儿 都有十七八岁的中年妇人 更让凌羽好奇的是 童诗雅母亲许如的身上 有着一抹典雅的大家闺秀气质 更是有着中年贵妇的风韵 让人很自然而然地感到 儒雅随和的气息 阿姨 今天是我和诗雅一起去逛街的 没想到这么晚才回来 让您担心了 凌羽打量了一番后 急忙开口 替童诗雅解围道 可以看得出来 童诗雅的母亲许如 是真的急了 这也说明 她是十分关心童诗雅的安危的 嗯 你是 童诗雅的母亲许如 疑惑地看向凌羽道 阿姨 我是诗雅的同学 我叫凌若雪 凌羽急忙解释道 原来如此 看来是我操心过急了 因为今天诗雅实在是 长时间没有回来 我这才急着想要去找她 若雪 你可别介意 童诗雅的母亲许如 略带歉意地说道 阿姨 没关系 实在是我们逛街忘记了时间 这才让您担心了 凌羽立马客套地回应道 听到凌羽和自己母亲的对话 童诗雅紧张的心情 这才好了点 而且 她这才回想起 凌羽还是女装形象 压根就不怕自己母亲会多心 刚才一集 童诗雅都忘了这茶 此刻方才是镇定了下来 妈 我的手机今天没电了 没想到让你担心了 童诗雅立马也是解释道 没事就好 你和同学出去玩也不和我说一下 害得我们在家里一阵担心 许如欣慰地说道 若雪 既然你和施雅是同学 那就一起到家里去做做吧 施雅这孩子啥都好 就是性子清冷了一点 还希望你以后能多多包容一下他 许如一脸慈爱地说道 身上大家闺秀的典雅气质 散发了出来 阿姨 我还是不去了 明天还要上课 我得回家早点休息了 凌羽笑着婉拒道 看到凌羽如此的乖巧懂事 许如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那好 阿姨今晚就不留你了 以后记得经常过来玩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许如微笑着说道 好的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 凌羽应付了一句话后 便快步朝着小区外面走去 若雪 挤得路上注意安全 许如犹如一个慈爱的母亲 一般叮嘱道 凌羽回应了一句 便直接出了小区 没有别的原因 实在是凌羽有点心虚了 毕竟自己刚把童诗雅给那个啥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童诗雅的母亲 这就有点女婿见丈母娘的意思了 凌羽不心虚都不行 好在她完美的配合演出 没有让许如看出丝毫的破绽来 而且 两个女孩在一起 亮许如也想不到这茶 而一边的童诗雅 在看到凌羽离开后 心底却是 微微有点不舍的情绪 不过 她却也微微松了一口气 毕竟怎么说 凌羽始终还是一个男人 她怕自己的母亲 看出破绽来 回到马路旁 之前的中年司机 还是路边等着凌羽 这倒是 让凌羽微微压抑 毕竟她进去的时间可不短了 再加上和童诗雅母亲 许如的一番交谈 少说也有十多二十分钟了 司机大叔 让你久等了 凌羽十分入戏地 感谢了一句道 没事 我就抽一根烟的功夫而已 中年司机不以为然地笑道 没有多说什么 凌羽直接抱出了学校的位置 随即便开始闭目养身起来 而中年司机也是发动了出租车 朝着远处驶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闭目养神的凌羽 却是突然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隐隐地似乎有一道窥视的目光 在自己身上扫视 凌羽不动声色地 微微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查看情况 这才发现原来是中年司机 在用后视镜打量着她 顿时间 凌羽的心底 泛起了一丝不妙的感觉 而在这时 车内的广播里 却是传出了一道震惊的新闻来 今天早上八十许 凌羽警方在北郊外 发现了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 经过公安机关的勘察发现 这具女尸 就是之前消失数天的刘某 死者身前 疑似遭遇到了性侵犯 听着广播里传出的新闻 凌羽的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而直到这时 凌羽才发现 中年司机的行车方向 貌似不对劲 而且越走还越偏僻 隐隐似乎朝着郊外驶去 司机大叔 你这走的路线 好像不对吧 凌羽微微疑惑地不解道 哦 之前那边修路 我带你绕一下 放心 很快就到了 你再睡会吧 中年司机透过后视镜 瞥了一眼凌羽 随机嘴角 露出了一模诡异的弧度解释道 直到此刻 凌羽还不知道 这个中年司机有问题 那才是真的傻了 从一开始的被窥视 到现在的往郊外行驶 凌羽一下 便将自己的情况 和之前广播里出现的新闻 联系到了一起 第133章 罪犯 越想 凌羽越觉得可能性极大 不过 也许也有人觉得 她是受迫害妄想正犯了 虽然隐隐有了猜测 但是凌羽不动声色 她先是拿出自己的手机看了看 这才发现 已经没有信号了 显然这车里有信号屏蔽器 一旦开启后 可以隔绝所有的网络通讯 换做其他一个正常点的女人 恐怕此刻早就已经慌神了 但很可惜 凌羽不是 司机大叔 你确实真是绕道去凌城一中吗 为什么这里如此偏僻 凌羽装作略微惊慌地询问道 美女放心 这就是绕道去凌城一中的路 虽然远了一点 但是不堵车 待会我不会多收你车费的 中年司机阴瑟瑟地笑道 看到司机这个笑容 凌羽就感觉一阵的恶寒 从面容上看去 这个中年司机 一副老实憨模样 压根就不会让人 把他往坏人上面想 而且他一开始的言谈举止 也没有丝毫地破绽 很难让人怀疑 但凌羽知道 越是如此的人 他们却是越容易伪装自己 再加上他的随机作案 警方很难抓到他的蛛丝马迹 想了想 凌羽决定再试探 一下这个中年司机 司机大叔 要不我就在这下车吧 剩下的路 我自己走过去 钱我也不分不少地付给你 凌羽洋装出一副 惊恐的模样道 嘿嘿 美女你怕什么 刚才的那个 新闻我也早就听说了 这几天 凌晨都在疯传 你觉得我像那个 强奸杀人犯吗 中年司机 半开玩笑似的调侃道 看到中年司机的 音效的神色 凌羽哪能还不明白 怎么回事 此刻他有八成的把握 这个司机就是新闻说的 那个强奸杀人犯 司机大叔 我有钱 我把钱都给你 你放我下车行不行 为了演得逼真 凌羽沾了沾自己的口水 抹在了眼角 这样便能掩饰出 哭泣流泪的感觉了 美女 你说这荒郊野外的 我把你独自一人 放这里多不好 要是你多了什么意外 我可就难逃其咎了 所以还是听我一句 去 马上就到凌晨一中附近了 中年司机继续和凌羽打太极 拖延时间到 不知不觉间 中年司机已经将油门踩得飞起 车速高达八十麦的速度 正朝着郊外驶去 透过后视镜 凌羽可以清晰地看到 中年司机 时不时地回头瞥自己一眼 她脸上争鸣的笑容 已经不加掩饰了 虽然凌羽自认不是大善人 但是最起码的良知还是有的 如果今晚车里坐的不是她 而是同师牙怎么办 亦或者是其他的女孩 岂不是一个花季少女 又要陨落了 所以 凌羽打算将计就计 亦把将这个强奸杀人犯 给擒获下来 既然遇到了 凌羽便不能坐视不理 这不仅是自救 也是在救助自己身边的人 更是造福整个社会 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见义勇为是可取的 对于犯罪事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是在助纣为虐 也许就因为你的一己私利 未来的某一天 不幸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而这时 也再没有人来救助你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变得冷漠无情 心底打定主意后 凌羽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毕竟现在车速这么快 稍不注意就会车毁人亡的 所以她准备在停车后见机行事 为了降低中年司机的心理防范 凌羽装作惊恐地去拉车门把守 却发现已经锁死 压根就打开不了 放我下车 快停车 不然我就报警了 凌羽一脸惊惧地冲着中年司机喊道 呵呵 现在还想下车 晚了 别说报警了 你就喊破喉咙 也没人理你 中年司机终于原形毕露了 脸上淫晦的色欲不加掩饰 话说 你这样的几品美女 我还没有品尝过呢 今天真是我的幸运日 中年司机接着吟笑道 不要 你不要这样做 只要你愿意放过我 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我也绝对不会报警 凌羽继续和司机周旋道 哦 真的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我吗 不过很可惜 我就喜欢美女 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几品美女 中年司机冷笑道 如果你能乖乖听话 兴许我会考虑 放你一条生路 到时候 我养你就行了 中年司机再度开口道 我有钱 我有一百万 大叔 只要你肯放过我 我就把钱都给你 到时候 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没必要在我身上冒险 不得不说 凌羽的演技 还是十分出色的 中年司机压根就没有 察觉到凌羽的异样 钱 哈哈 待会钱是我的 你也是我的 只是很可惜 放跑了和你同行的那个美女 中年司机一脸惋惜之色的说道 不过 没关系 我已经知道她住哪里了 到时候只要每天蹲点 我相信 她也很快将会成为我的女人了 中年司机张狂的吟笑道 听到司机的话语 凌羽不禁遍体声寒 这样的情况 还真让她给猜到了 如果今晚放过了这个司机 同时呀就真的危险了 就在凌羽还打算再说点什么的时候 出租车已经停到了郊外的一片荒草地上 四周的黑暗中隐约可见无数的树木丛生 这样的地方别说有人路过了 恐怕附近方圆极里都压根没人居住 确实是一个犯罪的好地方 美女 下车吧 难道还要我来请你不成 中年司机停车后 抄起一柄匕首便打开了后座的车门 虎视眈眈地盯着凌羽道 见状 凌羽却是安定了下来 随即她迈步走下了出租车 你这是有预谋的作案 不然怎么会挑选如此僻静的地方 凌羽打量了一眼四周 回头看着中年司机说道 嘿嘿 没错 实话告诉你吧 之前的案子就是我做的 而且我还不止杀了一个 石像店就赶紧把衣服脱了 中年司机把玩住手里的匕首 一脸淫郁地看着凌羽道 原来如此 看来你已经是惯犯了 流窜性的随机作案 你的反侦查意识很强 还能不留下丝毫痕迹的杀人 你的作案手法看来很高明 凌羽淡淡地分析道 看到凌羽一介弱女子 此时此刻竟然没有了丝毫的害怕情绪 中年司机脸上的笑容微微僵住了 他隐隐已经有了一种不妙的感觉 第134章 遭老头子坏得很 少废话 赶紧拖 不然可别怪我的刀子不长眼 中年司机恼羞成怒道 说着话 他已经举起了手中的匕首 对准了凌羽的位置 威胁之意意于言表 是不是只要我乖乖听话 你就能放过我 凌羽再次开口询问道 当然 只要你配合一点 待会你我都快活 有什么不好的 为什么非要寻死觅活 中年司机眼看凌羽如此上道 眼睛里的不由地露出了一抹期待之色 不过他却并没有掉以轻心 反而是更加警惕了起来 见状 凌羽没有迟疑 立马开始在自己的身上妈撒了起来 然后缓缓地拉开了后背的拉链 露出了一抹血白的嫩滑肌肤 那若隐若现的朦胧感 只要是个男人看见 都直呼受不了 中年司机的眼睛 一时间也是瞪得浑渊 似乎恨不得把眼睛 贴到凌羽的身上来 他的嘴脸更是哈喇子 都快流出来了 典型的就是一个老色屁 快快脱 磨磨蹭蹭地干什么 中年司机不耐烦地催促道 不过凌羽的动作 却并没有接着往下进行 而是转而开始缓慢 捏住了自己的裙摆 粉色蕾丝花边的裙摆很是诱人 再加上凌羽那双包裹在白色丝袜里 修长白净的玉腿 中年司机的眼睛 都不敢眨眼了 他死死地盯着凌羽的眉腿往上看 就差亲眼凑上来了 不过 虽然凌羽的姿态很是诱惑 但是中年司机却并没有放松警惕 手里的匕首也是紧紧地握在手里 见状 凌羽不禁微诧异 这个老色批不愧是惯犯了 哪怕自己如此地勾引诱惑他 但他的警惕心却并没有丝毫地放下 想必搏杀方面肯定有经验 我必须要让他放下手里的匕首 不然恐怕有危险 凌羽暗自在心底想到 凌羽放缓了自己的动作 故意若隐若现地去干扰中年司机 他的另一只手 则是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做出了一个无比娇俏的姿态来 大叔 能不能不要这样吗 我好害羞 凌羽扬装出一抹楚楚动人的模样来 撒娇道 嘿嘿 不行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中年司机猥琐地笑道 看到中年司机如此地警惕 凌羽不禁微微有点头疼了 这人简直就是油盐不尽 不过就在微微迟疑的这一刹那 凌羽却是突然想起了 自己这套时装附带的特殊能力 魅惑 对啊 我怎么把这个能力给忘了 现在就是使用他的最好时机 凌羽心下大喜 立马对中年司机选择了使用魅惑技能 这一刻 凌羽只感觉自己的眼睛里 飞出了一颗粉红色的爱心泡泡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这颗爱心泡泡 便融入了中年司机的眼睛里 在中了凌羽的魅惑技能后 中年司机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迷茫之色 随即而来的 就是无尽的狂热 啪哒 一声轻响过后 中年司机手里的匕首 直接掉落到了草地上 随即他的眼睛里 浮现出了痴迷的贪婪之色 直勾勾地盯着凌羽 然后朝着凌羽冲了过来 看着突然朝自己的冲来的中年司机 凌羽没有闪避 任由他冲到了自己面前 中年司机在冲到凌羽面前后 却是如同一只哈啪狗一样 直接双膝跪在了地上 伸手就朝着凌羽抓了过来 不过就在这时 凌羽却是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动作 下一刻 一条巨龙却是猛然蹦出 中年司机虽然狂热痴迷 但他依旧还是被面前的一幕 给惊愣了片刻 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凌羽可不管他的惊愣 直接开始放水了 紫 哗啦啦 巨龙一阵咆哮 淡黄的液体 直接淋到了中年司机的脸上和嘴里 这一刻 时间是静止的 只有哗啦啦的水声在响动 中年司机 足足被凌羽浇完了一泡尿后 这才猛然惊醒了过来 他的眼睛里写满了震惊 写满了不可思议 写满了错愕 仿佛此刻都还没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用一首现代流行的话来说就是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一脸猛逼 说的就是此刻的中年司机 一抛尿叫醒中年司机后 凌羽却是没给他反应的机会 直接就将自己42码的鞋 印在了他35码的脸上 碰 一声闷响过后 中年司机一脸猛逼的 被凌羽给一脚踹飞了出去 落地之后 中年司机直接晕死了过去 要知道 凌羽可是使用了五成力 这一脚的威力可不容小觑 就是引擎盖 凌羽也能给他一脚 踢凹陷下去了 唉 无敌是多久 多么寂寞 凌羽哀叹了一声 整理好自己抹胸和裙摆 这才不急不缓地 朝着倒地的中年司机走去 还想不想看大鸟了 可怜的糟老头子 你已经落伍了 难道你不知道 有一种叫做伟娘的生物吗 凌羽走到了倒地的中年司机面前 盯着他满脸的斜印子 喃喃自语道 没有迟疑 凌羽直接打开了出租车的后备箱 然后在里面果然发现了很多作案工具 绳子什么的 都是必备工具 拿过绳子 凌羽直接将中年司机的手 给反绑了起来 随即又捆上了他的双腿 就差点五花大绑了 不过这却是因为中年司机身上的尿骚味 凌羽可不想沾染到 所以他胡乱地捆绑了一下 便直接一脚揣在了中年司机的腰部 嘿 醒醒 我们该去晋局报到了 凌羽笑着说道 一脚下去 中年司机吃痛 立马便清醒了过来 不过此刻 却是已经动弹不得了 啊 你 你 你不是女人 你是个什么怪物 一醒来 中年司机便满脸惊恐地盯着凌羽的下半身道 显然刚才的那一幕 还对他印象深刻 你才是怪物 你全家都是怪物 看清楚了 老子是个纯爷们 凌羽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一脸霸气侧露地说道 不过 随即凌羽却是反应了过来 自己现在还是女装模样呢 说是纯爷们 他自己都有点不相信了 第135章 严家审问 听到凌羽的话语后 中年司机直接傻眼了 他是万万没想到 如此恶诺多姿的角色美人 竟然会是一个男人假扮的 对此 中年司机只想大喊一声 城市套路身 我要回农村 妈妈 他们太可怕了 一想到自己之前还惊虫上脑 想要扮了凌羽 中年司机就感觉大脑充血 差点就直接再次晕厥过去了 而凌羽也看到了他的神情 顿时间 凌羽也不免想到了 那棍打棍的游戏 光是想了想 他就不禁一阵恶寒 起来 我送你回家了 凌羽直接一脚踢在了 中年司机的屁股上 将他直接给踹了起来 压接着中年司机 来到了出租车旁 凌羽直接打开了后排的车门 随即又是一脚 将他给踹入了车内 碰 伴随着车门的关闭 中年司机这才猛然回过神来 你想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男扮女装来抓我 中年司机一连 就是三个连猪炮一样的问题 出口询问道 到了此刻 他都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被抓了 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废话那么多干嘛 现在该轮到我问你了 凌羽一屁股坐到了驾驶座 调整了一下坐垫后 才不急不缓地说道 姓名 年龄 疾惯 家庭住址 通通如此招来 凌羽紧接着发问道 哼 小子 你以为这样就吃定我了 我这顶多就算强奸未遂 判不了几年的 出来后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中年司机不愧是连环杀人狂 说话的口气都带着一抹淡淡的杀气 虽然很是微弱 但是凌羽还是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 确实是一股淡淡的杀法制气 绝对不可能是杀一两个人就可以积累起来的 哦 看来你很懂法律吗 凌羽淡淡一笑 不以为然地反问道 谈不上懂 只是业余的时候看过几本法制书籍 识趣点 你就放了我 从此以后我俩井水不犯河水 如何 中年司机神色轻蔑地盯着凌羽道 对此 凌羽这样的愣头青 他还是有几分的把握的 只要一番威逼利诱 他就不信凌羽不上道 你觉得 是你傻 还是我傻 好不容易抓到你 岂会让你跑了 之前的那个案子 也是你做的 你就已经构成杀人罪了 还想着出狱呢 凌羽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 盯着中年司机道 听到凌羽的话语 中年司机却并没有露出慌乱之色 反而是老神在在的模样 乃又怎样 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 是我做的 警方都找不到线索 你一个矛头小子 难道比警方还厉害 中年司机不以为然地说道 对 我确实是没有什么证据 所以 你还在怕什么呢 赶紧把你的情况 如实交代一下 没准你还真就 只是一个强奸未遂了 凌羽继续套话道 小子 你真的不怕死 还是不知道死亡的滋味 信不信我出来后 第一个就宰了你 中年司机暴怒 一脸猙獰的瞪着凌羽道 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况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了 说着话 凌羽直接取出了一根绣花针来 哼 一根破针而已 老子还怕了 你不成 你敢动我 你就是滥用私刑 你这是犯法的 中年司机神色不惧 用最硬气的表情 说着最软弱的话语 你知道一种酷刑吗 就是用针从人的指甲盖里穿进去 那种食指连心的痛苦 希望你能忍住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你的嘴硬 还是我的酷袖花针硬 说着话 凌羽直接翻身 来到了中年司机的旁边 因为被捆绑的缘故 所以 中年司机只能侧躺在沙发上 他的手指 刚好就暴露在了凌羽的面前 中年司机虽然心下慌张 但是他的脸上 还是没有表现出来 依旧还是一副硬骨头的样子 没有犹豫 凌羽直接抓住了中年司机的手指 然后将绣花针 对准他的指甲盖里扎了进去 啊 疼 疼 疼 只是扎入半寸 中年司机便忍不住地惨叫了起来 你说还是不说 凌羽动作微顿 盯着中年司机道 小逼崽子 有种你就杀了我 中年司机见骨头嘴硬 依旧还是不肯招供 凌羽诡异一笑 随即又开始了扎手指 啊 中年司机又开始了惨叫 在这寂静的荒郊野岭 显得很是圣人 很快 凌羽便将一根绣花针 给扎入了进去 而中年司机 已经痛得满头是汗了 不带迟疑的 凌羽又变戏法式地 摸出了一阵绣花针 对准中年司机的食指 开始了扎针 而中年司机以为凌羽就一根针 此刻眼看凌羽又掏出一根来 他的脸色顿时间 都变得苍白了起来 不过他却依旧 还是没有要交代的意思 凌羽也不恼 直接一次性掏出了八根来 而且 这一次还是特大好的 估计扎进去 就得遇先遇死了 这一次 中年司机的脸色 终于是变了 他的脸上露出了惊骇的神色 想破脑袋 也没有想到 凌羽竟然会随身带着这么针 这简直就是要他老命 别别别 别扎了 我交代 我全部都交代 中年司机再也承受不了了 痛哭流涕地大喊道 此刻的凌羽 在他的眼里 就好比还珠格格里眼的容模模 那扎真的手势 都是如出一辙 简直就是一个女魔头 不 应该是男恶魔 早知如此 何必遭受苦头呢 你这简骨头 就是欠打 凌羽轻笑一声道 我叫高正邦 今年35岁 怀难信得人 家住高家高二祖 不容凌羽催促 中年司机便开始如实交代了起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 凌羽便开始了审问模式 他将该问的都问了清楚 就连高正邦以前流窜作案时的三起命案 也给审问了出来 最后 凌羽几乎将高正邦的所有犯罪记录 都给用手机录音了下来 这是凌羽的备份方案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做完这一切后 凌羽又将高正邦手指里的绣花针 给抽了出来 这样的手法 不容易让人抓到把柄 凌羽早在一开始 就已经想到了 他可不想因为这件事 而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第136章 破案奇才 全部搞定后 凌羽直接开着出租车 赶往了市晋局 在约莫行驶了近一个小时后 凌羽这才将高正邦 送到了凌晨市晋局门口 不过凌羽却没有急着 押解高正邦进去 而是从系统空间里 取出了记忆消除卡 没错 凌羽准备将高正邦 和自己在一起的记忆给消除掉 这样 他的一切便不会暴露了 特别是他女装暴露的那一刻记忆 一定要彻底消除掉 没有犹豫 凌羽直接选择了高正邦 使用记忆消除卡 在高正邦困惑警惕的目光中 一团白光 直接笼罩了高正邦的脑袋 随即凌羽便通过系统 感知到了高正邦的所有记忆 在匆匆扫过一遍后 凌羽直接截取了高正邦 看到自己大鸟的那一刻 然后再把后来 他在车里审讯的记忆片段 给消除掉了 白光出现后 高正邦便直接晕厥了 而白光消失后 高正邦便悠悠转醒了过来 只是此刻的他 早已经变得迷惑不已 似乎连自己怎么被凌羽 给制服的片段都消失了 而凌羽却没有关注高正邦 此刻的他 却是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那就是记忆消除卡的 另一个作用 似乎他可以通过记忆消除卡 直接查看别人的记忆 这个能力有点逆天了 简直就是开挂一般的存在 唯一的一点弊端 就是必须要删减一点记忆片段 不过这倒也影响不大 谁还没有遗失过一段记忆呢 做好这一切 凌羽这才压戒着高正邦 进入了公安局里 而当凌羽押解着高正邦 出现在禁局后 所有的警员都被惊呆了 他们是万万没想到 这样一个通缉犯 居然被凌羽一介小姑娘 给制服抓住了 说出来 简直都不可置信 而由于最近的强奸杀人案 是重案 所以虽然众人有所怀疑 但还是很快便提闪了高正邦 凌羽原本以为自己 建议勇为可以走了 却是没想到 他也要做一份笔录才行 微微苦笑 凌羽只能是被动同意了 好在他并没有被安排在审讯室 而是在刑警大队长的办公室里 开始了记录 小姑娘 别紧张 你把你今晚的所有遭遇 如实说出来就可以了 刑警队长 是一个国字脸的中年男人 他的身上 隐隐有着一股浩然正气 想必定然也是一个 为民除害的好警员 凌羽心底发苦 却也不能表现出来 只好是将今晚所发生的一切 给讲述了一遍 不过 他却是将后面对付高正邦的那一段 给做了一点点的修改 而刑警大队长 在听完凌羽的讲述后 他都不禁替凌羽捏了一把汗 同时他也对凌羽所说的练武 感到好奇 小姑娘 如今你今天抓到的这个人 真是强奸杀人犯 那你这次可就立大功了 想到你年纪轻轻 还能练就一身的好功夫 当真是现代版的女侠了 刑警大队长满脸的夸赞之意道 女侠我可不敢当 不过对于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 我们就应该将她绳之以法 还凌羽成一个和谐的社会治安 这都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凌羽竟挑漂亮话说 乐得刑警大队长何不拢嘴 场面话 凌羽还是十分拿手的 所以他倒也脸不红 气不喘 而通过一番闲谈 凌羽这才知道这个 刑警大队长名叫张正 乃是整个凌羽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 真正的实权人物 在这样一个办案经验丰富的老警员底下 凌羽还是有那么几分紧张的 他的每一句话都要仔细斟酌后方才敢说 就怕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好在他俩没聊多久 审讯高正邦的警员那边便有结果 依旧如同凌羽预料的那般 高正邦在公安机关严肃秉公执法的审讯下 一五一时将自己的犯罪经历给讲述了起来 不过还有一点让张正这个刑警大队长高兴无比的 那就是高正邦还交代了其他几起案件 这已经牵扯到了全国流窜大案 一瞬间就将案件等级给拔高了好几个档次 对于破获这样的大案重案 张正还是非常兴奋的 同时他看向凌羽的目光也是越来越喜欢了 当然 这个喜欢指的可不是爱情里的喜欢 而是欣赏一个人的才华那种喜欢 若非凌羽是一个女孩 而且还在读书 张正都想将凌羽推荐到警校去了 到时候毕业了 他就直接把凌羽安排到凌晨市局来 如此岂不是又多了一个破案奇才 可惜张正完全想多了 凌羽可没打算混思法体系 而是系统也不允许呀 哎 可惜了 我是真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考警校的事 到时候你毕业 做个女性真警员也不错呀 张正一脸惋惜地看着凌羽道 张队长 我这次也就碰巧抓住了一个罪犯而已 真没有考虑司法体系的打算 抱歉了 凌羽笑着婉拒道 眼看凌羽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张正也就不再多说 而是和凌羽相互交换了一下联系方式 方便后续的案情联系凌羽 做完这一切后 张正开车将凌羽送到了一家酒店的门口 随即才去车离开 从始至终 张正都没有察觉到凌羽是一个男人的迹象 而是凌若雪这个身份也给凌羽提供了保护 哪怕公安系统都查不到凌若雪这个身份有什么疑点 对此 凌羽也是 愈发感慨系统的强大了 假身份信息就算了 就连记忆消除卡这种逆天的东西都有 简直就是强大的过分 因为时间已经接近凌晨了 学校恐怕早就已经关门了 所以凌羽这才选择了住酒店 她准备明天一早再赶往学校 在入住登记的时候 凌羽还是小心谨慎地使用凌若雪这个身份办理的入住 好在这一次没再发生上一次的偷窥事件 凌羽洗完澡便感觉到了一丝疲倦 今天一整天 她几乎就没有停下来后 先是陪着同事亚逛街游玩 再然后又发生了出租车司机强奸杀人犯事件 接下来又是和张正刑警大队长的聊天 所以一躺在床上 凌羽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她似乎从来没有今天睡得这么舒服过了 第137章再次震惊全城 一日 一条震惊全城的新闻 在凌羽市公安局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发布了出来 震惊 凌羽618特大强奸杀人案 今日凌羽警方宣布圆满高破 并且通过顺藤摸瓜 凌羽警方连破多案 凶手高正邦 乃是全国流窜通缉犯 作案无起 杀害四人 严重威胁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震惊 凌羽618特大强奸杀人犯 高正邦 竟是被一神秘女子所抓捕 该女子由受害者身份 成功机制地摆脱了凶手高正邦的迫害 并且一举拿下了这名恶贯满盈的罪犯 震惊 一神秘少女深夜抓获全国通缉犯 高正邦 在面对凶手持刀的恐吓下 神秘少女临危不乱 通过自己的实力成功抓获强奸杀人犯 她的足智多谋 沉着冷静 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关于这位神秘少女的真实的情况 本台记者将会持续跟踪报道 还请大家继续锁定本频道 一时间 凌晨的各大报社和新闻 纷纷开始了发表文章 而凌雨化身的神秘少女 则成为了一个最大的谜团 所有人都在找寻这个神秘少女 各种小道消息也是满天飞 整个凌晨都闹得沸沸扬扬了起来 不过这一切 凌雨并不知道 因为此刻的她正在赶往学校的路上 此刻的凌雨早已经换下了自己的女装 而她本来的面目此刻也是异常的俊朗 倒是吸引了不少女的目光 紧赶慢赶之下 凌雨最终还是在上课前的最后一分钟赶到了学校 因为马上就要高考的缘故 所以此刻教室里的所有人都在努力地复习 哪怕一些成绩并不理想的同学也都受到了感染 而在凌雨走进教室后 第一个关注到凌雨的 却是坐在第一排中间的童诗雅 在看到凌雨的一瞬间 童诗雅的翘脸不由地微微泛红 她又想起昨晚和凌雨在电影院里时 所发生的一切 顿时间 童诗雅又感觉自己的心跳加速 面红耳赤了 凌雨也是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童诗雅 不过在看到童诗雅的修红后 凌雨却是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以前凌雨来教室时 总有张旭东那几个刺头找茬 更有一些人纷纷投来鄙夷的目光 但是 自从凌雨考了月考第一后 很多人便转变了对她的看法 哪怕有几个对凌雨怨恨的人 此刻却也是不敢表露出来了 凌雨给她们的变化 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就连醉跳的张旭东都粘了 其他人就更没有了什么斗志 和凌雨做对了 而且 随着魅力卡的加持 一些女同学看向凌雨的目光 更是充满了暧昧之意 不过凌雨对于这一切视而不见 她自顾自地来到了自己最后一排的位置坐下 然后拿出了手机 开始把玩了起来 虽然成绩第一 但是凌雨却并没有响应黄雁红条座位的意思 反而是继续坐在最后一排 陪着孟浩一起浪 全班估计也就凌雨这一号独特人物了 雨哥 你昨天干啥去了 说好的 陪我练游戏呢 一眨眼 女人就不见了 孟浩略显郁闷地说道 练啥练 你把我给你游戏攻略看完了吗 啥时候你看明白了 那再跟我打 凌雨没好气地回应道 凌雨又岂能不知道 孟浩那点小酒酒 趁着冲上了最强王者的机会 她便想要抱之前凌雨血虐她的那次仇 只是凌雨已经在第十层了 而她不过才刚开始而已 雨哥 我看你就是怕了我 怕输给我这个最强王者 没事的 等高考过后 咱们一定要搜我一场 输给最强王者不丢人 孟浩没脸没皮地嬉笑道 行吧 到时候希望你别被我虐哭了 凌雨不以为然地说道 嘿嘿 那可不一定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 孟浩故作神秘地笑道 对了 雨哥 你说的那个啥带恋和直播该咋搞 我感觉自己毫无头绪啊 孟浩又是突然询问道 带恋还不简单 你把你的ID 直接改成带恋的名字不就行了 到时候别人加你QQ就行了 实在不行 你就去游戏论坛和贴吧打广告就行了 凌雨随口支招道 听到凌雨的解答 孟浩犹如鸿湖灌顶 立马一拍脑袋兴奋了起来 哎 雨哥 你的脑袋刮咋长的 怎么就是比我的好使 这么妙的办法 都让你给想到了 孟浩兴奋地说道 凌雨没再理会孟浩的神经质 而是自顾自地 开始刷起微博来 由于她的浅时光小说已经完结的缘故 此刻很多小说迷都在书评论区留言询问她 关于新书的情况 对此 凌雨并没有及时回复 因为她暂时还没有开新书的打算 而是把昨天佟诗牙给她拍的照片 发到了微博上 这一组照片都拍得特别清晰 凌雨的曼妙的身材 和爵士的颜值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 凌雨连辟图都省去了 不过以她的颜值 也不需要辟图软件了 别人的粉丝追什么的都有 但是凌雨却有一群追她自拍照的粉丝 凌雨自己想想都不禁感到奇怪 当真是世界大了 什么人都有了 在凌雨上传完自己的生活自拍照后 评论区很快便沦陷了 一大波的网络绅士 蜂拥而来 对着凌雨的身材和脸蛋 品头论足 就好似在欣赏一个艺术品一般 还好这是在网上 如果这是线下 凌雨自己都不敢想象 一群抠脚大汉 围着自己看个不停的场面 而在凌雨刷微博的时候 早上那些关于她的那些新闻 却是纷纷谈了出来 这让凌雨猝不及防 看完了那些报道和新闻后 凌雨却是暗自有点后悔了 早知道如此 她就该等着记者来采访她 然后她借机又能收割一波魅力值了 唉 亏大了 一个上头条的机会 我就这么错过了 凌雨暗自在心底哀声叹气道 别人做了这种事 恐怕都害怕曝光 恨不得隐藏身份 因为他们害怕报复 害怕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惦记上 警方也会刻意隐藏线人信息 这样会有效地保护建议勇为者 但是凌雨不一样 因为她有女装的身份 压根就没人认识她 她也不怕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报复她 如果非要说一个知道她女装的人 那就非同施亚莫属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